她名为阿浅,注重于江户时代末期 她是京都首期一只大商人金锦家的二女儿 从明治时代的大正时期 日本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 在那么一个男尊女卑非常严重的时代下 一个女性想要独立创业 做出大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她却做到了 阿浅是一位出色的女性 在这段时间里 她涉足煤矿 还创立了银行和保险公司 同时她还用毕生的时间创立了日本首所女子大学 而童年时候的她 还只不过是个让人头疼的熊妹子 她喜欢爬树,也擅长相扑 对于算账和经商都是异常的感兴趣 她还有一个姐姐阿初 她比妹妹大整整两岁 但姐妹两人的性格却完全相反 姐姐擅长弹琴,茶道,缝纫 是公认的大家闺秀 而她却是个始祖的女汉子 金锦家的女儿们从小就订娃娃琴 姐姐阿初要叫了大阪的山王寺下去 她们是一家百年老店 是大阪排名第一的兑换商 妹妹阿小的婆家也在大阪 家野屋也是一家很大的兑换商 京都金锦家的女孩们为了家里的事业 每一代都要嫁给大阪的大商户 兑换商就是如今的银行 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商人兑换货币 保管货币,收付现金 并收取保管费和手续费 还包括各种借贷 在那个时代,武士是属于上层阶级 但有一些商人因为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有贡献 她们也拥有很大的权利 两姐妹身为金锦家的女孩 她们需要受到很严格的教育 三从四德,女工,茶道,花道 还有学习古琴 但阿浅对这些却提不起一丝兴趣 张子九太郎因为要继承家业 也要接受严格的训练 只要父亲叫他学习商道时 阿浅就会躲在门外偷听 他或者是趁父亲不在 偷偷留进书房看一些书籍 又或是打一下算盘 但因为父亲不让他学习算盘 所以他根本无从下手 他也只会拿着算盘 摇出他喜欢的声音 他觉得打算盘的声音 真是好听极了 这是他第一次摸到算盘 他开始兴奋地抱着算盘 又唱又跳起来 殊不知 罗外早已有一个陌生男人 盯上了他 对他笑面如花的这个男人 正是他的未婚夫新次郎 阿浅瞬间尴尬至极 殊不知父亲也在这时机门 他看着女儿手拿算盘 不问其原因 便抱起他就是一顿打 父亲认为身为生人的女儿 是不能随便乱玩算盘的 阿浅在一旁挨揍 而新次郎似在一旁看起了好戏 好不容易两家人坐在一起 安安静静地喝茶 而新次郎却又忍不住地 开始调侃起了阿浅 听闻这句话让阿浅羞涩难当 他掩面跑了出去 好不容易送走了新次郎 父亲却又叫阿浅叫做房间训话 他知道错了 但他是真的想让父亲 教自己打算盘 或者是学习商道 可没想到父亲却直接拒绝了他 祖父突然回家 就有一些儿子正在教育阿浅 他不过儿子反对 拉着阿浅的出了屋 家里唯有祖父中正 可理解阿浅 只要他一回家 他便会和阿浅一起爬树 并还时常鼓励阿浅 阿浅的父亲忠心 热衷于事业 金警家虽然号称 京都首区一指的大商号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他们家的危机正在悄悄来临 治理明治元年还有15年 虽然武士还是统治阶级 但德川幕府和各地大明 财政状况都非常的窘迫 他们一直从商人那里 借贷大量金钱 但却都很难收回 如果再持续下去 后果已可想而知 这一天 父亲对阿浅和阿浅说 要带他们去大阪的婆家走走 就此也去探探大阪烧货的情况 阿浅第一次来到大阪 就被这个大都市吸引 热闹的集市让他看得眼花缭乱 正当他兴奋地跑在繁华的街道时 却跟一个武士迎头相撞 武士的东西也就死落在了阿浅的袖子中 当阿浅爬起身时 那个人却早已不见踪影 阿浅这时并没有过多在意 反倒是很快被别的东西吸引 但不久 武士发现了自己的东西不见 便很快追了过来 阿浅不明所以 只能不断逃跑 殊不知 他很快便跑到了一个死胡同 武士很快将阿浅逼到了角落 还送了阿浅的身 这才找回了自己的东西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阿浅觉得这个陌生男人的态度不能忍受 他跑上前拦住了武士 并让他跟自己道歉 男人看着面前如此有胆荡的小姑娘 相当吃惊 武士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无人敢反抗的 阿浅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太过偏激 便低下头与他道歉 殊不知 男人的态度也是令阿浅大吃一惊 男人跟他道歉后便匆匆离去 他名叫五代 这位武士大人的真正身份 阿浅还需要再过一段时间他能知道 以后对他的帮助也可能是非常之大 父亲好不容易追上阿浅 他便来得及训斥 他便匆忙带着阿浅 感激到未来的国家拜访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迈之六亲不认不乏的女汉子 将来会是一个经商奇才 未来的婆婆第一次见他 就对他顿感失望 第一次来到国家大野屋的阿浅 就被这里打算盘的声音吸引 阿浅未来的丈夫是家野屋的二儿子 婆婆看着这个时候的阿浅 是哪看哪不顺眼 父亲与亲家客套了一番 新次郎却在这时闯入 他看着阿浅的到来 似乎格外的欣喜 并亲切地称阿浅为 新次郎打招呼的方式 着实让阿浅吓了一跳 跟阿浅打完招呼 他又迅速离开了这里 全家人为此只能与阿浅家道歉 面对这么个雷厉风行的未来丈夫 让阿浅忍不住地爆出一句口头禅 阿浅一行人又来到阿浅的婆家 大浅庄山王寺屋拜访 山王寺屋的当家 美山荣达和有些怪癖的老板娘 阿菊 对温温有礼的阿浅颇为赞赏 但是阿浅的未婚夫 勿兵卫 却始终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阿浅看着有些不太正常的未来丈夫 也感到了心虚不宁 回到京都的两姐妹都有些不安 阿阿出想着山王寺屋的未来丈夫 更是让她感到了可怕 两姐妹因此相拥而弃 这也是阿浅第一次看见姐姐落泪 隔天阿浅便找到母亲 让她想一想办法 她和姐姐都不想家去大阪 她想去做学问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她想自己决定 母亲听完阿浅的话 却让她赶紧打消这个念头 要是让父亲知道 那又得挨一顿揍 母亲也觉得女孩 是不用放心家事和国事的 只要阿浅能做个好媳妇就行 因为她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尽管母亲劝劫阿浅不要读书 但她还是会偷偷溜进私塾 与男孩们一起学习 被父亲发现后 便又是一顿打 阿浅不服父亲的观念 她觉得只要自己念书有学问 做好生意 就可以给自己和姐姐幸福 而不是什么事都要靠家里安排 也因为这件事 阿浅被父亲罚了禁闭 且一天不能吃饭 姐姐心疼妹妹 拿了一些饭团给妹妹送去 殊不知 新次郎就在这时 出现在了门外 她是路过此地 特地请来探望阿浅 殊不知 却在门外 意外听闻阿浅 闹着不肯嫁她的消息 八叔走进壁橱 与阿浅谈起了父亲 令人他不要记恨父亲 其实父亲为两姐妹的婚事 特别在乎 他早已看透了一切 阿浅听完姐姐说的这些话 心情瞬间舒畅了许多 姐姐阿浅虽然不愿意嫁到大阪 但是不管怎么样 她还是会走父亲替她选择的路 阿浅宣完妹妹便离开了这里 并还告知她 新次郎也听到她不愿意嫁她的消息 阿浅瞬间不知所措 她又躲进了壁橱 并诚心跟新次郎道歉 殊不知新次郎并没有责怪 反而还鼓励阿浅坚信自己的信念 走自己的路 并还送给她一个她最喜欢的算盘 阿浅看着算盘惊喜不已 看阿浅高兴地收下算盘 新次郎便再次说道 哪个优秀呢 阿浅听完新次郎的话 她打开壁橱的门 准备好好感谢她 对自己的理解时 殊不知她早已经不见踪影 从这时起 阿浅的心似乎变得有些松动 这时代阿浅父亲 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为了让自家的事与 继续良好的发展下去 她就必须尽早 断绝再支持官家的想法 日本将要迎来变革 而阿浅也迎来了新的一天 母亲看着之前的阿浅 闹着不肯嫁人 她便对阿浅说出了 有关新次郎的秘密 当年订娃娃亲时 阿浅的未婚夫本来是务兵卫 阿浅的未婚夫是新次郎 但当山王四家 听说阿浅从树上掉下来后 便认为她不配做 山王四家长子的妻子 所以他们找到家野屋 便提出要用阿浅还阿出 本来这件事就是强人所难 但没想到新次郎却凯然应允 说自己喜欢阿浅 阿浅拿着新次郎的礼物 听着母亲说的这些话 她的心也渐渐地开始动摇 母亲还特地嘱咐阿浅 千万别让姐姐知道此事 得知真相的阿浅 也只能不断在心中替姐姐祈祷 她希望姐姐未来的丈夫 也是个好人 因为未婚夫送给阿浅的礼物是算盘 所以家里网开一面 决定让阿浅学习猪蒜 俗话说因为喜欢所以优秀 阿浅的猪蒜技能突飞猛进 而到最后 在金警家干活的会计和掌柜 也都被她这惊人的才能所吓到 这一天 祖父温柔地告诉姐妹俩 现在的时代正处于变革起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 不过等到那个时候 两姐妹一定要齐心合力 携手同度难关 两姐妹相互笑笑 便都硬了下来 岁月如梭 转眼见阿浅和阿浅 都长成了挺挺玉裂的大姑娘 姐姐阿浅更是明媚动人 秦记也在京都内屈指可数 阿浅虽然是长成了大姑娘 可内心依旧还是原来的那个疯丫头 二人在成年之时 也都到了婚嫁之年 但她那疯狂的性格 依旧与小时候并无两样 父亲看着两姐妹都已经到了 重婚的年纪 便决定在来年的春天 就为阿浅和阿浅办婚室 而他们的母亲黎江 也趁着女儿们还没出嫁 正在抓紧的调教两人 其实母亲并不担心姐姐阿浅 因为她已经具备了 做好一个掌席的所有技能 阿浅是母亲最为担心的 因为这时候的她 依旧还什么都不会 小时候的阿浅总是说 自己打死都不会嫁去大阪 但在她成长的这四年中 她的未婚夫新四郎 每逢季节交替时 必要来京都看望阿浅 并和她简单的聊上几句 所以渐渐的 阿浅被在心中 默允了自己要嫁去大阪这件事情 但姐姐阿浅 一想到自己将要嫁 给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男子时 她的内心就感觉到特别的不安 在约好的日子里 阿浅订婚的山王寺乌的阿菊 和儿子吴冰卫来到了金锦家 殊不知 阿浅成年后的第一次见婆婆 就被她一阵羞辱 未来婆婆的出音鲁莽 让阿浅十分尴尬 而自己未来的丈夫 吴冰卫 却在一旁无动于衷 发现隔在门外偷听之后 是非常的生气 趁着吴冰卫出门 阿浅便拦住了她 她想求吴冰卫一件事情 可吴冰卫却并没有把阿浅的话当回事 不但如此 她还不断用言语攻击阿浅 说她是个不明事理的废物 比她姐姐还招人烦 以及新次郎摊上这么个媳妇 真是可怜的话 是让阿浅瞬间火冒三丈的 拽紧了手中的拳头 要不是家中的阿梅突然出现 她早该冲上去 把她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送走了山王寺家的人 阿浅便向父母亲提议 她反对姐姐嫁给吴冰卫 但是姐姐阿浅却一直坚持 父亲给自己选择的路 看着姐姐如此 阿浅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另一方面 阿浅的婆家突然寄来信件 朱友其实不能前来拜访 阿浅因为见不到新次郎 而顿感失望 但是她却收到了新次郎 写给她的情书 阿浅看着妹妹收到的情书 也是为之感到高兴和羡慕 另一边 家野吴不能去阿浅家 商谈婚礼时宜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家的长子 得了严重的肺病而病倒了 阿浅经过于未来婆婆 和丈夫的那一次见面后 便经常心虚不宁地 躲在暗处偷偷哭泣 阿浅发现姐姐泪流满面 心中意不禁开始 变得五味杂陈 她知道姐姐是不愿意嫁给吴冰卫的 但是为了家族事业 她又不得不这么做 而阿浅也只能尽自己所能地 逗姐姐开心 是啊 新次郎原本就是姐姐的丈夫 可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一次意外 就让新次郎变成了自己的丈夫 为了让姐姐好过一点 她决定写信给新次郎 让她拉帮打听一下 沙王四家务兵卫的人品 父亲接到阿浅的信 便直接将信件转交给了快递 一天后 阿浅的信被顺利地送到了大阪的家野屋 时光匆匆流逝 转眼间 阿浅继续家野屋的信 已有两个月 但是她却依旧没有收到新次郎的回信 而新次郎也再也没有来过京都 这让阿浅感到了非常的不安 正当她不再期望 能收到新次郎的回信时 弟弟却突然带给她一封不一样的信件 这封信是从英国寄来给她的 既见人竟是五代 阿浅打开五代寄来的信 发现里面竟然还带有一张她的照片 阿浅确定 这就是当初那个撞自己的男人没错 可她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家的地址 为什么又突然给自己写信 阿浅无从得知 五代在信中写明了自己在英国所发生的一切 还有一些新鲜事 这是阿浅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有趣的故事 英国到处都是骑着两轮车的女孩 五代相信阿浅也一定会起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是会想起当初在大阪街道 跑得飞快的阿浅 并很期待两人的再次见面 阿浅与新次郎的婚礼 眼看就越来越紧 突然收到五代的来信 是阿浅没有想到的 但是现在的她 根本还不懂得五代其中的用意 母亲读过阿浅手中的信 便直接撕的粉碎 要是让父亲知道 那就坏了 虽然发生了这段小插曲 但阿浅的心还是属于那个 两个月没有跟自己回信的新次郎 阿浅和阿浅出嫁的日子 越来越紧 家里决定 让年长的侍女阿梅 陪着阿浅出嫁 年轻的阿东陪着阿浅出嫁 毕竟张王四家的婆婆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人 有年长的阿梅陪着阿浅 是再好不过了 但阿梅始终放不下二小姐 阿浅是她一手带她的孩子 她了解二小姐的所有脾气 既然不能时刻盯着 她便特地嘱咐阿东 知道国家 千万不要让二小姐 卖太大的步子 还有爬树 打闹时也一定要及时制止 她便直接向母亲提出 自己想要带着阿东出嫁 妹妹要是离开了父母 她身边也必须有个 教她行为处事的大人才行 而她也一定会跟阿东好好相处 这也是她离家前的最后一个请求 时光匆匆流逝 眼看着三天后 金锦家那两个女孩 就要出发去大阪了 祖父不舍得拉着阿浅的手 泪流满面地哭着 让阿浅不要嫁人 这时候的金锦家 正在忙碌的为两姐妹准备嫁妆 家中热闹非凡 大家都沉浸在一片习信的气氛中 而阿浅还不知道的是 她要嫁去大阪的家野屋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故 因为新次郎的哥哥得了严重的废病 她的母亲整人以泪洗面 便顺便将阿浅写给新次郎的信 当成了纸巾 新次郎发现后 便开始手忙脚乱地修补信件 原来这就是她两个月 没有给阿浅回信的原因 这天晚上 新次郎看完阿浅的信 便找到了阿初的未来丈夫 吴宾卫 与吴宾卫几番闲谈之后 新次郎才发现 她是因为自家母亲的装横 进而才讨厌所有女人 听完吴宾卫所说的话后 让新次郎感觉到了不好 正当新次郎发愁 不知该如何给阿浅回信时 她的家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新次郎的大哥 就在这晚离世 隔天 新次郎便跟着父亲 来到了京都的亲戚家 商谈两家联姻的事情 因为家中长死了离世 他们想要延期举办 新次郎和阿浅两人的婚礼 阿浅看着新次郎 不再对自己微笑的脸 他知道这次的事情 对他的打击肯定是非常之大 两人在戏聊之后 阿浅这才知道 自己没有说到 新次郎回信的原因 阿浅跟新次郎道歉 他不知道他们家 发生了这种事情 并还无理请求新次郎 给自己打探消息 但新次郎却温柔地对阿浅说 自己很高兴 说到他的来信 并很乐意为他小牢 在离开之前 新次郎便当阿浅 说出了务病味的事情 新次郎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都让阿浅为之感动 他忍不住叫住新次郎 并对他说出了 可以让自己脸红好久的话 新次郎因掌胸之死而被受打击 但有了阿浅的鼓励 他也就此打起了精神 准备好好面对以后的人生 第二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 姐姐阿出先行一步驾去了大阪 看着姐姐坐船离自己而去 阿浅则不舍得 在岸边追赶着 离自己渐行渐远的姐姐 阿浅一直追着姐姐到码头 才目送姐姐离开 看着姐姐的背影 阿浅跪在地上痛哭 这是两姐妹从小到大 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离别 以后还能不能再次相见 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再见 谁也不知道 而接着大阪山王四驾的阿出 也要与丈夫吴兵卫 开始新的生活 时光飞逝 转眼间 姐姐阿出嫁去大阪也有半年 半年后 也该到了阿浅出嫁的日子 母亲掏出亲手缝制的护身符袋子 交给阿浅 这是母亲特地为两姐妹准备的 她与姐姐两人一人一个 平时对阿浅异常严厉的父亲 也眼含热烈地叮嘱阿浅 时隔半年 阿浅终于嫁去了大阪 殊不知 她与新次郎成婚当天 她的丈夫却消失了 但阿浅兴奋地问着所有人 自己的官人在哪里是 可没想到 她却得到这样的回答 对 新次郎本来应该待在家里当新郎 可她却把与阿浅成婚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 她现在正和朋友们在野外赏红叶 玩得正开心呢 要不是家中的管家来找 她可能要玩到傍晚才回家 一开始就发生了这种事 也不知道 这对夫妇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新次郎跟着管家 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中 看着所有人都绷着脸 她竟还无知地冒出一句 阿浅听着新次郎所说的话 心里的郁闷 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 她换好衣服后 又与阿浅打去 说下次再结婚的话 她绝对不会迟到 阿浅父母亲看着两人 相互打取起恩爱的样子 也就此放下心来 婚宴上 新次郎的父亲正急 看着所有人都在 便顺带宣布了一件事情 她想让新次郎 做弟弟容三郎的监护人 并在弟弟成人前 照顾自家生意 殊不知 新次郎刚听完父亲所说的话 即直接果断拒绝 婚宴结束 阿浅父母便都回了新度 而阿浅也就要迎来 她的大阪与丈夫新次郎的第一个夜晚 洞房之夜 这是阿浅与新次郎 头一次单独相处 新次郎默认得抱起阿浅 但却被受惊的阿浅 吓一声地摔了出去 并还造成新次郎 手指骨折 她赶紧跑出房间 觉得现在还是远离阿浅比较好 这下可好 房经理又只剩阿浅一人 但她并没有在意 还是大字一趴 安心地睡上了自己的觉 阿浅迎来 嫁入家野屋的第一个早晨 一觉醒来 她这才发现 新次郎并不在身边 对此她还是没有过多在意 作为新儿媳的第一天 阿浅开始精神饱满地干起了活 家野屋开早会时 新次郎再回到家 转眼间 阿浅嫁到家野屋 也有一个多月 但是每每一到天黑 新次郎就会偷偷打着灯笼出门 到现在 她也没和阿浅过过夜 公公婆婆 也为此感到十分担忧 幕府末期 事会越来越乱 萨长急上同盟后 刘川幕府命令新选组 强化京都治安 京都内一片哗然 大家都预感到 这个时代 马上就要命令巨大的变革 可这些事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阿浅 这一天 阿浅偷偷跑出了门 家野屋的人们都以为 少奶奶是因为 讨厌新次郎没完出门 所以才偷跑回了娘家 其实阿浅 只是去了姐姐的婆家 山王寺屋 她想看看姐姐 到底在婆家过得如何 听闻姐姐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并看着姐姐 何不并为恩爱的样子 她也就此放下了心来 只不过自己和新次郎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的心里也不明白 回到家的阿浅 想给自己找一些试作 她便诚心向公务提出 自己想到店里帮忙 但公务却说 店里的账簿 是不能随便给女人看的 这是闲装长久 流传下来的规矩 婆婆也在一旁附和道 女人不需要操心生意 她们只需要抓住 老公的心就行 阿浅夫妇不同房 最着急的还是婆婆 婆婆将阿浅拉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觉得 肯定是阿浅没有化妆的原因 才导致新次郎不好对她下手 所以她决定 亲自给媳妇打不打扮 好让她抓住新次郎的心 想起丈夫新次郎看自己的表情 阿浅知道她失败了 既然留不住丈夫 她还不如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隔天 阿浅就将婆婆提出 她想出门逛逛 我们没有多想 便直接答应 但前提是 她要穿上漂亮的和服 做轿子出门 并且还要戴上一个管家 如果能出门 她也只能一婆婆的愿 但刚一下脚 阿浅便迅速缠起衣袖 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小就还看见到了阿浅 刚走不远 就被一大群摆弄首饰的人吸引 一群人举起手臂 手指摆弄出各种不同的数字 他们似乎正在传递着某种信息 阿浅被这一幕吸引 想去看个明白 但却被人群挤得差点摔倒 还好一个男人即使抱住了他 两人定睛一看 阿浅感觉面前的男人似乎特别的熟悉 对 他正是五代 从英国写信给他的那个五代 两人经过戏聊之后 这才知道各自现在的生活状况 他们一起来到了大阪的敏会所 阿浅兴奋地看着他所没有见过的画面 询问着五代他所有不知道的问题 而五代则在一旁细心地为他解释着一切 阿浅看着所有人努力工作的样子 他的心也变得热血沸腾 五代在离开前 对阿浅说出了 这个时代马上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并让阿浅好好保重 阿浅不动五代说实话的意思 说什么世道会变 他一点都不明白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正如五代所说 时代的变革像龙卷风一般 越滚越大 半年后 母亲离江从京都来到阿浅家拜访 看着女儿一切都好 他也就死放心 但在这半年中实在发生了太多变化 家里的声音遇上了各种难题 母亲也想顺便问阿浅 上亡四家的生意情况 因为担心 所以才特地跑来看看 可话还没说完 婆婆却突然闯入 他不顾亲家面子 便直接当着亲家的面 给阿浅难堪 婆婆宣示主权 让亲家不要操心自家事情 便直接让阿浅母亲 赶出了上亡四物 而这时候的阿浅 和新次郎的关系 依旧是外生点灯照旧 但她已经和店里的其他人 打成了一片 阿浅每天过着 普通商人家媳妇的日常 可她是阿浅 她又怎么会安稳地 做个普通媳妇呢 讨好家里的管家 应该跟她交换条件 其实这就是阿浅的目的 她想向店里的大管家 请教声音声的事 而大管家 也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全部一一告知 看着上男的打算盘 如此厉害 也让大管家深感佩服 而就在这时 阿浅收到了母亲 送来的信和点心 在来信中 阿浅得知父亲 将要追随新的风潮 想着五代对自己 说过的时代会变 难道真的有大事发生吗 她本来想去问问 新次郎现在的社会情况 可没跟她说上一句话 新次郎却又跑出了门 阿浅终于还是忍不住 要去他男丈夫的底 夜晚 她偷偷跟在新次郎身后 想要看看 他每天到底去了哪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新次郎竟然进了 一个女人的舞 阿浅的心瞬间凉了一劫 以阿浅这粗暴的性格 她是不是要冲进屋 去探个酒井 探到我 原来新次郎不回家的原因 就是在老十家练习三位线 因为家里的父亲讨厌他谈 他又怕吵到阿浅 所以他每晚都会跑到这里来练习 明白其原因的阿浅 看着丈夫弹出那么好听的琴声 且又认真的样子 他瞬间对新次郎崇拜极了 夜里 阿浅被跟新次郎提出了 这些天一直埋在他心中的疑问 到底何谓新的风潮 新次郎回答 当今的新风潮就是 萨摩藩城里的新政府 而且在这时 外面传来粗暴的敲门声 闯进家野屋的 是土方岁三率领的新选组 为了复兴德川梦府 新选组遇上大板钱庄 借一笔巨款 店内众人看着新选组 手拿长刀不敢违抗 而一心意想着守护家野屋的阿浅 却在这危险的时刻站了出来 并直言对土方说出了新政的顾虑 他们钱庄最注重的是信用 所以他想确认 幕府是否能还得上钱 所有人发现情况不对 公公便立马让阿浅道歉 但即使阿浅怕得厉害 他却依旧坚持自己的原则 土方上下打量着阿浅 甚是心上 现在的新选组 所有人都害怕 可唯独他却不一样 土方欣赏阿浅的气魄 便说道 听完土方的话 阿浅这才腿乱地摊在了地上 这件事让新次郎为阿浅 吓出了一声冷汗 他扶着阿浅边走 便告诫他 以后一定不要再这么鲁莽行事 阿浅捏住自己的嘴巴 表示自己根本控制不住 从小到大的就是如此 新次郎顺时将阿浅抱入房中 夫妻儿终于开始了 他们的洞房之夜 离觉醒来 阿浅回忆着昨晚的事情 完全跟做梦一般 他瞬间修上心头 新次郎捏了捏阿浅红透的脸蛋 好笑至极 但很快阿浅又想起了一些事情 如果事到要变 那他们的钱 不就要不回来了吗 他想请求丈夫一件事 阿浅想看看家里屋的账簿 他非常想了解家里屋现在的情况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乱世中守住他们的家 在明治时期 女人是不允许做生意和碰家中账簿的 不过听闻 新次郎每晚都与阿浅同床而眠 甚是高兴 他期待着阿浅接下来的十月怀胎 可是你知道这两人每晚都在做什么吗 因为受妻子请托 新次郎不得不在每天的夜里 都拿店里的大付账给他看 就这样 从第一天算账开始 当阿浅把大付账中庞大的数字 全部整理完毕 那已经是一周之后了 阿浅发现家野屋贷款的数目实在是太大 并又请求丈夫 能带自己去家里的库房看看 但打开库房一看 家里的签两箱竟全没有了 因此阿浅很为定义的经营忧心 第二天 他便向公公提出 他们必须要收回 借给大名们的钱才行 但公公却教育阿浅 做生意必须要把目光放长远些 虽然如此 公公在私底下也意识到 如果他们不跟着时代改变 那就真的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天 阿浅突然听闻喜四郎说 伤亡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至此消息 阿浅立马跑出了门 准备去看看姐姐 门外阿浅听到了姐姐的琴声 便兴奋去找 阿浅还没来得及出门 就被伯伯叫住 他不允许媳妇到前厅会客 见阿浅反驳 伯伯便直接将阿浅拉进柴房关了起来 不必为听闻妻子的呼喊声 连忙跑来查看 阿浅本想求丈夫放自己出去 但丈夫却不敢违抗母亲的意思 只能掉头就走 阿浅明明听见姐姐的琴声 却被山王寺乌的人 以阿浅不在家为优打法 这也让阿浅不禁更加担心起姐姐的状况 此后 阿浅又几次造讽了山王寺乌 却都没有见到姐姐 同时他还注意到 山王寺乌里并没有什么活力 但就在阿浅为姐姐担心时 他却收到了姐姐的来信 信中说 他在山王寺乌一切安好 他才面露喜色 随后阿浅便又担心起了 库房里的千两黄金没了 店铺会出现危机 他便找新次郎商量 可没想到新次郎 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那他也只能去找 大管家询问其原因 管家验注告诉阿浅 钱庄一般用不着 存太多现金 他们只要收好 各大名门们的借据就行 然而阿浅就觉得 那些纸并不可靠 不肯放弃了阿浅 便向公募提出 去把那些借出去的贷款收回 而且他还发现 奈宇山藩 在他们店铺借的款 已经过了还款的期限 并且一字都没有还过 我要回钱 那不是纯亏了吗 公募看着阿浅记录的小本子 明白阿浅想要为家里 尽一份力的良苦用心 便答应了四世 第二天一早 阿浅便立马动身 前往奈宇山藩的府邸讨债 他刚准备进屋 却被门外的守卫 给掀倒在地 说不可认输 可阿浅的讨债路 却充满了艰难险阻 也在讨债的过程中 他突然偶遇了 姐姐的陪下丫鬟阿东 经过几句闲聊后 阿浅这才知道 姐姐在山王寺屋 过得并不好 而且他们的商铺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里面的员工 但一天天减少 他连忙拿出手帕 给姐姐写信 便让阿东把手帕 交到姐姐手中 等等阿东回到山王寺屋 就被夫人拦截 因为听闻管家说 他在街上与家野屋的人聊过天 并还亲眼看见 他们交给他一个东西 他让阿东瓜哥把东西交出 阿东怕夫人查出信件 给自家小姐麻烦 他便不顾一切逃了出去 但就在躲避追捕时 阿东无可奈何 只能把阿浅给姐姐的信 丢进了枯井中 但好在信件掉进了锦里 他们并未在阿东身上搜到什么 才就此作罢 听完之后 阿浅还是为之庆幸 只要他没事就好 阿浅还听闻阿东说起妹妹 在外面要账的事 难道是因为阿浅的婆家 现在缺钱 导致妹妹出门亲自要宅吗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 什么都不知道 他觉得自己就如井底之蛙 跟姐姐回信的同时 阿浅每天还是会去 武士的府里要钱 但默默时局混乱 番里的人根本不会好好接待他 可这种小事 阿浅是不会退缩的 他在门外拖掉了鞋子 摆起了相坡的架势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幕府的武士们 经常在各大对换商铺 借款大量现金 这让务宾卫非常着急 本想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母亲却坚持要卖他们人情 他相信 等以后时局稳定下来 幕府肯定会得自家有帮助 阿浅知道上网似乎遇见了麻烦 他很想回家里出一份力 但婆婆却说 他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 而不是操心其他事情 家也无得二奶奶在外讨债的事 也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阿浅赶紧跟婆婆道歉 而就在这时 院外竟然有人朝店里扔石头 时局将变 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被患伤自古就是大阪的经济中心所在 他们因此也会受到各种误解 世人对其的责难也在不断增加 世道变化难测 未让阿浅更加相信 将现金拽在手中 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为了能在这乱世之中守住家业 他每天都会不厌其烦的 去武士府邸收债 可次次都吃了闭门羹 而这一次 他又想出了一个新找 他让管家不好良席 自己次坐了上去 他准备就这样等着 何时还钱 他就何时离开 待遇山番的管家为了主人的面子 只好将他请进了礼屋 这礼屋竟然是帮工们住的柴房 要在这个全是大佬爷们的柴房 过上一夜 这跟哪个女人都受不了吧 管家准备以这种方式将她赶走 殊不知 他却禁止走上礼屋 阿浅就这样拿出带来的枕头 在大明公馆的家子屋里睡了一夜 一夜没有回家的阿浅 让全家人都担心不已 新次郎子一夜没有睡的 等着阿浅回家 正在全家人 焦急万分等待的时刻 家里的工人前来通报 少奶奶他回来了 经过阿浅不厌其烦的努力 他真的成功了 他带着讨回来的钱回来了 所有人听见这个消息 完全不敢相信 虽然要回来的钱 不仅他们借出去的十分之一 但这也是个好的开始 因为帐房先生实在受不了 和阿浅再这样耗下去 他便一早就将钱还了 也因为这次的经历 公公看出了阿浅的能力 并允许他以后可以在家野务工作 从这之后 阿浅开始去公公正级 指定的各个府邸收账 虽然每次收获的金额并不多 但以前借出去的账 都开始逐渐收回 阿浅干这个简直是如鱼得水 可和他相比的姐姐阿初 生活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这一次的伤亡似乎 可出现了大麻烦 德川幕府打了败仗 逃回了大阪 就这样 动动的时代 就此揭开了帷幕 大阪城也被烈火包围 这使得所有民众 都变得人心惶惶 取代德川幕府 掌握政权的 是以萨摩藩和常州藩 为中心的新政府 新政府把大阪的商人 全部召集 听说有重视商讨 为了和幕府作战 新政府将大阪商人们 征集资金 光加野屋 就得献出十万两 陷入大混乱之中的 不仅仅是加野屋 还有阿初的婆家 山王四五 幕府也觉得 以后肯定会是 新政府掌握政权 他最母亲将钱 交给新政府 而母亲阿菊 还将店里 所有一切建议不顺 全部归咎于儿子身上 并拿他来出气 另一方面 阿菊也向公募提议 不管多不情愿 也得想方设法 给新政府筹集资金 幕府败了下来 或许新的朝阳 也即将来临 姑姑很欣赏儿媳的见识 决定听从阿菊的意见 阿菊整理了家中 现有的钱币 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时的事态 又发生了恶化 新政府决定发行 新的货币 故意在全国通用 而大阪一直使用的钱币 将不再允许流通 这个通知 为了让大阪城 现有的巨大的混乱之中 大量的人群 光通涌入兑换商处 要把手里的银票 换成现金 如果给他们换 那么他们的商铺 也即将面临倒闭 而在这种危急的时刻 公公重疾又因为腰伤 而卧病在床 无法出面应对 就这样 阿浅因为丈夫 新次郎的意证忽悠 无可奈何的阿浅 被丈夫推了出去 只能听卧病在床的公公 重疾出面安抚民众 阿浅听了百姓们的诉说后 他便承诺 会给困难的人们 兑换现金 当所有人听闻阿浅的决定 都不可思议 这样一来 那么他们的商铺 也很难再坚持下去 殊不知 公共重疾倒是 很支持阿浅的想法 家野屋就此打开了金库 为那些困难的人们 兑换现金 阿浅耐心地聆听着 每个人的苦衷 到最后 基本为所有的客人 都换到了金银 隔影通货 但这样一来 家野屋的库房也空了 现在 唯一能让店铺 继续运营下去的办法 就是借钱 但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又有谁会借钱给他们呢 公共重疾突然提到 有个人可能会借钱给家野屋 因为之前帮助过一个 名为玉利的人 他是专门承包 寺庙和神社的修缮工程 后来一代人 就这样富了起来 现在的时局 对于他 好像并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听完这个好消息 便立马跑出去查 经常被关在家里的阿初 也感觉到了时局的变化 店里已经乱得不行 他真的很想为家里 尽自己的一份力 可哪知婆婆并不买账 并还辞掉了他的陪家丫鬟阿东 听完婆婆私自辞掉了阿东 阿初忍受不了 他连忙跑出去 呼喊着阿东的名字 但始终没有人回应 他来到哭井旁 想着和妹妹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突然他发现了井旁 阿钱给自己写的来信 他拿着竹竿 想要把它勾除 但一不小心 却掉进了哭井 但好在 阿初并无大碍 他终于拿到了那封信 他打开一看 其实信上并没有写什么 只是画了一个鬼脸 让姐姐笑一笑 这日子在阿初 嫁到婆家以来 第一次笑得这么大声 我并为听闻妻子 调性的警力 连忙赶了过来 他绑好了绳子 准备下井 将阿初救出 看着阿初并没有大碍 他激动地将妻子 一把揽进怀中 改朝换代后 日本已经进入明治元年 阿显作为公务政级的代理人 便带着管家出发去了奈良 正准备向巨商玉利 借钱来帮助家野屋 度过危机 而这时的阿初 也被婆婆要求 他回娘家借钱 好不容易倒到奈良的阿浅 却又吃了闭门羹 因为阿浅执意要留下 她被安排在了一旁的马厩 今晚玉利夫人要举办宴会 各地的杂技演员都聚集一次 这可是比上次的拆访 还要脏乱 管家在一旁看不下去 让阿浅就此放弃 正当阿浅转身就要出门时 他却被一旁的新鲜玩意儿吸引 那是一只超可爱的小猴子 这可是他第一次见 他联邦拿出糕点 递给猴子 另一遍的阿初 也来到了京都的娘家 吴宾卫在门外有些迟疑 阿初知道 丈夫为了这件事 非常难为情 为了丈夫的面子 他本想一个人进去 但吴宾卫却坚持 要和妻子共同面对 尽管两人祈求父亲 但父亲还是拒绝了 他心里明白 经商是一定要有远见 和坚持下去的决心 如果借了 他们有能力偿还债务吗 其实父亲就是等着 吴宾卫的一句话 阿初知道 在他们家 他们两个都没有受害的权利 即使父亲拒绝了 他反而还轻松了不着 另一边 富商与力听说 阿浅将自家马厩 打扫得异常干净 并且还非常地照顾猴子 并决定一直见上一面 一见面 他就对阿浅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如果把钱借给快要倒闭的兑换商 将来会有能力偿还吗 他这个人是从来不做那些 跟自己冒险的事 殊不知 阿浅的答复 却成功让玉璃 乖乖将钱借给了他 玉璃凝视着阿浅的眼睛 轻笑一声 这丫头有胆量 他愿意解献给他 玉璃还直言道 他将来肯定会成为日本的第一位女商人 并让她记住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就这样 阿浅从玉璃那边成功寄到了钱 而且还不用付利息 管家在路上不断追问少奶奶 新的商机究竟是什么 把阿浅却这样回答 也就在阿浅回家的路上 正巧偶遇姐姐阿初 面对妹妹的询问 阿初并没有将他们回娘家借钱一事 告诉妹妹 她只是温柔地牵起阿浅的手 并跟她约定 不管遇到什么 都要像父亲说的那样 竭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家 随后便快速转身离开了这里 阿初与丈夫回家的路上 吴宾卫突然问起阿初 是否后悔嫁给自己 并还将他们家 换儿媳的事告诉了她 自从阿浅的桥下遇见姐姐 她就感觉姐姐的神情特别奇怪 但当时又没有来得及多问 姐姐就走掉了 虽然阿浅根本没有心思 估计其他事情 她只想去看看姐姐 但伤亡四屋的人又不允许姐姐与自己见面 新次郎见妻子总是忧心忡忡 便决定亲自带她去伤亡四屋看看 正当阿浅兴奋地与丈夫前往伤亡四屋时 可刚一到姐姐家的门前 门外竟然挤满了人群 他们拆到了大门 冲进屋里 就开始盘东西 伤亡四屋倒闭 阿初一家连夜逃走 下落不明 不明所以的阿浅瞬间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见面都不跟自己说明自己的情况 即大兑换商 伤亡四屋倒闭以后 大阪的兑换商开始接二连三的倒闭 于是城里有人开始谣传 说明天没准就流到家野屋了 他们店里又开始挤满了要求兑现的客人 家野屋靠运力的借款才能暂时支撑下来 公共正极 召集所有人商讨 如何开创新的生意 新次郎在一旁提起 他们一起学三位线的朋友 说起过煤炭生意 公共想了想 决定还是听听阿浅的意见 但阿浅满脑苏是姐姐的事 根本无心在操心这些 自上午四五跑路之后 阿浅每天都和阿梅东奔西走 寻找着姐姐阿初的下落 可他既没有发现姐姐阿初 也没有发现他婆家的人 他们一家似乎人间蒸发了一半 但也就在这一天 阿浅突然听闻一个老头说起 在古丁那边 有几个穿得不错的女人寄宿在那里 他便和阿梅立即前往目的地 去寻找姐姐的下落 走过颇败不堪的小路 里面全是穷苦老百姓的寄宿地点 阿梅却让二小姐回去 大小姐是绝对不可能住在这个地方的 虽然如此 但阿浅还是想往里走看看 他不想放弃找到姐姐的任何一次机会 但就在阿浅继续往里走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此树现在了眼前 阿初看见两人 迅速逃进屋里躲了起来 无论阿浅如何喊着姐姐 他坚决不开门 阿浅责怪自己当初没有发现姐姐的异常 如果发现了 他是绝对不会让姐姐变成这样 他哭着让姐姐开门 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 不管做什么他都愿意 姐姐是从来不会对自己说这些话的 大概是姐姐真的生气了 阿浅瞬间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中 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但其实姐姐阿初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 回到家的阿浅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法自拔 他恨自己的同时 也恨父亲为什么不借钱给上王子武 随后他们整理好自己的所有东西 决定都带去给姐姐 他要帮助姐姐度过这次的难关 但第二天一大早 当他带着东西再次行往姐姐的落脚地点时 那个房子已经空无一人 姐姐一家又不知去向 自此之后 阿浅经常坐在屋子里泪流满面 公共正继将阿浅如此伤心 并劝阿浅 其实在之前 战王四屋的欠款数额就挺大的 就算是金警家借钱给他们了 他们早晚也会倒闭 并让阿浅不要恨自己的父亲 关于这个事情谁都没有错 而这时 已成为新政府官员的五代 突然来到了家野屋 五代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希望与家野屋同心协力 发展大阪的经济 并决心让他们成为大阪的第一大商号 开一家公司 但这还需要大阪的商人 与他一起共同努力才行 但公共政继听完五代一系列的劝解 根本无动于衷 五代见到阿浅一场高兴 并让他帮忙劝劝自己的公公 但阿浅因为姐姐的事 依旧情绪低落 所以他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与此同时 阿浅一家颠沛流离 他们拖着行李到处寻找着落脚地点 可根本没有人愿意收到这一大家子 阿浅一家只能不断赶路 而阿浅的婆婆 早已经过惯了大半辈子的好日子 他在赶路途中不断发起牢骚 并把伤亡肆倒闭的责任 全部推在儿媳妇身上 母亲说的这些难听的话 成功刺激到了儿子乌兵卫 亚裔已久的乌兵卫终于爆发 他拿血刀 一步步向母亲逼近 儿子拿着匕首 一步步向母亲逼近 他受过了母亲蛮横霸道和不讲道理 他口中不断念叨着 让母亲去死 然后举起匕首 向母亲刺去 我并未抱着妻子心疼地问他 为什么要替母亲挡着一刀 而妻子的回答 却让他大吃一惊 他说 他只是想好好守护这个家 现在他也终于做到了 家业没了 谁也不能怪 不要怪也只能怪这个世道 如果丈夫承受不出压力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那真的就是得不偿失了 以后的路 他们也要坚持地走下去 不是吗 丈夫被阿初的话打动 他扶起阿初 一家人准备继续向前赶路 而在另一边的家影屋里 五代看着陷入 抑郁情绪中 无法自拔的阿浅 便就此批评 她是一个无聊的小女人 阿浅听着五代说的这些话 气不打一处来 他反驳道 大阪钱庄倒闭 全是拜新政府所赐 如此合则而鱼 逼得商人们破产 新政府还靠什么创造新时代 先刺狼见妻子说话 毫无顾忌 瞬间吓得脸色大变 而五代听完阿浅说的话后 却瞬间大喜 对 他依旧是从前那个阿浅 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怕的阿浅 五代还让阿梅给阿浅带一个消息 一定要让他参加大阪商人们的聚会 而这时的阿浅却根本不想去参加什么聚会 他只是想找到姐姐而已 新次郎见妻子总是如此 眼见就让阿浅屈服大阪商人们之约 正好他也可以学习经商之道 就这样阿浅虽然心里百般不情愿 但还是跟着公公参加了大阪商人们的聚会 当所有人看着一个女人来参加商讨时 便不断在一旁嘲讽调戏阿浅 阿浅觉得这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位置 为所有人道好酒之后 他便默默地坐在一旁 听所有人讨论着如今的发展方向 以及各大商铺倒闭的现实 阿浅在聚会上听到大家的各种言论后 他才开始对世道的变化有了些了解 公公还害怕阿浅觉得无聊 可没想到阿浅反倒是非常感兴趣 并还感叹 要是早点参加就好了 多长点见识 他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告诉姐姐 守护好自己的家 也需要多学习点知识才行 经过这一次与老爷在那的聚会后 阿浅似乎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之后的每次商人聚会 他都会准时参加 跟他们学习经商 当时的商人都是男性 阿浅在里面 如如万一绿绿的一顶红 他举止活泼可爱 在整个大阪城都传开了 这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回到家以后 他还要负责对你的盘账 不仅如此 到了晚上 他还要看书 坚持自学商业知识 新次郎知道西子的心愿 就是找到姐姐 看着阿浅每晚都会拿着活身符 念叨姐姐 他也心疼 他开始瞒着阿浅 在大阪周围打听阿初一家的下落 不知过了多久 新次郎竟在无意中找到了阿初 阿初公公看着新次郎 直接掩面逃走 只留下阿初一人待在原地 新次郎终于找到了阿初 本来为之高兴 但阿初却祈求新次郎 千万别把自己的住处告诉妹妹 无奈 新次郎只能将这件事情 埋藏在心 而这时的阿浅 正在与大阪商人们聚会 他听这五代演讲着 要为大阪经济发展后 更加使他心潮澎湃 但这次五代的演讲并不成功 大阪的商人们虽然非常有才华 可都是墨守成规 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所以他今后的使命就是 一定要把大阪建成世界知名城市 五代说的话确实挺大 但这也成功刺激到了阿浅 一个外地人都这么为大阪着想 他们家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 这天阿浅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信中说 并且家已经正式承接了新政府的工作 而他们也要为了这份工作 开始考虑是否要举家离开京都 搬到东京去 而母亲一直在后悔 没能力帮到姐姐 所以阿浅也一定要好好支持新次郎 好好守护自己的家 自此 阿浅只为重新郑作 开始考虑丈夫所说的煤炭生意 阿浅把对姐姐的思念之情 好像已经完全转化成了 对商业的热忱 熊熊燃烧 此时的铁路在欧洲 已经非常平常了 但在刚进入民治时期的日本 铁路火车这种东西 大家连想都不敢想 为了向商务打探煤炭的事 阿浅便跟新次郎去了 他学习三位线的煤炭甲 在询问煤炭生意的同时 阿浅还发现 丈夫和煤炭的关系 似乎异常密切 他竟会细心地将丈夫身上的线头拔掉 最重要的是 自己亲手给丈夫缝的袖子 针脚为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呢 这时的阿浅已经无心在打听煤炭 除了嫉妒还是嫉妒 心里藏不住室的阿浅 回到家便立马开始质问 新次郎衣服的事 面对老婆的步步紧逼 新次郎还是老实交代 这个袖子确实是其他女孩缝的 只不过那个人并不是美和 新次郎家阿浅带来到了乡下 这让她感到不解 丈夫什么时候 又和农家女孩有所交集了 但当那个女孩转过头时 阿浅瞬间大喜 原来她这是自己一直寻找的姐姐 新次郎连忙在一旁跟阿初解释 她可没有告诉她的位置 只是阿浅非要见见那个 帮她缝袖子的女孩 所以没办法 她只好把妻子带来 刚说完 新次郎便快速逃走 两姐妹相识一笑 以往的不快似乎都已经消云散 她们一起坐在树荫下 细聊着各自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听完姐姐说的话后 阿浅这才知道 丈夫经常往外跑的原因 自从新次郎知道了阿初家的地址 并经常带酒给吴兵卫 有时候还会带一些 需要缝补的东西 过来照顾她的生意 这些都是阿浅没想到的 听完姐姐说起 自己在乡下和丈夫过得挺幸福 阿浅也放下了那个 一直压在心里的石头 只不过现在 她连借信的钱都没有 所以阿初只能让阿浅 帮自己写信告诉父母亲 她一切都好 她正在努力守护着自己的家 回家的路上 阿浅抑郁已久的心情 瞬间变得大好 她感谢丈夫这么多天的努力付出 新次郎并没有回话 只是默默伸出手 牵着妻子回家 几天后 公公正记带着阿浅 来到了聚会厅 他们找到五代 想执行她一直梦寐以求 想创立公司的想法 我去 这两人到底在说啥 五代经过仔细观察理解后 才明白两人所说 他们是想帮助大阪城 提升经济发展 创立一家大公司 这个消息对五代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还想把大阪发展成 知名城市的梦想 似乎又更近了一步 有了家业屋的带头 其他商人也都纷纷响应 为了大阪的经济发展 他们可不能输给其他城市 为此 所有人都开始变得热血沸腾 而这时候的阿浅 对于做煤炭生意的想法 也是越来越强烈 而阿浅的煤意识越来越严重 她想亲自考察九州的煤矿 现在的兑换商 已经没有了发展方向 为了振兴家野屋 所以大家都别想拦着她 不过姐姐阿初还是劝告阿浅 自己观人的话可一定要听 而这时所有人都还没有发现 务并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黑暗 夜里 阿浅并跟家里人提出 自己想去九州考察煤炭的事 虽然公共同意 但是婆婆和丈夫却坚决反对 要是煤炭真的那么赚钱 那其他人不早去了 为什么到现在都无一人感开始 那说明里面肯定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而婆婆还对阿浅直言 第二天一大早 阿浅前往聚会厅 本来想找五代商量 却以为听闻她将要调取横冰 阿浅认为除了五代 将没有人能带领大阪走上繁荣之路 所有商人一挽留她 这让五代非常感动 随后她便向大家承诺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重回大阪 也就在另一边 在家做饭的阿初突然泛起一阵恶心 婆婆听完阿初的描述 瞬间大喜 阿初听见婆婆所说 兴奋地跑出门寻找丈夫 她将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她 可跑了一路 她都没有发现丈夫的身影 路上她又偶遇了前来看她的阿浅 两人一路去寻 可依旧毫无丈夫的踪迹 但连阿初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穆宾位从这一天开始 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她还不知道的是 这时的妻子已经怀孕 阿浅得知姐姐怀孕 是异常高兴 阿初本以为几天后 丈夫勿兵位又会回来 可没想到却始终没得到她回家 自阿浅与丈夫因为没叹的事情吵架后 新次郎又夜夜不归宿 这也让阿浅感到越来越不安 于是她只能经常去看看 生活在破房子里的姐姐 但每次给姐姐带的好东西 她都不肯收下 阿初看着妹妹来的次数频繁 便早猜到 他们两夫妻间肯定发生了一些问题 运圈阿浅回去 就一定要好好跟新次郎谈谈 回到家的阿浅 并想跟丈夫细聊一番 但没说几句 却又因为煤炭的事情吵了起来 而这时 离开大阪的五代 在东京与大交保利通会面后 表示自己会辞去政府的职务 重新回到大阪 而另一边的阿浅 因为煤炭的事 经常跟丈夫闹得脸红脖子粗 也就在这一天 家有屋里 突然又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人原来是阿浅的父亲中心 他在东京的事业成功 已是赫赫有名的大商人 但他的业务繁忙 又怎么会突然跑来大阪呢 因为马上要举家搬去东京 以后与女儿见面的机会 恐怕会越来越少 所以才顺路过来看看 父亲的到来 使阿浅变得异常兴奋 他跟父亲谈起 自己想要买座山来开采煤矿 正想去九州探探情况 父亲听完女儿的话 却瞬间大怒 明明自己已经成为大姑娘了 却还要被父亲责罚 阿浅忍不住跟阿梅抱怨 这时新次郎走了进来 他还是如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 温柔地问好阿浅 中心来家野屋造访 公共正奇想进家道谢 正是因为他把阿浅嫁了过来 家野屋才能在这乱世之中得救 而父亲反倒感谢公共正吉 他非常明白自家女儿的个性 倒不是有亲家这样的胸怀 他的女儿也不会这么好过 自乌宾位消失之后 阿叔的公公便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大小琐事 挑菜去卖帮工 以前乌宾位要做的事 他全部都借过去干 而他这么有干净 全部都是因为有儿媳阿初 既然儿子不在 他就一定要照顾好他 等着阿初生下了孩子 他也一定会把他养育成人 这就是他在这个家的职责所在 阿初在地理与公公干活的画面 都被父亲看在眼里 虽然心疼 但他还是决定不去打扰女儿的生活 正在地理工作的阿初公公 突然发现了站在田梗上的亲家 但并没有过多惊讶 两人只是对视一眼 就似乎明白了对方心中所想 父亲向亲家鞠躬道谢 以为包含了千言万语 从富商金锦家嫁出去的两个女儿 如今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可谓是变化之大 在回去的路上 阿卿又与父亲谈论起了煤炭生意 父亲说 雷光生意确实赚钱 也可以为大阪做出有恩的贡献 但这个生意是很难经营的 据说 挖眠的工人基本上都是些粗人 根本不好管理 要想成为这个行业的动量之才 只有那些特别优秀的男性才有可能 但阿卿却根本没有听见父亲的话 他只是很单纯地问父亲 父亲忠心的话 对阿浅来说是最有利的支持 这也让阿浅更加坚信自己的理想 为这一心家也乌而出发 到了来年 兑换商的生意已经逐渐落后于时代 阿浅又在为家里的事业操心 他依旧想着去酒桌看看煤矿的事 但现在做什么事都需要靠钱来开路 这也让阿浅整日为了钱而忧心 为了家野屋 也为了自己的目标 阿浅准备卖掉自己所有的家长 全部投资于煤矿之中 欣慈狼看着妻子如此执着于煤矿 心情更是郁闷的厉害 夜里 他便又前往美和老师的住所 喝起了闷酒 婆婆派家里的管家跟踪儿子 她想看看儿子夜夜不归的原因 原来 她是在学三位线的老师家 天天和闷酒呢 心情浪见美和对自己太过于关心 便借口离开了此地 而这时代阿浅 面对心情浪的夜夜不归 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时光流逝 姐姐阿出的肚子是越来越大 可她的丈夫兵卫 却依旧有无音讯 五代财助回到大阪之后 改名为五代有后 她所在时代的最前端 还在大阪成为了各种公司 因此 大阪的商人们都非常敬仰她 也就在这一天 她与商人们在开会期间 竟听闻家业屋要倒闭的谣言 原因就是说 阿浅要卖掉自己的嫁妆 筹钱买矿山这件事 而阿浅老是去参加商人们的聚会 已成了是非人物 大阪的街头巷尾 都在谈论她的世界 阿浅由于经常操心于事业 这也让婆婆感到了不满 比起家里的生意 婆婆更加担心 自己家后四的问题 她便找到儿子 想跟她商量那妾的事 也就在婆婆与丈夫的谈话中 正巧北路过的阿浅听到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 疼得厉害 婆婆好像已经心意已决 还说要亲自找美和谈谈此事 这个婆婆好像是没人好心的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 有地位的男人为了家里 娜妾可是非常平常的事了 回到房间后的阿浅 整个人都黏了 正当阿浅萎靡不振时 诱人这时却前来通报 说有一个大肚子的女人来访 阿浅听后 便立马来了精神 她连忙跑了出去 看见姐姐后 阿浅才面露喜色 而阿淑死下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她想拜托阿浅 让阿东到家里屋工作 阿浅不想让阿东再跟着自己受苦 所以才出此下策 她希望阿东在家里屋干活 只有这样 她以后才能找个好婆家 阿浅借起姐姐的手 直接答应了她 虽然她想让阿东陪在姐姐身边 但姐姐说的对 阿东正值青春年华 不应该在乡下好一辈子 阿浅看着阿浅神情不对 并问其原因 但阿浅并没有将自家婆婆 要为丈夫纳妾的事告诉姐姐 虽然难受想要发现 但她不想再让姐姐为自己操心 以后在阿浅跟妹妹谈好了一切 准备回家时 她开始疼得厉害 是宝宝要出事的节奏 发现赶紧赴姐姐进屋 所有人都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着一切 在一阵忙乱过后 阿浅终于平安 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在阿浅生下孩子的十天后 也到了母子俩离开家野屋的时候 阿浅向所有人道谢 众人也纷纷向阿浅道贺 阿浅带着宝宝前脚刚走 婆婆就向公公抱怨 过了没多久 明治政府废除了全国的藩领 并重新设置了县这个行政划分 同时准备将各藩领的债务 转由国家来偿还 可他们的实际操作方法 却是非常的出人意料 以前那些大名气的钱 全都一笔勾销 债务转到新政府名下 不给利息 还要分50年才能还请 他们为新政府卖利 但也只能换回这种结果 这让阿浅更加相信 他们只有寻找新的商机 才能在这乱世之中生存下去 而且在这时 山巫家的新品掌柜先来拜访 他带来了一件特殊的东西 那正是阿浅期待已久的煤炭 听新品掌柜说 这些煤炭出自于一个叫志田的人 最近听说他去世了 因为家里面有寄成人 所以志田的夫人 想快点把那条山卖掉 据说这座煤矿 隐藏了大量品质很好的煤炭 阿浅听说九州煤矿要出售 便找公公商量买煤矿的事 公公并没有反对 他只是提醒阿浅 妻子长期不在家 剩下丈夫又有谁来照顾 夜里经过阿浅反复思量后 他便下定决心 让自己的丈夫新次郎纳妾 等着丈夫进房间 阿浅便跟新次郎说明了 自己将要出发去九州的事情 离开家的时间或许会有点长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不能照顾她 所以她想了好久 并决定了一个事情 哪有妻子请求丈夫纳妾的道理 这哥哪个女人都不会做出这种事吧 而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却做了 她跟丈夫从小就订了娃娃琴 但四年来 她们却一直没有孩子 阿浅觉得 她们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家族兴旺 这本是女人在家最重要的责任 可她却没有做好 所以丈夫为这个加纳妾也很正常 新次郎听完妻子所说的话后 像受了伤一般 她再次确认妻子的提议是否认真后 表示只要她愿意 她就照做 在门外打水的佣人 意外听闻夫妻来了对话 并迅速跑去告诉了老夫人 阿浅难掩心中的痛苦和失望 闷在房间里嗷嗷大哭 另一边的姐姐阿初为了寻找丈夫 天天背着孩子走街串巷的买 她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蓝支柱 而儿子也在母亲的背上 正在一定天顺利长大 阿浅因为丈夫要纳妾的事而烦恼不已 她便找姐姐阿初商量 姐姐则正为丈夫无兵卫的失踪而发愁 两姐妹只能相互安慰打趣 是啊 他们也就只能过过嘴饮发泄罢了 两姐妹在出假前都与对方约定好 一定要守护好各自的家不是吗 再困难也一定会熬过去 阿浅本想着拜访五代 询问一下她矿山的问题 可没想到五代在门外听见了阿梅 虽然阿浅放心让新次郎纳妾的话 五代问了阿浅是否爱新次郎 并直言新次郎配不上阿浅 还表示自己以后一定会帮助她 但这下可把阿浅惹火了 回到家野屋后 阿浅却听公公婆婆正忙着为新次郎致妾的事 而失落地跑出了门 听闻妻子不见 新次郎便慌张出门去寻 她冒着雨走了不少路 才在一处废弃的寺庙外找到了她 听完丈夫不想纳妾的话 阿浅瞬间感动得哇哇大哭 最后 他便向新次郎承认了自己内心中的想法 他非常不愿意与别的女人分享丈夫 新次郎将阿浅揽进怀里 依旧说着那些可以让人心动好久的情话 新次郎带着妻子回到家 家里竟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在等着他们 那正是九州煤矿的主人智杰的妻子 见识重要的客人 阿浅连跑带爬的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来会客 阿浅从走廊外大步跑远的样子 逗得智杰夫人笑出了声 这么真心情的女子 真是像极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而公公也为了了却媳妇 想要置身于煤炭事宜的心 便想着把家里的米库卖掉 来支持阿浅 看着恭喜二人想要买煤矿的诚意 智杰夫人直接同意了 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矿山卖给阿浅 随后二人便签下了合同 这一下阿浅想要去九州的东西 也算是凑齐全了 因为煤矿上的事已经和智杰夫人说好 以前智杰家雇佣的矿工 可以继续留在矿上工作 但想让他们为家里屋卖命 阿浅必须要去当面和他们谈谈才行 新次郎知道妻子的这一去 恐怕又得十天半个月或者更久 但他还是决定支持妻子走自己想走的路 为了保证阿浅的安全 家里屋决定让二管家 归住陪着邵夫人前去 而阿浅婆婆那边 是准备帮新次郎拉美和为妾 但美和却拒绝了 因为他不太想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 郭博感到遗憾的同时 还是决定继续为儿子另寻他人 很快阿浅出发去九州的日子也到了 全家人都为阿浅送行 希望他能平安归来 在新次郎等人的目送下 阿浅和二管家归住一起出发了 刚走没多久 五代便追上了阿浅 他把自己的贴身之物送给了阿浅 以做防身之用 所有人都想不到 一个女人竟一心想着做煤矿生意 则日 她便在全家人们的目送下 从大阪渡海前往九州 前方还有什么样的困难的等着她 谁也不知道 就这样 阿浅一行人 沿着没完没了的陡峭山路 爬上爬下 才终于到达 她在智杰夫人手上买下的矿山 但当她来到矿坑时 里面却静悄悄的 这里不应该是那种很忙碌的样子吗 挖矿 单运 挑选煤炭 看到今天是休息日 阿浅不解的问起一旁的管事 但管事却根本毫不在意 无奈 阿浅承自己去看看情况 她来到门前 房子里传来一阵说笑声 敲门却无人应答 那她也只能上手去推 可没想到 门就这样被阿浅给拆了 她联盟道歉的同时 还趁此机会看看里面的情况 殊不知 由带头的大哥智郎座发行命令 所有人站起身 准备向阿浅问好 寻然已非要打架的气势 阿浅连帽向带头大哥解释 只要他们家紧干活 嘉义乌一定会把他们的工钱付足 但所有人还是不为所动 不但如此 他们还嘲笑阿浅是一个女人 要谈也得和嘉义乌的掌柜谈 突然来了另外一个主人 而且还是个女人 谁都接受不了 当时在煤矿上工作的矿工们 为了生存 从事着危险的工作 随时都有可能付出生命 而且他们都以自己是 九州男儿而无比自豪 所以阿浅来这里 与矿工们的第一次谈判 可见是并不成功 想要让这帮大老爷们为自己卖命 那可算是难上加难 而另一边的家有屋里 自阿浅离开后 家里安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见 活泼耐不住寂寞 竟跑去看起了相铺 商人们的聚会 没有了阿浅的参加 也是无聊的厉害 而就在这一天 公共正基于五代商讨期间 突然听闻下人说起 关于务兵卫的传言 阿浅的儿子已经渐渐长大 务兵卫失踪了 也有整整两年 但他却依旧没有丈夫的任何下落 而另一边的阿浅 正在和工人们开会 他试图向工人们开工 要是再不开工 那一天得多少损失 但工人们依旧是老样子 他们又骂起家业务的男人们 都是吃晚饭的 还让阿浅赶紧滚回大阪 这些话让他实在忍受不了 想要反驳 整日面对这些粗糙老爷们 阿浅差点要和他们动手 但一个女人 又如何能拿捏住这些男人呢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 阿浅的婆婆突然到阿浅家拜访 她很喜欢阿浅的儿子 便想着劝阿浅带着孩子 到他们家去住 但却直接被堵在草席后的 婆婆装老鼠赶走 这时的阿浅在九州的梅矿 依旧是毫无进展 就都好几天了 可依然没有一个人 愿意尽况赶活 即便被骂被嘲笑 她都没有想着要回去大阪 阿浅还准备写信回家 让他们送一些大米过来 这是准备要在这里常住吗 回住不理解少奶奶的用意 这浪座的妻子兼丈夫 对阿浅如此 实在心有不忍 她便问阿浅带来了饭团 当作赔罪 第二天一大早 阿浅便提起灯笼 想去矿山里一探究竟 因为只有自己了解 矿山里的情况 她才有机会 继续和矿工们谈下去 侍郎坐见阿浅 提着灯笼进了矿洞 瞬间脸色大变 他冲进矿里 直接将阿浅拖了出去 随后便非常生气地 扇了她一耳筐 这一巴掌 可把阿浅给打懵了 这座矿山 可是自己买下来的 难道他想去矿里 看看都不行 这不说还好 一说 就彻底把智郎坐给惹怒了 他骂阿浅是个无知的女人 这些煤炭 可是会燃烧的石头 朝有不顺 就会被烧成灰烬 或者是引起塌方 在煤矿里 生与死只是一线之隔 阿浅突然被骂 虽然感到委屈 但他也认识到 矿井是个危险的场所 他的确不该这么鲁莽行事 随后 他便向智郎做道歉 此事过后 在家的新次郎 终于收到了阿浅的来信 他将自己在九州的情况 全部告知 虽然不顺利 但他依然会坚持下去 还让丈夫不要为自己担心 另一方面 吴代找到了阿出 并告诉了他 物品位在斯丁赌场 经常出没的消息 那种地方不适合女人前去 吴代本想着 陪阿出一起去寻找 她丈夫的下落 却被阿出拒绝 阿出觉得 这是自己的家事 也不好再麻烦伍代 他又自己想办法解决此事 那让他不解的是 伍代为何要帮自己 询问后再得知 原来 他是受阿浅所托 而这时代阿浅 还在想帮设法地 让工人们开工 但依旧如之前一样 毫无进展 他请求智郎做 晚上召集所有工人开会 他还是想和大家好好谈谈 新次郎不在自己身边 也让阿浅感到了 深圳的无助 虽然丈夫整天无所事事 但有新次郎的鼓励 这才是阿浅 前行的最大动力 另一边 阿浅将孩子交给了公公 他一个人战战兢兢的 前往五代所说的内阁赌场 想去寻找丈夫的下路 但他只敢在门外 靠窗的卫视向里看 突然 阿浅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仔细一看 那满脸落腮胡子的人 正是自己的丈夫 吴兵卫 可当他正鼓起勇气 准备去屋里带走丈夫时 一转眼间 他又不见了 夜里 智郎做将手下的工人全部召集 阿浅正在与他们开会探讨 开工挖煤的事 想要说服矿工 开工的阿浅 却被矿工们团团围住 阿浅被工人们安倒在地 正在这危急时刻 五代送给阿浅的手枪 掉在了地上 一声枪响 吓得所有人不敢动弹 看着工人们惊恐的表情 阿浅顺势拾起了手枪 就要与工人们理论 靠着五代走送的手枪为例 阿浅总算把围攻他的矿工们震慑住了 矿工们的妻子听闻了谣传 说是少夫人警告过所有人 如果谁不上宫 就会杀死谁的谣言 夜里 他们便都跑来跪求阿浅 千万别杀他们的丈夫 而在另一边的大阪 吴兵卫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阿浅每天都会在丈夫出没的位置 等着他出现 而这一天 他正好遇见了丈夫被一群人追赶 他便趁此机会 牵起丈夫的手逃到了河边 吴兵卫本以为 只要自己消失 阿浅就会回到自己娘家过好日子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妻子竟然一直都在等着自己回家 并还在守护他们原来那个 破败不堪的房子 原本他就应该嫁给新次郎 在他身边谈骨争 做一个出色的少夫人才对 但现在 他却跟着自己受如此委屈和痛苦 阿浅的人生不应该如此 阿浅听着丈夫说的这些话 已是泪流满面 可他并不羡慕什么奢侈生活 阿浅将务并未带回了家 他看着已经长大的孩子 简直不敢相信 随后 他的父母亲听见声音 也都跑了出来 母亲阿菊 虽然经常对儿子刀子嘴 但是看着儿子能回来 他还是非常的激动 没有哪个母亲 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另一边 在九州的阿浅 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转机 公布管事 就在这时通知阿浅 工人们都愿意下矿采霉了 也就在这一天 矿里突然又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坐着一个豪华轿子而来 满身的跪迹 是所有人都看上了眼 因为担心阿浅 新次郎亲自来到九州 梅矿探望 矿工们对突然来袭的 少掌柜都不敢小觑 但当众人在窗户旁 看着屋里少掌柜的作风时 却实在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随后 新次郎听闻妻子 用枪震射矿工的时候 并告诉妻子 武器虽然厉害 但是他相信阿浅 一定会有 比利用武器 使所有人听话的更好办法 他不必像男人一样 用蛮力解决事情 到了第二天 矿工们终于开始下光干活了 看着工人们一片忙碌的场景 让阿浅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兴奋 在新次郎的启发下 阿浅决定在矿口 召集所有工人 讲解关于煤炭 对于国家重要性的演讲 他拿出手枪放在了地上 并表示 他这辈子 都不会再用这种东西 他又顺势在地上 捡起了一块煤炭 病人真的告诉了所有人 阿浅还说道 最伟大的人既不是矿主 也不是矿上的管事 而是冒着生命危险 下矿外媒的工人 他们完全有资格 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 阿浅这一系列的讲话 瞬间使所有人热血沸腾 但为了让矿工们 对自己心服口服 他又提出 用相扑的方式 与他们一较高下 但阿浅已经很久 没和人玩过相扑了 不知道最后的胜负 到底如何呢 所有人看着 少女夫人提出这种要求 自然都是跃跃欲识 这狼座觉得阿浅是个女人 赢了都可不好意思 他便让管事工部 与阿浅一较高下 在几番比试之后 阿浅很快乐了下风 但在所有人的激励下 阿浅以一个下手头 将工部丢出了圈外 从而赢得了比赛 这狼座倾佩阿浅 不屈不挠的斗志 就此心服口服的同意了 带领工人们 与家野屋合作 就这样 阿浅终于获得了 所有矿工们的信赖 新次郎在这里过了两天后 便准备回去大阪 那一行前 他向妻子说出了 自己为何远离生意场的原因 当年新次郎发小一家的遭遇 让他见识到了金钱的可怕 因为钱 善良的人也会被改变本性 幸福之家转眼间 就会妻离子散 所以新次郎才不愿意插手 钱庄的任何生意 但是新次郎相信阿浅 可以通过生意 为人们创造幸福 所以他才亲自过来 鼓励阿浅 他愿意支持妻子所做的一切 就这样 新次郎在煤厂 过了两天后 就回到了大阪 这也又只剩下阿浅一人 而这时 就在阿浅的娘家京都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的祖父病倒了 好不容易让煤矿乘工运做起来 刚准备回家的阿浅 却接到了祖父病危的消息 衣服都来不及换的他 第一时间冲回了京都 看着祖父躺在床上 和阿浅哭着感叹 还好 还好祖父还活着 另一方面 婆婆也因为阿浅的迟迟不归 从而感到非常气愤 没有等到妻子回家的新次郎 也是失落极了 正在这无聊之际 他突然听闻院子里 阿东的哭泣声 连忙过去看看情况 并拍见安慰 而正巧这一幕被阿梅撞见 他气愤的跑过去 询问阿东情况 原来在一个月前 阿东请求归住管家 写回家的信 终于有了回音 但信件到他这里 已经被雨水淋得不成样子了 零零碎碎的信件拼凑起来 好像是说家里的人出事 刚好新次郎帮他看了一下 信上说的 其实并没有多大问题 上面只是说 他的妹妹去西边外出打工了 所以他才在这里安慰阿东 阿梅听闻此时 因而感到了不满 他斥责阿东总是一惊一战 新次郎对阿东的温柔体贴 似乎让阿东 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阿梅见阿东 看少掌柜的表情后 有些不可思议 他便开始质问阿东 阿倩回娘家的第二天 祖父中正就快不行了 父母亲将三个孩子 全部叫到祖父窗前 看着孩子们全部到齐 祖父是非常的高兴 他感谢儿子和媳妇 为这个家的付出 并叮嘱九太阳以后 别再尿床 他还跟阿初说起 心肠好并不是坏事 如此坚强善良的他 以后也一定不会有事 随后祖父便叫着阿浅 伸手让他过来 他最放心不下的也只有阿浅了 就这样 阿浅和阿初的祖父 在这天安静地走了 刻然尝试 阿浅来到后院 摸着与祖父一起爬过了大树 回忆往西 他与祖父的唱歌声 也一遍遍地回荡在脑海中 祖父的丧事过后 父亲便向阿初阿浅提起 金井家很快就要搬到东京 并且他将在东京 开设日本第一家银行 而正在这时 五代上面拜访 原来父亲要在东京开设银行 是政府跟五代支持的 听着五代兴奋地说着 关于银行的一切 阿浅似乎并不感兴趣 因为他听丈夫说过 钱这种东西真的很可怕 家野屋一路走来 他也见识过 有人为了钱 而家破人亡的样子 像银行这种玩钱的地方 是否真的被人们需要呢 他是越来越糊涂了 面对阿浅的话 五代却认为 他们开办银行 就是为有志向的人 提供资金援助 钱其实也可以救助很多人 两人的谈话 也被请来调研阿浅祖父的 新次郎和公共政绩听到 第二天一大早 两姐妹与母亲次别后 便都回到了各自的家 但阿浅刚来到门前 门外的煤矿招牌顿时吸引了他 这是所有人给阿浅的惊喜 看着这块招牌 也让阿浅觉得 自己在这个家的责任重大 阿浅把家一屋的煤矿部门 承包了下来 他开始比以往更加努力的工作 这时刚好是明治五年的秋天 在东京 从新桥到横滨的铁路 已经开通 国内的煤炭需求是与日俱增 煤矿刚刚走上正轨 作为煤矿的负责人 阿浅只能频繁地来往于 大阪和九州之间 但这也苦了他的丈夫新次郎 前来无事的新次郎 见媳妇经常不在家 也只能频繁地跑去阿初家 看看孩子了 务必外见新次郎天天往自家跑 自然是非常的吃醋 而另一边 在九州的阿浅 也跟所有工人打成了一片 阿浅有时候会亲自进矿 与工人们一起工作 有时也会和矿上的女人们一起吃饭 大家已经和他非常亲近 所有人都还亲切地称呼阿浅 为大解头 但唯独有一个工人 对阿浅总是一副满脸憎恨的样子 他的那种眼神让阿浅感到了害怕 阿浅询问馆是那个矿工的事情 这才得知 他名叫阿聪 也是矿场的工头之一 他管起下面的工人也是一把好手 但这时的阿浅对他并没有过多在意 之后他会做是什么样的事 谁也不知道 每次从九州的矿场回来后 阿浅必定要回去看看姐姐 而这一次 他又听闻了一个好消息 姐姐又再次怀上了第二个宝宝 他惊讶地看了看姐姐 又看了看物品味 简直不敢相信 阿浅羡慕姐姐的同时 又责怪自己不及姐姐半分 姐姐阿初 则依旧温柔地告诉阿浅 努力工作过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别忘了 多制造点机会 与新次郎相处 待阿浅离开后 已经开始全心全意认真工作的物品味 便询问起妻子 愿不愿意跟他一起买块地 好好当个农民 我并未听闻妻子的意愿后 瞬间洗上心头 他开始幻想着以后 他们互拥有一大片土地 再种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孩子们都围着他们叫爸爸妈妈 这才是他的理想生活 只不过 他还要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行 而设在另一边 阿浅与丈夫新次郎的夫妻生活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刚一回家 他就看见丈夫与阿东 有说有笑的场景 看着自己的丈夫 跟陪家丫鬟有说有笑 让阿浅感到了心痛 聊天的几人 全然不知少奶奶正在身后站着 阿东突然发现了小姐 便快速逃离了这里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丈夫站起身 对阿浅说的 也满是夸奖阿东的话 并表示大家都喜欢他 阿浅听闻此话 虽然伤心 但还是抢颜欢笑地回应着 这天 阿浅母亲因为马上要搬离京都 而放心不下阿浅 便跑来家也无看望 在与亲家聊天后 母亲这才得知 阿浅整日忙于工作 因而长时间不在家陪新此囊后 大吃一惊 事后 母亲便向女儿指出 为了守护家族努力工作虽然伟大 但是这样的阿浅 是没有作为妻子的自信的 母亲又再次靠近阿浅 女性温柔的一面 也千万不能忘记 随后母亲又拜托阿浅 希望她能帮自己办件事 就是把金锦家 在和歌山的土地地契 转交给姐姐阿浅 她希望阿浅的婆家 能够在新的土地上 开始新的人生 这也是母亲和父亲 给阿浅的最后礼物 母亲交代好一切后 刚准备离开 这边阿浅叫住 她将母亲给自己的地契 还给了母亲 她也听完阿浅说的一切 但她还是坚决不肯收下 见姐姐如此倔强 阿浅突然想到了 五代所说的银行 银行就是为那些 有志向的人提供资金援助 父亲就是开银行的 她说夫姐姐把这块地 就当作是跟父母亲借的 当以后努力工作 让这块土地的价值翻倍 再把钱还给父母亲 毕竟现在他们的孩子也多了 再让他们挤在一个破房子里 又怎么行呢 有了阿浅的劝说 妈祝随生还是收下了地契 并表示以后 一定会把钱还给父母亲 几个月后 阿浅找到了公公 她想与公公商量 重新进行银行的事 而在同一时刻的京都 阿浅的娘家 已经收拾好所有的行李 准备上路 他们最终还是要离开 这个充满回忆的京都 时代变化之快 许多人都把月带头捡去 留上了轻松的短发 阿浅还是一如俱往的 去商人聚会厅开会 并顺时了解一些时代的发展 和一些商业知识 这时 阿浅的父亲 予以改名为 中四的弟弟九太郎 在去京都的途中 顺路来看望阿浅 他们也捡去了月带头 这让阿浅着实看啥了眼 难道这也表示 一个时代将要结束了吗 就这样 仅仅家的异行人 都出发去了东京 而另一边的阿初 也一直没好意思 跟公公婆婆说起 母亲送给自己地契的事 他不知道如何说服大家 都搬家去和歌山主 另一边的阿浅 再次和公公谈起 重建银行的事 但公公却认为 现在的时机尚不成熟 其实阿浅也明白 他们刚刚买下了矿山 难免会有资金不足的时候 现在确实是自己欠缺考虑 但他就是会忍不住 想起无代诉说的话 无代经常会给家业屋 带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在这个时代 整个国家都在 一如影可见的速度 奔向新时代 而阿浅的冒险 已才刚刚开始 阿浅依旧在九州和大阪之间 两头忙着 大阪的商人们 也都戏称阿浅是家业屋的 第四个儿子 跟随经济的发展 无代已经掌握了很多矿山 他被所有人称为矿商王 现在的他 已经成为大阪的代表性人物 并又增加了五间公棚 这说明了他的煤矿经营状况 确实不错 阿浅时不时的 就会来聚回听 跟无代取经 虽说从小被人称为男孩子 但现在长大了 听着别人依旧如此称呼他 就感觉不一样呢 无代安慰阿浅 这个国家对男人和女人的定义 已经根深蒂固 要是他是他的丈夫 就绝对不会 让他感觉到如此丢人 阿浅不明白 无代用英文所说的意思 自然也没有过多在意 下野屋因为阿浅精英的 没款生意 定义的债务 也正在一天天减少 新次郎看着 每天在书桌旁睡着的妻子 甚是心疼 每次他都会轻轻抱起阿浅 也把他放回床上 而另一边 姐姐阿珠终于还是鼓起勇气 把母亲借给自己土地的事 告诉了吴兵卫 吴兵卫看着地气并没有生气 反而非常感动 岳母对自家的帮助 他以后也一定会加以报答才行 而这时的阿浅 又出发去了九州煤矿 阿浅的煤矿刚刚走上正轨 却又遇上了问题 在九州煤矿 闺住报告阿浅 工人们干活都很卖力 但只有阿聪带领的组 采煤量学很少 而且他对手下工人的抽成 也特别厉害 还曝光这些 空工们采绝食的工具 毛巾 总是富裕不起来 阿浅为了改变这一现象 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 他决定实施一个计划 他开始与管事和制狼座商量此时 以后哪个组的矿工挖迷最多 就给这个组的矿工们 发同样多的奖金 奖金不再通过工头给出 直接由家野屋发帮到矿工们手中 这样下来工人们完全就有机会 通过自己的努力富裕起来 还有以后矿工所有的必需品 由家野屋统一进货 再以最低的价格卖给工人们 但阿浅的这一决定 让工不管是直呼不妥 如果规矩改了 工头们是不会同意的 那么矿里肯定又会有人闹事 这关乎于工头们的饭碗 看来阿浅准备对煤矿进行改革 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地进行下去 另一边 吴宾卫正在与父母亲商量 要举家搬去和歌山当农民的事情 但母亲听闻此事 却就此大发脾气 不管公公和吴宾卫如何好严相劝 婆婆还是坚决不肯搬去和歌山 一家人也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吴宾卫气愤地跑了出去 从出生起 她就什么都替母亲的 她发誓这一次 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在九州煤矿 阿浅向归住诉说了自己的苦恼 她感觉自己离丈夫越来越远了 其实她又何尝不想待在丈夫身边 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女人呢 那能她看见这些煤矿工人 靠着自己努力工作 却都不能富裕起来 她就感觉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自己去做 她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只能委屈丈夫了 可再这样下去 她应该也没有资格 再做她的妻子了吧 此事过后 阿浅每天都会跟工人们一样 起早贪黑地干活 并试图跟他们沟通自己的想法 让他们重新拥有梦想 这一天 她再次召集所有工人开会 阿浅决心改革煤矿的奖励方式 多劳多得 奖励直接发到工人手中 不再通过工头 生活物资 也由家野屋评价卖给工人们 并将此事向旷工们做了说明 这些话让所有工人都有些动摇 但以阿聪为首的工头 却坚决反对 在她的鼓励下 工人们也不敢再支持阿浅的方案 媳妇经常不在家 让辛子兰感觉到了非常的寂寞 她又一个人提示钱袋 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 看着街上恩爱的夫妻 都开始让她羡慕不已 另一方面 大九宝利通来到了大阪 她相信五代回东京 担任大藏青 让她留在大阪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那个 一直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女人 阿浅在九州依旧努力地干活 她的全身已被眉粉染黑 她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如果想和大家拉近关系 那就必须亲自体验工人们的生活 阿浅是这么想的 阿浅每天与工人一起干活的同时 还在明知是工头反对的情况下 并坚持和每个工头对话 但这也和自己预想的一样 工头们的反应并不理想 但是经过阿浅长久以来的坚持 渐渐地 开始由矿工理解了阿浅的想法 经过阿浅的反复权说 反对他计划的人 开始一个个减少 最后终于只剩下阿聪那一族人不同意了 阿浅的规划可以说给工人们 带来了更多的干警 没矿里的工人们 也享受到了阿浅带给他们的福利 但却唯独少了阿聪手指下的工人 而在另一边 沐冰卫收拾好行李 准备出一趟远门 沐冰卫的这一举动 可把阿厨给吓坏了 他害怕丈夫像上次那样一须不归 他眼含泪花 祈求丈夫为自己留下 阿厨失落地回到屋里 已经对他非常刻薄的婆婆 竟变了些样子 阿厨摸了摸肚子 也只能默默祈祷着 自己的丈夫能够快点回家 新次郎与阿厨因为配偶远行而同病相连 每晚他都只能谈着三位线 来发泄心中的孤单情绪 当今早刚刚回家 他就听闻一阵 类似于阿浅的谈话声 原来只是阿厨 新次郎和阿厨也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 他帮阿厨背上背搂 准备送他回家 两人在路上聊着各自配偶不在家的苦楚 他们都被留在家中 寂寞孤单去无人办 阿厨听闻新次郎说 又突然想起了他母亲跟自己说过的话 如果自己当初嫁的是新次郎 他们的生活是否又会不一样呢 阿厨被新次郎叫醒 才明白自己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 他慌忙夺过自己的背楼 认为一个人回家 殊不知 阿厨将意外掉入河中的新次郎 带回了家中 连忙帮他整理衣物 他们的亲密举动 却被刚刚路过的一个老婆婆 当成了恩爱的夫妻 另一方面 阿县在酒中煤矿 勉强自己拼命工作 煤矿上的女工们都劝他注意休息 偶尔也要回去大阪 多陪陪自己的丈夫才行 但阿县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坚决不肯离开 没况改革是自己提出来的 现在才刚刚开始 大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 奋斗努力着 他又哪有权利任性呢 赤梁座听闻阿县所说 直骂阿县是个只为别人着想的笨蛋 阿县第一次听说 酒中男儿 竟是用笨蛋来夸奖人的 因为他们是个粗人 也不懂得如何表达 只能用粗话来代替自己的情绪 但在妻子和所有女矿工的鼓励下 以赤狼座为首的矿工们 终于跟阿县说出了自己的心灵话 从之前要动手打人的矿工 再到现在的转变 成功让龟柱和阿县感动得哇哇大哭 自己的辛苦付出总算是没有白费 这一天晚上 也是阿县睡得最沉的一个晚上 他仿佛做了一个梦 五代突然来到了自己的矿场 说自己是一只不畏惧艰难险阻的领头企鹅 说完便转瞬即逝 当阿县追出门外时 他明白这并不是梦 虽然五代来的时间很短 但却成功让阿县更加的勇气倍增 在回大阪前 阿县特意到公棚 向阿聪表示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但阿聪还是一言不发 当阿县准备离开时 却呼听了阿聪问到新次郎的近况 让他颇感惊讶 阿县一边担心着阿松的事 一边起程回到了大阪 阿县回到家野屋 兴奋的第一时间 跑去见了自己的丈夫 因为阿县错过了新次郎的御医取会 公共铺利允许金次郎 在家给阿县谈三位线 就这样 阿县跟丈夫度过了一次难忘的夜晚 他又再次迎来了新的一天 而在另一边 阿县的丈夫务兵未回家了 他跟阿县带回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那是一个金灿灿的橘子 原来他是去往和歌山考察地形去了 另一方面 公共政绩召集了所有人 公共政绩要让出家野屋的财产控制权 并指明了要让三儿子容三郎 作为家野屋的继承人 他表示自己想要退居二线 跟老婆子想想轻浮 此事过后 阿县因担心公共的身体情况 便想问问婆婆 他不解公共为什么会突然想要退居二线 婆婆也觉得让三儿子接班会有点早 但现在也是时候让老头子想想轻浮了 婆婆表示 他的身体并无大爱好 这才让阿县放下心来 正极宣布隐居之后 家野屋一片忙乱 一个月后 家野屋将要举行成命仪式 这是在新掌柜继任时准备的仪式 这对家野屋来说是最重要的时刻 而阿县也需要在后台全面掌控 他要把家里的女佣全部调动起来 让这个隆重的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作为家野屋的女主人 这也是他第一次挑战操办这种大型活动 而这时的阿厨正在幸福地品尝着 丈夫带回来的橘子 因为母亲一直不同于搬去和歌山 还好说服母亲 但和歌山的那片土地确实挺硬 不适合种庄稼 周围的农民把那座山的树全都砍了 专心种果树 和歌山和大阪不一样 周围都是山地和大海 但那边引连四季都很温暖 而这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橘子生长 吴宾卫习求母亲去那边重新开市 但母亲却依旧如此 还是坚决反对 阿厨支持丈夫吴宾卫 作为农民再出发的想法 便想劝婆婆听听丈夫的建议 这是阿厨第一次这么大声跟婆婆说话 他用心地跟婆婆说 自己的官人绝对没有婆婆说得那么懦弱 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他了 丈夫这次选择的路 绝对是为了这个家好 阿厨其叫婆婆就破置疑似里 听听丈夫的意见 也请婆婆相信他一次 婆婆听完媳妇所说的话 跑了出去 吴宾卫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他自己都不知道 山王四家破产 也不能全怪那个孩子 公公拍了拍婆婆的肩 劝他就相信孩子一次 婆婆一边点头 一边埋在丈夫怀里痛哭 屋里 吴宾卫温柔地牵起阿厨的手 感谢他这么信任自己 殊不知 没说几句 公公便带着婆婆走进了屋 吓得吴宾卫连忙抱起孩子 找起了话题 但更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 公公在一旁发话了 就这样 在新的起点决定之后 阿厨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很快 吴宾举办成名仪式的日子 如期举行 大阪的商人全部聚集一次 而这时 阿县的到公公的临时通知 成名仪式 阿县也需要盛装参加 成名仪式是作为商人最重要的仪式 让阿县这样一个女性 一起出席是前所未有的 阿县与嘉宾的男人们一起盛装出席 但当他刚一出面 就被所有商人议论 一个女人怎么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仪式 但五代却说 阿县也是嘉宾的重要决策者之一 他坐在那个位置一点也不奇怪 五代都这样说 其他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在成名仪式当天 政绩发表了一份演讲 并把阿县与新户人新次郎一起 作为新嫁与吴的中流砥柱 介绍给众人 在仪式结束后 阿县忽听恩阿梅说起 姐姐还有三天 将举家搬去合格山 突然听闻姐姐要离开的消息 让阿县瞬间沉浸在离仇别墅中 这时婆婆与公公走了过来 为了让姐妹俩好好告别 她提议让阿厨来家里住 为了让阿厨没有顾虑 他们老两口决定去拜访玉利 也正因为有阿县经营的煤矿生意 家与吴签玉利的钱 现在很快就能还上了 所以趁现在 她已退居二线 无事可做 正好带着老婆子去逛逛 趁他们不在家 他们两姐妹也可以好好聊聊 趁公公与婆婆的好意 阿县请姐姐去家与屋住 但看着妹妹这么出色 治安阿厨感觉到有些不好意思 也觉得不合适 而这时的九州煤矿 由于带头大哥 智狼做的劝说 阿松那组人终于开始下垮麻眠了 看到这个好消息 阿县也舒心了不少 但当他想起离开九州前 阿县问候新次郎的话 却又让阿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晚上 新次郎与吴炳卫喝起了酒 新次郎觉得 如今的吴炳卫 比当少东家时成熟了不少 其实他这样全部是受阿厨的印象 还记得当初 亲子掉进了锦里 他差点被吓死 当初从黑暗中被拉甩的人 也许是自己 随后 吴炳卫又对新次郎说起 自己在大阪还有个未了的心愿 也许新次郎能帮助自己 这天公公与婆婆都出发去了奈良 而这时 还有一天 也是吴炳卫一家 准备离开大阪的时候 阿厨也带着孩子来到了家野屋 准备与妹妹度过 在大阪的最后一个晚上 在阿前与阿淑闲聊的同时 新次郎便在另一边 带着兰芝柱玩耍 他希望兰芝柱再叫自己一次爸爸 可他只是呆呆地看着新次郎 一句话也不回应 随后新次郎又告诉兰芝柱 他马上要当哥哥了 男子汉就要保护好妈妈 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还没说完 龟柱却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说什么三位线 新次郎赶紧将孩子脚给拉出 便急急忙忙跑了出去 这雷厉风行的速度 肯定又是和那个性感的美女老师 谈三位线去了 阿浅吃素地说道 其实这时的美和老师 正在与五代谈论着一些事情 因为上次听闻五代 与大九宝大人聊天 说想找一个让大阪商人 无拘无束聚在一起聊天 而且还可以交易的场所 所以他想请求五代 把这件事交给自己来做 他也想做五代口中所述的那只 领头企鹅 阿浅与姐姐谈论着五代 聊着所有 他们回味着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 比如父亲与弟弟 捡去月带头的事 还有橘子和大白萝卜的事 他们就一直这样地聊着 没有间断过 而另一边的兰芝柱 却饶有兴趣地挽起了阿浅的算盘 阿浅追进了屋 开始斥责儿子 不许随便浪玩别人的东西 突然 他又看见儿子手中拿着的 竟是阿浅小时候当宝的算盘 想一想 那时还真是让人怀念呢 阿浅看着兰芝柱拿算盘的手势 断定他可能是个喜欢做生意的了 最后 阿浅搬出自己的骨针 在离别前 他想再听姐姐谈一次 阿浅刚想拒绝 新次郎催在这时 抱着一件东西 急匆匆地跑回了家 原来当初 山王私家破产 阿浅陪家的针也被卖掉了 乌冰卫便拜托新次郎 找回了阿浅的针 阿浅看着自己的骨针 笑得格外温柔 在众人的请求下 阿浅还是同意与妹妹 再弹奏一次 在家野屋外 乌冰卫听着 里面传来妻子的弹奏声 百感交集 新次郎要求阿浅 把这张骨针带去和歌山 阿浅本想拒绝 但想着 这是丈夫和新次郎的心意 便就此收了下来 在新次郎准备离开时 阿浅叫住了他 有件事他一直很在意 所以在离开前 他必须要问个明白 为何当年他选择了阿浅 而不是自己 新次郎便跟阿浅说明了原因 在小时候 他经常听闻父亲说起 骆驼这种稀奇动物 他的背上有两个驼峰 他一直想去看看 骆驼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经常会把母亲 吵得不可开交 那时 他又正好与父亲去往京都 结果看到一个小女孩 头上竟顶着只青蛙到处跑 那个女孩就是阿浅 当时他看到这个场景就在想 虽然没看到骆驼 但看到这个女孩 也算是看到奇葩了 如果真问他选择阿浅的原因 那大概就是这个了 也因为自己的不学无数 新次郎担心 有一天阿浅会抛弃自己 阿渍子笑笑回道 两姐妹在大阪的最后一夜 终于还是来临了 待蓝蜘蛛睡去 两姐妹便躺在床上 回忆往昔 这是时隔十几年之后 他们才有机会睡在一起 但阿浅只要一想着姐姐将要离去 他就特别伤心 看着妹妹如此 阿淑终于对妹妹说出了 埋藏在心里好久的话 一直以来 他都非常嫉妒阿浅 他可以说到最爱的人的情书 还可以得到爷爷最好的宠爱 还可以睡在这么好的被子里 阿浅听完姐姐说的这些话 有些不敢相信 从小到大 都是自己嫉妒姐姐 姐姐竟然还会嫉妒自己 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 随后 阿浅安慰起妹妹 她现在已经不再是个熊孩子了 就算是自己不在她的身边 她也依旧可以干得很出色 即便自己现在离开 她也放心了 越听姐姐所说 阿浅就越觉得难受 她快速拉起被子 背对着姐姐 她不希望姐姐看到 自己哭鼻子的样子 阿浅则依旧温柔地 拍了拍阿浅的肩膀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 阿浅在展览支柱 并跟随丈夫出发去了和歌山 阿浅下次再与姐姐在大阪相见 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时光流逝 转眼间又过去了好几个月 阿浅依旧在九州煤矿忙碌着 阿浅还一个人偷偷跑去 看了蒸汽火车 她还将火车的样子 画在了纸上 并兴奋地跟女工们分享此事 而且在这一时 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却发生在了阿浅身上 与丈夫结婚十一年 她经历了婆婆要为丈夫纳气的苦楚 为了煤矿 也经历了和丈夫长时间的风隔两立 本因为自己不会怀孕 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时候怀上 身在大阪的新次郎 受到了闺住报喜的信侯 欣喜若狂 全家人都喜极而泣 并期盼着阿浅能快点回家 在家也误举家开心的时刻 但唯独一个人 却有着别样的情绪 那个人便是小姐的陪家丫鬟 阿东 听说阿浅有了身孕的喜事之后 店里的人都在热衷于谈论此事 婆婆则逢人就开始炫耀 青次郎更是离谱 竟为孩子想起了名字 而在一旁的公公 便早以为还未出事的宝宝 买好了玩具 一家人的喜悦之情 这天青次郎收到了媳妇的来信 他认为在九州的工作还没有整理好 决定暂时不回答吧 听闻这个消息 让所有人的喜悦之情瞬间少了一半 另一边 在九州的阿浅 因为担心阿聪那一组人出什么幺蛾子 所以才没有回家 因为阿浅不能下款干活 反而让阿聪高兴了不少 他似乎在跟手底下的工人们预谋着什么 阿浅收到了姐姐的来信 上面写着恭喜他怀孕的同时 还写明了自己一家人在合格山的状况 他们一家人终于开始适应了新的生活 老二养之助已顺利出生 他也在健康的长大 男之助已和山里的孩子打成了一片 他们在合格山一切都好 完全不用担心 并让阿浅帮他向家有问好 而在另一边 新次郎也收到了阿出的来信 他在信上写明了自己怀孕的时候 虽然没有什么妊娠反应 但母亲怀他们的时候 反应却非常严重 也不知道阿浅会不会遗传母亲 所以请新次郎一定要注意阿浅的身体状况 公公婆婆每天都会站在门外 等着阿浅的消息 却依旧毫无所获 两人在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公共政绩还是憋不住 令到店里直接吼出了声 突然他又似乎看见救星一般 直指阿梅 老两口希望阿梅亲自跑九州一趟 将自己的儿媳妇带回 就这样 新次郎和阿梅在所有人的目送下 前往了九州煤矿 新次郎这次的表现 可以说让全家人都刮目相看 阿浅可以变得如此威风凛凛 但新次郎真的如此吗 而另一遍的阿浅 正如姐姐所说 她的妊娠反应 可以说是非常严重 孕吐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正常生活 她整天不是在吐 就是在吐的路上 什么都吃不下的她 只能整日虚吐地躺在床上 但像阿浅这种反应严重的孕妇 除了咬牙坚持以外 也别无她法 今次郎跟阿梅 搬了好久的路 她终于抵达煤矿 来不及客套 她便兴奋地冲进屋里 就开始抱着阿浅 胃流满面地对她说 但没想到 阿浅闻到丈夫头发上的发焦味 就特别像脱 好在新次郎为阿浅 带来了姐姐种的橘子 橘子那种清新好闻的味道 瞬间让阿浅好受了些 阿梅来的第二天 她就开始为阿浅收拾好了所有行李 她向老爷夫人发过誓 就是脱也要把阿浅脱回家一屋 而在门外的新次郎 正在听龟柱说 阿浅不肯回家的原因 龟柱指了指公头阿聪 对 就是因为她 当新次郎看到阿聪时 似乎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她到底是谁 阿浅饱受人身反应的折磨 所以根本没办法知道阿聪的计划 第二天 她与龟柱和公头们交代好一切后 便跟随新次郎回到了大阪 公公婆婆看着如此虚弱的阿浅 甚是心疼 他们便找到了大阪最好的针灸大夫 为阿浅治疗 阿浅的人身反应 又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季节交替的时节 她的症状才逐渐缓和下来 阿浅怀孕五个月后 她也终于熬到了 树袋仪式的这一天 缠腰带呢 有两种说法 一是可以防止孕妇受寒 二是可以保护 逐渐隆起的肚子和腹中的胎儿 现在已经到了炎热的夏天 大部分人都已经剪去了月带头 留上了清爽的西式发型 这也成功让新次郎有所动摇 随后在东京的金锦家 也为阿浅送来了最好的补品 父亲所创建的银行 马上就要开业了 孟宫知道 只要金锦家的银行开业 其他的兑换商 也会七二连三的变成银行 其实阿浅三年前 就他自己说过 只是自己没有同意 到现在 家业务也是空凭着一块兑换商的招牌 毫无价值 想不想继续 足足备备传下来的金融事业 还给众人做出抉择 此后 荣三郎被宇彦柱讨论此事 并想问哥哥的意见 殊不知 新次郎早已被别人的 新式发型吸引 他表示 自己不会在意 家业务以后的发展方向 并让荣三郎自己决定 随后便提出钱袋 跑出了门 这天 伍代来到家业务探望阿浅 两人谈起了 之前去过的米会所 但大阪的米会所 已经没有了 往日的繁荣景象 为了大阪的经济 伍代决心让那里 重放光彩 阿浅听着伍代所说 感觉自己右边的 热血沸腾了起来 只不过可惜了 现在的自己 可什么都干不了 时光流逝 长眼睛已经到了秋天 发现的肚子 可以说是非常大了 新次郎和弟弟 荣三郎终于解掉了发剂 换成了清爽的 稀释发型 对于他们的新造型 发现是大加赞赏 只有退居二线的 公公重疾 还在一个人 坚守着月代头的 最后岗位 老两可天天 如小情侣般的 跑出去逛街看戏 不过这对恩爱的夫妻 几天后 也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吵架 阿浅因为公公正级 要西医皆生 婆婆于衣 要找皆生婆 这成功让阿浅左右为难 预产期也越来越近 阿浅便告诉丈夫 新次郎 宝宝的安全第一 所以两人便商量着 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以安全第一 这个出发点 将正级推荐的 拥有最新医学知识的医生 和于衣推荐 经验丰富的产婆 都请来了家业务 他们将共同帮助阿浅生产 两人在问阿浅诊断过后 便共同推断出 邵夫人家在十天后生产 但正在这举家欢乐的时刻 公公正级却出事了 看着平时很正常的公公 变成这个样子 让阿浅吓了一跳 他准备叫丈夫过来帮忙 可没想到公公却叫住了阿浅 此时过后 婆婆找到了阿浅 他握着阿浅的手 请求他顺利生下孩子 好让公公见孩子一面 阿浅便坚定地应用了下来 此时的家业屋 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同时阿浅也到了生产的时刻 全家人正在焦急地祈祷着 阿浅能够顺利地生下宝宝 在所有人的期盼下 阿浅终于顺利地生下了一名女婴 新次郎兴奋地冲进产房 就被众人轰了出去 在产婆和佣人 帮阿浅和宝宝整理好一切后 众人纷纷激动地冲向床前 围观议论着 宝宝长得到底像谁 公公婆婆因为太高兴 孩子抱了好久都不愿意放下 我不跟阿浅道歉后 便直接将孩子交到了儿子手中 也是时候 让他们一家三口单独相处了 新次郎盼了十几年的孩子 终于还是来了 他温柔地抱着孩子 对阿浅说着 要谢的话 阿浅哥们就听见一阵稀稀利利的雨声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这一场雨 可比阿信生孩子的那场雨 下得温柔了许多 公公从房间出来后 就开始拼命为孙女小名字 终于在三天后 正继思索再三 给孙女取名为千代 寓意是千代繁荣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阿浅忘记了工作 他专心照顾着千代 可恢复自己的身体 但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阿浅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他想努力补回 休息这段时间 落下的工作 而新次郎子宝宝出生后 就变了个样子 他突然就再也不往外面跑了 专心在家照顾着孩子 阿浅因为长时间 没有去九州煤矿 想着抽时间去看看 他总觉得 煤矿这段时间太过顺利 有点不太平常 正当阿浅准备 跟家人商量这个事实 另一边的九州煤矿 却发生了重大事故 就在这天夜晚 只能坐提着酒瓶 准备回家睡觉 突然他看见了一群人 正在鬼鬼祟祟 在煤矿进进出出 但所有人走完后 他便一个人进矿 查看情况 可没想到 却在这时发生了爆炸 智郎座被埋在了煤矿 生死未卜 归住听闻爆炸声 惊慌失措地跑出门查看 这才得知 智郎座在煤矿发生了意外 而在这时的阿浅 正在与丈夫 谈论着开办银行的事 因为新当家如三郎 不同意开办银行 阿浅便在想多赚点钱 然后在得到大掌柜 烟住的支持重开银行 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这个愿望已经破碎 还希望通过煤矿来赚钱的阿浅 却在这时接到了通报 九州煤矿发生重大事故 得到此消息的阿浅 希望马上前往九州 去解决这件事 而且他还准备带上孩子一起 但新次郎觉得 妻子的这个决定并不妥当 以没有后顾之忧的阿浅 准备一人前往九州 前来报信的福太郎 准备陪着阿浅赶回去 但阿浅却坚持让福太郎留下休息 临夜赶路他肯定会受不了 但一个女人起码通宵夜行 指定不行 要是遇上了山贼该怎么办 正在众人为阿浅担忧时 五代赶来了夏野屋 因为有人报告他 说夏野煤矿的上空有烟生起 他怕发生了什么意外 面前来探探消息 既然阿浅要前往九州 那他愿意陪着一同前往 他也是矿山的经营者 或许他能帮得上忙 但这件事确实太大 阿浅不想再麻烦五代 刚想拒绝 新次郎去访问了 妻子 就这样阿浅并跟着五代 连夜出发去了九州 看着哥哥一个人抱着孩子的落寞身影 容三郎逼在一旁 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他问起哥哥 嫂子和五代孤男寡女的前往九州 就不怕出什么事 而新次郎却这样回答 但阿浅和五代感到没矿时 所有工人正在灭火 五代便前往矿口查看情况 阿浅则去安抚智囊座的妻子 可就在这一时 阿松带领手下的工人 前来闹事 矿山发生了事故 这里恐怕要关闭一段时间 如果挖不了梅 他们连工作都没有了 那嘉乙屋又该如何处理此事 是不是就该抛弃所有工人呢 但阿浅又怎么会这么做 即便阿浅说了嘉乙屋 恢复全部责任 但阿松依旧不依不饶 他斥责阿浅定下的规矩 谁挖梅最多 谁拿的奖金就多 才搞得工人连夜下矿挖梅 从而发生意外 正在几人争执不下时 吴代在矿里发现了一次线索 他觉得这并不是一起 普通的冒顶事故 他在矿道内发现了火药 从而断定 这就是有人刻意为止 正在阿浅气氛的同时 吴外觉得这时 传来了一个 可以让所有人开心的好消息 智郎座被工人们救了出来 带头大哥的平安脱险 是大家都非常高兴 还好智郎座对矿道非常熟悉 在矿里爆炸前 他及时躲进了一条知向 才得以逃过一劫 夜里 吴代就跟阿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如果是有人在矿坑里埋了火药 只相当于犯罪 就应当报警处理 但阿浅就觉得 现在的煤矿应该是尽快恢复采矿 而不是寻找犯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工人们安心 既然阿浅心里有了这个想法 吴代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不过这次 也算是他欠了自己一个人情 等回到大阪街的环上 吴代说完 便在当天夜里赶回了大阪 家野煤矿出现冒顶事故后 政府的人便派人来对该事故做了调查 警察认为 矿工们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奖金 有了贪欲 才最终引发了冒顶事故 便对阿浅严加问责 安顿好一切的阿浅又回到了大阪 但等待他的 将又是一大堆债务 这次冒顶事故的上后处理 还有带头大哥的慰问金 以及矿工们的补偿金 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现在的家野屋 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来支付矿工们 容三郎说道 而大管家燕柱也在一旁说着 如果借钱支付了矿工们的补偿金 那今后矿里的上后处理 也是费时费力 而且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让煤矿再次开工 如果这次平安度过 那后续再发生什么事 家野屋可能就真的晚了 燕柱还就此劝劫阿浅 趁此机会放弃这座矿山 阿浅本想着把煤矿生意做好 再重新开办银行 可没想到 又要让家野屋债台高筑了 他自责自己没有管理好煤矿 才发生了这次的事故 新次郎看着妻子如此伤心 便安慰到 人生要是没有失败 可就一点都不好玩了 要是一直赢 这世间的人 也不会明白什么人情冷暖 古人有句老话 七到八起 现在的他才哪到哪呀 听着丈夫安慰的话 阿浅的心里才好受了些 是啊 自己还没摔过七次呢 他可不想就这样认输 第二天一大早 正极便找到燕柱 谈了自己的想法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不能放弃九重煤矿 煤炭今后 必将成为嘉义屋的基石 也可以让嘉义屋的下一代 安整无忧 光靠阿浅一个人努力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让新次郎和荣三郎 去九州也没有用 他太明白两个儿子的性格 能守住那座山 让他继续恢复运营 还得燕柱亲自过去才行 而这也算是 自己求他的最后一件事 哪怕是自己死了 燕柱不在自己身边 他也会安心 听闻这是老爷的最后诉求 燕柱还是决心 去往九州收拾残局 安排好嘉义屋的一切事宜 与所有人告别后 大管家燕柱 独身一人 便前往了九州 一到煤矿 他就认出了阿松 乃是嘉义屋前任掌柜之子松造 而另一边 正吉在燕柱刚出发不久 却就此病倒了 连续睡了三天后 正吉才清醒过来 他且一边照顾女儿千代 还一边陪着婆婆看护公务正吉 为了多陪陪孩子 他又背上了千代 出门买菜去了 也正好去帮公公 找找治疗心脏病的药物 阿贤回到大阪 在为人妻为人母的这段时间里 大阪这座城市 文明进步的脚步 也在稳定的进行当中 在不知不觉中 阿贤又背着千代 走进了商人聚会厅 他正在猜想着 今天会讲些什么事 一群商人 却在这时都跑过来嘲讽阿贤 而千代也在这时哇哇大哭 很想来听听大阪的商业发展 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 正当阿贤准备离开时 五代叫住了他 他问起阿贤是否追查到了 在煤矿搞不坏的犯人 阿贤则表示 自己不愿意随便怀疑别人 但五代却郑重地提醒他 作为管理者 有时候必须要无情点才行 而不是作为一个伪君子 五代所说的话 似乎刺中了阿贤 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此时五代的心情 其实非常复杂 这是正式明治十年 鹿尔岛的一些不满政府的士族 在西乡龙盛的领导下造反了 引发了所谓的西南战争 明治政府的带头人 即是五代的知心朋友 大旧宝利通 陷入了不得不和二人的家乡人 萨摩人开战的境遇 正在阿贤琢磨着五代所说的字面意思时 龟主竟兴奋地从九州煤矿回来了 他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为大家报告了九州煤矿的事情 煤矿那边 自从有了大管家烟柱 坐手阵地 所有人都特别听话 大概是长得比较凶 听闻九州煤矿的工作进展顺利 才让阿贤放下心来 夜里 郑继跟于也谈起了以前他们一起走过的路 要是两人再过去走一次 那他也就死而无憾了 于也则背过身子 偷偷抹泪 他又怎么能不明白 老头子现在的身体 已经不能再周车劳顿了 而另一边 薇柱又偷偷召集了家里的当家 并告诉了他们一件不好的消息 一直支持阿贤 理解阿贤的公公 终于还是一病不起 所有人不愿面对的这一天 还是来了 在外带孩子的阿贤 被新次郎叫到了礼物 全家人都在公务场间守着 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悲伤的气息 那种萧瑟的胃是不言而喻的 阿贤将孩子抱到公公床前 希望公公能够再看看孩子 于也将郑继扶起身 他虚弱地看着孙女 眼里满是不舍 随后 郑继又看了看容三郎 并希望他能早点结婚 虽然自己已经尤禁灯枯 但把儿子的婚事交给老婆子 他也放心了 他希望于也能代替自己看着儿子 结婚生子 郑继又突然轻声唤起阿贤的名字 最后 他用尽全身一丝力气起身 俯在阿贤耳边说道 随后郑继又支开所有人 他想再跟老婆子聊聊 带孩子们离开后 郑继躺在于也腿上 跟他说着对不起 他遗憾自己 没能带着他再去一次衣食神宫 他们又回忆着年轻时去过衣食神宫所走过的路 那可真是美好呢 郑继还是没能再熬几年 他最终忍痛 在最爱的妻子怀里失事 郑继的离世 使家业屋的所有人 沉浸在悲伤之中 久久不能平复 亲人失去痛离别 苦为人之失短袖 不知何时再相见 天上人间 月满花 生命中左右那么一段时光 充满不安 可是除了勇敢面对 我们别无选择 郑继的离世 也预示着家业屋一个时代的结束 迎来了新的一天 阿浅默默看着公公曾经工作的地方 回想着公公离世前对自己说过的话 他也就此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家业屋重放光彩 郑继的葬礼在寺庙里举行 大家都聚集于此来祭奠郑继 在九州煤矿的燕柱 也收到老爷已离世的消息 虽然银还没能见到老爷最后一年 但想着这是老爷生前的心愿 他也无悔了 加紧修复矿道 让工人们重新恢复财矿 这才是燕柱对老爷最好的报答 正级的葬礼后 阿浅又哭了三天三夜 他又整理好心情 更加努力的拼命工作 而且他还准备把千代带去九州 却不曾想 国布和新次郎还是坚决反对 阿梅还是经常的劝告阿浅 现在有孩子不一样了 母亲长时间不在孩子身边 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并让阿浅以后再节制一点 但阿浅却直接回到 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和男人做同样的事 这个时代对女性的偏见较大 但她就是要破例打破常规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守护好家野屋 还是她要做的 即便被所有人嘲笑 她早晚也会把女性 独有的经商之道 给拓展出来 另一边 婆婆因为反对阿浅 带孩子去九州 也是疑心不忍 她总觉得自己 对阿浅所说的话太过严苛 所以她正在与招财猫 自言自语的对话 就算在与政绩讨论一般 阿浅还是在大阪和煤矿之间 频繁往来不得闲 时间就是要一天天过去 这次阿浅又回到了大阪 刚一到家 她就听温柔三郎说 哥哥正在聚会厅 与五代有钥匙商讨 他便跟着去了聚会厅 看看情况 阿浅听到一个 让她意想不到的消息 五代竟请求新次郎 希望她能同意自己 把阿浅带去东京 阿浅不懂五代的意思 询问后再得知 东京要加速工商业发展 马上会开办商法会议所 而且这也将成为 首个全国工商业人士的聚集场所 所以五代非常希望阿浅 能跟着自己一同前往 阿浅听完五代所说 眼睛都在放光 为了大阪今后的发展 阿浅也想去东京看看 但如果商法会只在东京开办 那今后的政治和经济 都会逐渐集中到东京去 为了国家后期的经济发展 那也不能光靠东京这一个城市 能让更多的城市发展起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个商法会议所 要是能在大阪建一个就好了 五代听完阿浅的建议很是激动 他握着阿浅的手表示赞同 但在一旁的新次郎却不高兴 五代佩服阿浅有先见之明 所以大阪也要尽快见一个 但前提是 阿浅必须要去东京 亲眼看看才行 但这时的阿浅脑海中 最新浮现的是年纪上有的千代 即便自己想去 但他还是站起身 直接拒绝了五代的邀请 况且家野煤矿的事情 都没有处理好 那他又怎么会丢下 所有事情去往东京呢 回家的路上 阿浅口是心非的对丈夫说着 自己并不想去东京的话 其实新次郎早已看出了 妻子内心的想法 随后他叫出了阿浅 并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婆婆因听闻五代 要邀请儿媳妇去东京 而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男人 竟要让一个有丈夫 有孩子的女人 去外地游山玩水 这要让别人知道了 该怎么办 尽管新次郎 极力要为妻子辩解 但婆婆还是叫来了阿浅 准备好好与之谈谈 阿浅明白 婆婆肯定不会同意自己 去往东京 便直接了当 跟婆婆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他真的非常想去东京 想去看看文明之花盛开 即将成为国际都市的东京 他也非常想体会 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也不想离开先代 但是 还没等阿浅说完 活泼便开始发话了 你也认为阿浅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就必须学会放下其他东西 即便是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那他就更应该做出点成绩 好好给那些人看看 也给自己的孩子看看 阿浅感谢婆婆和丈夫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他也不会这么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他也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努力为家野屋做出一番大成绩 但是婆婆又说道 工作的事情可以随着阿浅 但作为代价 千代就不能按照阿浅的意思代了 丈夫细心地交付好千代的一切后 也到了他和武当约好的这一天 阿浅带着阿梅就要前往东京了 在离别的时候 阿浅满事不舍 正当阿浅做好准备离开时 千代却一步步走向阿浅 还不会说话的他 似乎在以自己的方式 挽留妈妈为自己留下 在新次郎和婆婆的支持下 阿浅带着阿梅出发前往了东京 他们坐船到了横滨 然后乘火车送横滨再到新桥 转了好几次的站 阿浅终于抵达了东京新桥 看着繁华的些事 阿浅对这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他突然看到一群奇怪的人 便跟着跑了上去 还顺带礼貌性地问了带头大叔 住地该怎么走 大叔热心为阿浅指路 阿浅又用他那蹩脚的英文 跟这位大叔边解释边聊天 听着阿浅奇怪的话 也让这位大叔 把阿浅当作成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而他还不知道的是 那位热情指路的大叔 正式将近代思想 带到日本的主角 福泽玉吉 阿浅为了多见识下东京的风雾 并没有坐马车 而是步行了两个小时 才终于抵达五代所在的办公室 东宏城馆 阿浅刚一到东京 五代就为阿浅引进了大酒宝利桶 在经过两人的戏聊之后 阿浅是格外的佩服 大酒宝利桶的为人主事 以及他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度 阿浅觉得有这么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国家的未来将会是一片光明 夜晚 五代又将阿浅带去 领留了东京的夜景 这也是阿浅从未见过的景象 路边闪耀着的煤油灯 隔一两米就会出现一个 要是千代和新次郎能看见该有多好 而在这时的大阪 新次郎正在为阿浅与五代的关系而头疼不已 一个如此优秀的未婚男人 自己和他可真是毫无可比性 看着少爷从未有过的优于面容 龟主忍不住在一旁打去的 自从阿浅离开后 阿浅一直在默默地关心着新次郎 他那种含情默默看少爷的眼神 让对阿浅一见钟情的龟主 终于意识到他钟情的人到底是谁了 这天 家野屋收到了阿浅从东京寄来的信件 他在信上写明五代带自己去过的地方 以及东京这座城市的发展前景 就在新次郎从各个角度吃五代飞醋的时候 在东京的阿浅 正被五代带着参观东京新出现的著名景点 这天 阿浅与弟弟相约在一个茶馆见面 他想问问弟弟父母亲在东京的情况 他被骂的阿浅 本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在东京学习 殊不知父亲忠心 却偷偷跟着弟弟来到了茶馆 忠心指责阿浅 他应该是一手提着土特产 一手抱着孙女 登门拜访父母才对 而不是丢下女儿 丈夫在家 一个人跑来东京学习 而阿浅却距离力争 男女生来就是平等的 他还与父亲谈到 福泽玉吉为女性写过的文章 就因为是女性 就必须什么都听男人的嘛 这样太不公平 这个世界就应该是男女共同来创造才对 在一旁听到父女俩对话的福泽玉吉 平声而出表示支持阿浅 福泽玉吉还对阿浅直言 有他这样先进的思想 以后的他也一定会成为一名初次的女社长 正在阿浅琢磨这位陌生大叔口中女社长的意思时 一旁的忠心似乎认出了他 见自己有失礼仪的福泽玉吉 拿起一块阿浅带来的土特产 就夺门而逃 并还感叹道 这个国家终于出现了一位新女性 这次见面的七年后 福泽玉吉发表了日本妇女篇 文中对日本女性在新时代如何生存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福泽的著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已成为了阿浅精神上的支主 忠心在与阿浅聊过之后 这才发现了女儿这段时间的成长 最后忠心也终于认可了女儿 是实业家的身份 同时他也不禁暗暗赞叹 以过时的父亲终正的眼光 武代与大舅宝利通是多年来的挚友 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国家努力着 两人还相约好 以后一定要为女性专门设计一条经商的道路 过了几天后 也到了阿浅他们回大阪的日子 但就在阿浅前往车站的途中 他突然间看到了被别人扔在地上的号外 上面是大舅宝利通被暗杀的消息 大舅宝利通被刺身亡 同时挚友的武代悲痛欲绝 很快 大舅宝利通被暗杀一事 瞬间就传明了动静 前几天还在与自己聊梦想的人 就这样被暗杀 让阿浅感到可怕 他怕武代因挚友的事情出什么问题 便打发阿梅先回大阪 并表示自己去看看武代的情况后 再搭下一班或者回家 而在这时的大阪 新次郎正弹着三位线 表达着自己的思念之情 阿东便时常堵在后面偷听 不知道老夫人叫阿东到底会有什么事呢 难道是为新次郎纳妾之事 另一边 阿浅已赶到了武代所在的东洪城馆 慌忙叫着武代的名字 而另一方面 雨也将阿东叫了过来 家野屋收到了一封阿东父亲 从老家寄来的信件 信上说 是阿东的老家那边 有一个特别好的人上门提亲了 而且家庭条件也不错 对阿东来说 这本该是件令人高兴的喜事 但他却一脸阴沉 毫无欢喜之意 新次郎知道归主爱着阿东 而便鼓励归主 在阿东父亲来家野屋打招呼之前 跟阿东告白 但归主却直接拒绝了 在这时的东京 武代因为阿浅为自己留下有些感动 但他不能就此耽误了阿浅的行程 立想着 现在就把阿浅送去火车站 但阿浅看着武代的情况不对 便想留下来陪他聊聊 再一个人赶回大阪 见阿浅执意如此 武代便对阿浅说出了自己的伤心之处 现在这个国家 要是没有了大酒保 那么违心正直 就很难再继续下去 出身未结 身先死 大酒保里通 又该有多懊悔 随后武代又开始自责 自己没能保护好自己的朋友 本来他可以经政府帮助他的 但自己却一次次的拒绝 看着武代如此难受 阿浅被在一旁劝解到 他们两人虽然奋战在不同的战线上 但正因为如此 他们两人才能互相激励对方 再以各自的方式为国家效力 这才是真正的执行朋友 虽然大酒保大人已经不在了 但阿浅会像大酒保说的那样 他以后会和武代一起 把大阪以及这个国家 还没等阿浅说完 武代便冲上去抱住了阿浅 看着武代如此 阿浅差点就要动用自己的武力 将武代摔出去 但他又停了下来 阿浅从未见过 哭得如此伤心的武代 想了想 他还是拍了拍武代的肩膀 表示安慰 随后武代觉得自己有失礼仪 便诚心跟阿浅道歉 为了能让武代重新振作 阿浅不管男女有别 便和武代约定好 今后由自己来代替大酒保 做他的知心朋友 随后两人又一起喝了酒 他们一起向武代的知友 大酒保致敬 见武代一口闷下手中的酒 阿浅也学着武代的样子 将手中的威士忌一饮二尽 第一次尝试喝酒的阿浅 自然抵不过着威士忌的酒精 便倒在了桌子上 一动不动 武代看着已陷入睡梦之中的阿浅 不禁失落的暗暗感叹 就这样 阿浅在东京待了一晚后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阿浅刚刚醒来 就见阿梅正在自己身边 原来阿梅因为担心并没有提前回去大阪 等他赶到这里时 阿浅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还好武代在小姐身边一直守着 阿梅说道 来不及多想 阿浅就与阿梅赶去了火车站 这一次的东京之旅 内书给阿浅带来了许多的启发 终于在一天后 阿浅和阿梅终于回到了大阪 另一边 伦敦的报纸上 也报道了大酒保驴通被暗杀一事 上面表明了大酒保 对国家推行了全面改革 才得以让东京及各地崛起 最后 武代不禁感慨 真是讽刺 外国人竟比国人还清楚大酒保的价值 不然他又回想起大酒保对自己说过的话 是啊 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去做呢 他又有什么理由再继续颓废下去 武代下定决心 要完成挚友未完成的事业 这时是明治十一年 日本 大阪 以及家野屋 都迎来了巨大的变革 在阿浅从东京回来后 新次郎就不断地追问阿浅 他在东京所发生的事 当然 阿浅也将挽回来的一天行程 都告诉了丈夫 包括安慰武代 但这也成功让新次郎再次粗意大发 阿浅家的大盘已有十三年之久 这时正是明治十一年 阿浅和丈夫新次郎 也将迎来了新的变革 而家野屋 也将要迎来新的一年 全屋上下的人 都在为了过年而忙碌着 到了12月31号这一天 阿浅还特意准备了 乌冬面和荞麦面 两种面条 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佣人们 然后当天夜晚 再由家野屋的当家 与管事和会计敬酒犒赏 就这样 家野屋又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天 正月可是吃年糕的好日子 所有人都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正当所有人都在喜迎新年之时 但唯独只有一个人 却心事重重 那个人便是 一直默默爱着阿东的 二管家闺住 年后便是阿东父亲 来家野屋谈女儿婚事的时候 闺住也因为这个事情 整日心神不宁 阿浅明白 但阿浅离开后 闺住终于鼓起勇气 问起阿东 是否真的愿意嫁给那个人 至少也应该 与之见上一面后 再答应也不迟 但阿东却这样回答道 大小姐跟二小姐 都是遵从父母 嫁到了各自的婆家 那她也理应如此 见阿东不听自己的劝说 闺住便直接问起了阿东 欣赏人的事情 明明自己有喜欢的人 却非要嫁给别的男人 难道他的心就不会痛吗 也因为闺住了这些话 阿东的想法也因此被动摇 突然听到 闺住的告白 让阿东有些不知所措 急忙逃走 这次的撮合 竟然阿浅意外得知了 阿东竟然有心上人 这是阿浅没有想到的 她连忙问起了一旁的阿梅 怕出什么乱子 阿梅直接回复 不知道后便慌忙逃走 正月初三这一天 阿东的父亲燕三郎 便把上门跟女儿提亲的人 带到了家野屋 阿东的父亲在京都 经营了一座染坊 原来阿东是他们家的第六个女儿 从小体弱多病 而且爱哭 根本不受父亲待见 阿东的父亲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阿东比喻成小猫小狗 而这次可好 竟还有人上门说要娶阿东 而且家庭条件不错 靠卖洋散起家 有条件不错的人 想要娶自己最不讨喜的女儿 燕三郎当然是欢喜的不得了 阿东父亲的大吹大擂 让阿浅和新次郎 对这个人都没有好感 自然是非常不同意这门情事 为了阿东的幸福 新次郎再次提示归住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不然阿东可真要在 正月15号这天嫁人了 新年过后有五代请客 所有商人都聚集在了 美和所开的酒馆里 自上次两人在东京分别后 这还是今年的第一次 他们能像这样坐着聊天 阿浅佩服五代 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在大阪建立了商法会议所 而且还成为了会长 当时的东京商法会议所的议员 也不过才50人 大阪现在的人数可高达300多人 这可是全凭五代大人的 一己之力所完成的 阿浅激动的说道 但五代却说 这可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其实在大阪能建立商法会议所 还有一个人是最恐怖可摸的 商法会议所一开始 就在大阪遭到了 所有商人的极端反对 不过有个人 在理解了自己和阿浅的想法之后 那个关键人物 就一直在暗中帮助他们 阿浅听完五代所说 瞬间就对这个关键人物 感到了好奇 而生在这时 那个关键人物 也正好出现在了门口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酒馆的门被打开 他想看见这个人 瞬间大惊失色 那不正是自己的丈夫新次郎吗 原来当时 大阪商人们听说 要建立会议所后 个个面露南色 但在新次郎巧妙反复地 进行说服工作后 这个事情才得以顺利进行 就这样 这些人开始从三位县 茶会 歌会 饭馆 以及面馆的聚会上 都听他说了此事 此事一传时传百 所以大阪的商法会议所 才得以这么顺利地进行下去 阿显听完五代所说 这也不仅让阿浅 对自己的丈夫刮目相看 他们的聚会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阿显听完容三郎说起哥哥 经常一个人往这里跑时 不仅开始吃醋 特别是看着漂亮的美和 更是让阿浅 醋意大发 又过了几天后 在家野屋里 阿东的父亲正忙着 推动阿东的婚室 于也以为阿东准备好了嫁衣 阿东的婚礼越来越紧 也让阿浅不禁开始 为阿东的婚室而着急 阿浅问起阿东 他完全可以选择 和他所爱的人结婚 阿东不是已有心上人了吗 或许那个人 还没有另一半呢 看着小姐如此天真的面孔 阿东不禁失落地回答道 阿浅听着阿东的回答 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他也不禁开始 按猜想阿东爱的人到底是谁 而阿东长久以来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这段感情 在不久之后 也会在家野屋 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一直默默喜欢着 新次郎少爷的阿东 将在几天后 就要与订婚对象结婚了 而他长久以来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这段感情 到底会在家野屋 引起怎样的风波呢 这天 爱着阿东的归住 为了不让阿东留下遗憾 并找到新次郎 并把阿东安恋他的事情 跟新次郎做了说明 他还恳求新次郎 希望他能为即将嫁给 不喜欢的男人的阿东 创造一次美好的回忆 新次郎受归宿所托 又见阿东未定亲一事 而打不起精神 他还是决定 将阿东带出去逛逛 给他打气 见丈夫不在家的 而且有些奇怪 平常这个点都在的呀 难道又跑出去喝酒了 而这时的新次郎 正带着阿东到处逛吃逛喝 两人边走边开心地谈论着 新次郎小时候 玩相扑的时光 这也是阿东 从不敢奢望的幸福时刻 两人又在一处路边 摊停了下来 他们坐在屋檐下 吃起了年糕 趁此机会 阿东还是鼓起勇气 对新次郎说出了 埋藏在心里好久的话 其实一直以来 他就很怕男人 从小 他都在父亲 打母亲和姐姐的阴影中长大 可自从他来到家野 屋当佣人之后 他再逐渐从这个阴影中 慢慢地踏了出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新次郎少爷 像他这样 没有任何常住的女孩 竟还有人对他这么好 他也真的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幸福 阿东还没说完 就被新次郎打断 看着天空中飘起的雪花 似乎已经预示着 这次约会的结束 而另一边 阿浅来到了美和所开的酒馆 他想要寻找丈夫 但询问后才得知 新次郎并不在这边 既然不在这 那他到底跑去了哪 阿浅刚准备离开 这便美和叫住 他将阿浅拉着进了礼屋 想要跟他聊聊 在美和娇羞的与阿浅的谈话中 阿浅这才得知 自己竟是美和的第一个女性朋友 经过一番交谈后 二人竟意外地变得意气相同 而另一方面 新次郎一个人 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他找到归住 便递给他一条围巾 让他赶紧去一个地方 正当归住赶到少爷所说的地方时 就见阿东一个人 坐在屋檐下啜气着 原来阿东也向新次郎表白 如果可以 他愿意做少爷的妾室 可是新次郎就拒绝了他 阿东傲弄自己对少爷所说的话 新次郎少爷明明就是二小姐的官人 可自己却恩将仇报 阿东开始后悔的娃娃大哭起来 而归住却安慰地说道 但是阿东这次的行为 也给家野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一天 任三郎带着阿东的定心对象 气冲冲地冲进了家野屋 就要跟家野屋的少掌柜讨个说法 原来是阿东的定心对象在街上 看到他先后与家野屋的少东家 伙计 在大街上举止亲密 而大发雷霆 便闹着要与燕三郎家解除婚约 脑虎的燕三郎 因此当着众人的面 对阿东拳脚相加 在几分推荡中 终于让一只赶小的龟柱 鼓起勇气 为心爱之人站了出来 他大骂一旁卖洋伞的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 却袖手旁观 如果是他的话 不管是因为什么 都会先护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要是他连这个都做不到 还娶什么媳妇 此话一出 吓得阿东的提亲对象 马上就要回家找妈妈 而一旁的燕三郎却不高兴了 他脱下外套 直接给了龟柱一圈 两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家野屋一时间乱成了一团 等到这场乱子平息后 阿东的婚事也作废了 阿东细心地为龟柱擦拾伤口 并感谢龟柱为自己出头 但是他没办法在家野屋继续待下去了 家野屋的人都对他这么好 可他却恩将仇报 也因为自己的事 还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 他也没脸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并让龟柱不要再为自己操心 阿东刚准备离开 却被叫住 龟柱还是抑制不住对阿东的喜欢 并真心向阿东告白 就这样 阿东与龟柱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家野屋里所有的人 都为两人感到高兴 此事过后 便是阿浅和新次郎 主持他们两人婚礼的时刻 这也是夫妻二人第一次 在别人的婚礼上当媒人 经过阿东的父亲上 家野屋这么一闹 反倒是促成了阿东与龟柱 他们的婚礼 由阿浅和新次郎作为证婚人 热热闹闹地在家野屋里举行 在两人婚礼顺利结束的几天后 龟柱夫妇决定请往九州 代替大管石烟柱 守护那座煤矿 而他们两人 也将要在煤矿开始新的人生 全家人为两人拍手表示感谢 在野煤矿已经开始 慢慢恢复采矿工作 但家野屋的兑换生意 还是如秀 如今大半的兑换商 基本已经转型成了银行 阿浅想找大管家烟柱 谈谈此事 但却遭到了烟柱的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 虽然阿浅很少有时间 陪着丈夫与女孩 但两夫妻的感情 并没有因此减少 反倒是越来越恩爱了 也就在这一天 于也为儿子容三郎 找了一个媳妇 这天也正是两人见面的时候 不好意思的她 被母亲硬生拉进了茶馆 容三郎的未婚妻 是个贤淑的女子 她秀雅绝俗 美目留盼 淘塞带笑 自有一股清零之气 说不尽的温柔可人 容三郎第一次见她 就直接看啥了眼 阿浅看着报纸上 每日报道的银行信息 也更让她想要开创 银行的决心 与日俱增 家野屋的喜事不断 斯拉东与归助结婚的几个月后 又到了容三郎 娶媳妇信门的时候 容三郎的妻子名闻阿兴 查到花意 可是样样精通 看着如此温柔显淑的儿媳妇 让在一旁的云野 不禁感叹 时光荏苒 转眼间 圈袋就已经六岁了 家野屋团结一心 为重建家野煤矿 而缴近脑汁 再加上 后来归属夫妇的努力工作 矿上的盈利 终于开始一点点的增加了 但每次阿浅跟燕柱 谈起开办银行的事 两人都会因此 吵得不可开脚 阿浅始终无法放弃 开办银行的想法 她一有空闲时间 就会自学相关知识 不懂就会去找五代探讨 母亲经常的外出工作 也使得千代对阿浅 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阿浅现在去了 大阪商业讲习所 是五代创办的商业学校 专为大阪的各种公司 培养管理型人才 但有个事情 也让阿浅感到了疑问 好不容易可以学习经商 为什么里面 却一个女学生那么有 但五代的部下 却这样回答 如果有女学生 怎么学校的夫妻就会紊乱 但显然 这个答复 并不能让阿浅满意 阿浅这次找五代 又跑了个空 也硬是把五代的部下 对得无话可说 而此时 五代正与新次郎 在美河的酒馆里喝酒 他们的交情 可是日渐深厚 两人时常聚在一起 喝酒聊天 有时候五代还会忍不住的调戏起新次郎 听五代这么一说 让新次郎吓得拿起桌上的杯子直罐茶水 直到五代哈哈大笑的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这才让新次郎平静下来 随后五代又认真的对新次郎说 阿浅可不是什么池中之物 他今后可能会改变大阪 以及整个国家 他真的非常想要帮助他 以及守护他 五代所说的话 竟然新次郎无言以对 在阿浅建设了五代所开的学校后 就更加的佩服五代 五代对大阪有恩 对家也乌有恩 那他也应该紧跟其后 来报答五代的恩情 阿浅又开始一门心思地琢磨生意 让在一旁的千代 忍不住问了母亲一个问题 从小就爱问为什么拿阿浅 却被自己的女儿连续问为什么 问了个措手不及 夜晚阿浅在与丈夫谈论之后 阿浅意识到 确实是自己因为工作 而疏忽了千代 新次郎也一直感觉到 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父亲 又为家里赚钱的自信 在阿浅买下酒粥煤矿 已经过去了十年 大半的商人们 这才意识到了煤炭的价值 便开始接二连三的 涉足煤矿产业 而阿浅也会不厌其烦地 为大家讲解煤矿知识 这天 五代一听闻手下说 阿浅来找过自己而铺了个空 便趁着自己有时间 顺路来家业屋 要与阿浅谈谈 听闻阿浅是因为银行的事情而烦恼 五代便跟阿浅说明了 银行业的信状 一些有钱的士族和官宦市家 为了赶上这股风潮 没有学习就开办了银行 借钱也是瞎借 根本不把真正的客人当客人 也搅拌了市场 所以现在开办银行 可真不是好时期 现在的物价高涨 也有乱开银行的原因在内 但国家不久之后 肯定也会因此制定规则 不过兑换商 要是不转型成银行 早晚也会消失不见 五代还是支持阿浅 想要开办银行的想法 只不过不是这个时候 有了五代的典型 阿浅便再也没提 开办银行的事 而是更加专注于煤矿工作 而就在这一天 阿浅收到了一封 他期盼好久的来信 随后 阿浅召集了家里屋的所有人 想要与他们讨论 再买一座矿山的事 阿浅拿出图纸 便指给大家看 这正是自己让归助 帮自己留意的矿山 而这一次 矿主终于要出手卖了 还有就是这座矿山 离他们原来的矿山 隔得并不是很远 经营起来也不会很麻烦 最近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煤炭 也使得煤炭的售价 越来越贵 阿浅相信 这座煤矿 可以给家里屋 带来更大的收入 即使是借钱 他们也要把这座矿山买下 燕住听完阿浅所说 有些生气 便直言道 面对燕住的质疑 阿浅还是决定 拿出全部人家赌上一把 他早已看中了 现在的煤炭市场 见阿浅执意如此 燕住就此表示 悉听尊便 但如果煤矿再出什么事情 他绝对不会出面 为阿浅擦屁股了 此事过后 阿浅为了家里屋的 第二座矿山顺利开工 又不得不离开千代 前往九州 第二天 阿浅在出发去九州前 竟收到了姐姐阿初的来信 还顺带一大箱金菊 姐姐在信上 说明了自己在和歌山的情况 蓝芝柱现在已经有十岁 两只也有六岁了 蓝芝柱已在村里的学校 开始上学 现在家里的开销 虽然有些吃不消 但现在 竟然她的婆婆 都开始拼命干活了 婆婆说 为了能让两个孩子 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她也不能认输 日子虽然不算宽裕 但他们一家 在和歌山过得很开心 并写明 有时间 会带着孩子们来家里 无探望 就这样 阿浅与千代告别后 又跟阿梅 前往了九州 继续为她的煤矿事业 而奔波着 而另一边 五代也在为收购 北海道而烦恼着 虽然困难 但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 这完全是受一个人的影响 但也因为五代 要收购 北海道一事 也将要在大阪 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明治十四年七月 好几家报社 大肆报道说 萨摩出身的五代 与同是萨摩出身的 政府高官相互勾结 用极低的价格 收购了北海道的国有资产 报纸上连续发表了 质疑五代的文章 关于五代是不法商人的传言 也越来越厉害 阿浅的第二座矿山 成功满下 已签好了合同 回家与荣三郎交付好一切后 他便立即前往五代 有可能在的地方 到处寻找着五代 可找了好久 却依旧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直到听美科说 他这才知道 五代现在正在北海道考察 后来报纸对五代开拓时的攻击 是越来越激烈 就连大阪 所有与五代一起投入 北海道项目的商人 也成为了攻击对象 五代的突然消失 也使所有人都以为 五代已经放弃了大阪 以携款而逃 各个商人都在心急如焚的 等着五代的出现 但等到的消息 却是五代所要收购的 北海道国有资产 突然被政府取消 什么被取消 所有人听见这个消息 都不淡定了 那自己投入的资金 到底该怎么办 这也不仅让阿浅 开始为五代担心 但他相信五代 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在北海道的五代 看着铺天的报道 这才明白自己 已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提起行李就要回到大阪 与那些相信他的人 说明一些事情 但现在的民权派 在全国各地正在开办演讲 批判此事 他现在回去 岂不是自讨苦吃 五代手下拦住他说道 执意要回到大阪的五代 身体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五代回到大阪 以阿浅为首的大阪商人 齐聚商法会议所 与所有人道歉的同时 五代还宣布了一件事 他打算持续商法会议所 会长的职务 五代的不解释 和自己会负全部责任 让商人们表示 自己无法再现任五代 台下所有人 都对五代骂声一片 此刻阿浅站了出来 他系数了五代 对大阪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众人依旧是忠而不问 他们只想让五代 给自己一个交代 但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关系 五代实在不好作何解释 正在五代陷入两难的境地时 新次郎却在这时 抱着一大堆资料 出现在了会场 他将手中的资料 一一发给众人 资料上表示 政府的北海道 投入了大笔资金 但收效甚微 所以准备 贱卖股有资产 而五代为了 日本将来的发展着想 才接下了这个任务 所有人听见了这个消息 也为之震惊 政府都啃不下了骨头 难道五代是想 交给大阪的商人来看吗 这样做太不厚道 他们只是想要赚钱而已 面对所有人 对五代的质疑 容三郎站了出来 金公容三郎这么一说 所有人自愧不如 都站起来跟五代道歉 五代也就此向所有人发誓 就这样 五代将继续担任 大阪商法会议所的会长一职 从这以后 他也携手众多大阪商人 开办了更多的事业 新次郎这次为五代化解了危机 更是让阿浅对他刮目相看 并问其丈夫是如何做到的 这件事过后 阿浅回到家 看着女儿千代 在桌上独自玩玩具的样子 虽然心疼 但她还是回答了千代 当初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她的妈妈 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阿浅吸血了至今为止 金银煤矿的教训 他对新矿商的采决 现场的细节检查也是亲力亲为 不敢有丝毫懈怠 而回到大阪后 也是积极地和商人朋友们一起探讨 为了不放过新时代潮流带来的机会 他是干净十足 燃倒起飞 那天回家 丈夫新次郎突然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兴奋地跑到阿浅面前 给他看了归助写回来的信 他们家的第二座矿山 已顺利开采到了许多煤矿 听见这个消息 也让阿浅感到无比开心 新次郎抱起阿浅 夸着自己的老婆 果然不是一般人 武代听闻家也没矿的第二座矿山 开采到更多的煤短后 也是为之感到高兴 武代又与新次郎 谈起大阪 将要成立纺织公司 煤短虽好 但他相信 纺织产业今后 也一定会流行起来 并让新次郎去做一下调查 让他试试 但他却直接拒绝了武代 并表示自己 对做生意根本不感兴趣 新次郎又向武代 谈起了他现在的烦恼 原因是阿浅总是出差 而新次郎又不怎么出去工作 以至于千代说 自己的父母不太正常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就像武代所说 政府创办了日本银行 整顿了近代的金融制度 转眼间又到了七夕 从煤矿回来的阿浅 被阿信叫了过去 他想给阿浅看样东西 阿信拿出一个盒子 那面是千代去年七夕 所做的装饰品 本来早一点想要给他看的 可一直没找到时机 阿浅拿起千代的手工 一个个欣赏起来 直到他翻到千代的一张许愿纸 更是让阿浅 渗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看着已睡着的女儿 阿浅哭着跟女儿说着对不起 他这才明白 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 有多么重要 但为了加野屋 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回忆着自己从来 没为女儿做过什么 他就感到尊心的疼 阿浅哭了 哭得特别伤心 这天武代与美和 谈起这些年 他对新次郎的看法大为改观 觉得新次郎 没准是个干大事的人才 但美和却说 新次郎不喜欢别人 对他抱有太多希望 突然 武代又倒在了酒桌上 他的病情似乎又加重了些 正当美和想要叫人过来帮忙时 武代却叫住美和 并请求他 一定要为自己保守秘密 阿浅从买下第二座矿山后 只要有不错的矿山要出售时 他都会亲父保地 考察确认后 便买一下扩大生产 阿浅热衷于购买煤矿 频繁去往酒桌出差 这天 阿浅带着公布管事 回到了大阪 饭桌上 如果没有阿浅夫人 没况也就不存在了的话 成功让容三郎变了脸色 他也不禁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 夜里 阿浅又一次向当家人容三郎 谈起了失联银行的重要性 并还夸起容三郎 比自己的弟弟厉害多了 在他的心里 一直都是这样 嫂子说的这些话 也成功让容三郎 失落的心中 得到了些许安慰 隔天 阿浅偶然在商法会议所 遇见了武代 他们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 在聊天中 阿浅突然发现 武代脸色很差 似乎提不起精神 所以非常担心 但武代学说 自己只是太累 愿意自己临时有事 离开了这里 离开前 他还跟阿浅说了一句话 武代说的这些话 更是让阿浅感到了不安 而这一世的家野屋里 容三郎正和燕柱商量着 阿浅念念不忘看银行的事 燕柱虽然不舍兑换商的传统 但为了保住家野屋的招牌 也同意了钱庄 转型成银行 燕柱大管事 也是家野屋的重要决策者之一 有了燕柱的答复 也让众人为之感到高兴 这可是阿浅心心念念 想开好久的银行 现在终于要开始起步了 而这也是家野屋 改朝换代的第一步 家野屋将要跟随潮流 踏入新时代 但这个消息 也让伙计和夏女们感到了不安 他们担心转型后 自己的工作 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另一方面 婆婆与野 也与阿浅谈起了 家野屋今后的发展问题 阿浅感受到了婆婆的担忧 便跟他泄心做了一通解释之后 才让鱼野放心 而这也是公共政级 生前一直所期望的 而另一边的五代 不顾疾病缠身 依然在鞭策自己 为了大本的繁荣发展而努力着 在不久之后 燕柱找到阿梅 想跟他商量商量 今后的出路 于是他跟阿梅 道出了自己的不安 其实阿梅与燕柱 长久以来都是心意相通 而这一次 燕柱终于跟阿梅 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燕柱想让阿梅 跟自己离开价野屋的话 正巧被路过的阿浅 和公布管事听见 阿浅为了避免 两人的秘密被泄露出 直接拉起公布管事 将他赶回了酒中 另一边 在厨房的燕柱 正满心期待着阿梅的答复 由于阿梅太过紧张 向后退时 不小心 却将炉子上的开水打翻 自己却不小心烫伤了手 随后燕柱意识到 是自己太过于冒失 才会问起阿梅这些话 要是自己带走了她 那阿浅又该怎么办呢 阿梅请求燕柱留下 看着阿梅如此真诚的眼神 她还是答应阿梅 自己会一直待到 嫁衣物完全转型成银行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 容三郎把店里的人全部召集 并就此宣布了一件事 正在大家欣喜入狂的同时 阿浅还提醒了大家一件事 银行经营可不像兑换商一样 里面可有着严格的规定 但为了保持家业屋这块招牌 也需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虽然现在转型成功 成为银行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但家业屋今后也一定要成为 这一小部分中的一员 他们必须要紧跟时代 做出改变才行 阿浅的这些话 也让所有人都信心十足的 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此外 容三郎还宣布了一件大事 在创办家业银行的同时 他要把煤矿经营分离出去 正式成立一家公司 这其实也是阿浅跟容三郎 商量好后做的决定 新的家业屋也将就此启程 开会过后 下人们都开始议论纷纷 他们猜想着 专出去的煤矿公司 又会是谁来担任社长 一纸 众人纷纷猜测 很有可能是阿浅夫人 突然 阿梅想起福泽余级说过 阿浅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女社长 那不正是印证了那位大叔所说的话吗 其实在阿浅心中 已早有人选 那个人 正是自己的丈夫 新次郎 新次郎得知自己要当社长 虽然是非常的不同意 直到阿浅说出 这其实是五代的主意后 这才让他感到大失一惊 听说是五代的主意 新次郎便来到商法会议所 准备兴师问罪 可刚一到会所 他就见一群人 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 口中还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 出大事了 正当新次郎想要探个究竟时 促见五代躺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等着五代慢慢清醒过来 新次郎就已经守在了一旁 因为这次 新次郎才知道 五代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随后五代跟新次郎说起 他已经不想再见阿浅了 因为他不想让阿浅看到 他现在的病容 如果阿浅想见自己 那就请新次郎转告阿浅 自己很忙 不能与去见面 而且五代还请求新次郎 一定要答应自己一件事 以后新次郎 不但要成为阿浅的贤内助 也要成为他的外援 新次郎答应了五代的请求 所以回到家的他 并没有将五代以病危的消息 告诉妻子 现在就只有阿浅被蒙在鼓里 看着丈夫回家 阿浅又郑重地请求新次郎 希望他能重新考虑 接受社长一职 而且相信自己丈夫的能力 因为五代也曾对自己 说过这些话 在野屋想要做大 新次郎所拥有的社交能力 也是必不可少 随后所有人都来到客厅 请求新次郎担任社长一职 并还包括他的母亲于也 听着新次郎答应 要担任社长一职 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他们把新次郎团团团围住 抬起他就开始庆祝起来 就这样一股清新的风 又吹进了家野屋 又过了一段时间 五代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时日无多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 因为长时间没有见着五代 也不仅让阿浅开始为他担心 但新次郎却说 就算是五代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照顾他的人也多了去了 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 阿浅也因为被家野屋 要转型称银行的事缠绕在身 所以他并没有时间多想 直到转过了年 在美和店里喝茶的阿浅 这才知道了五代病危的消息 这天五代的部下突然来见阿浅 并告诉了他 五代以生命垂危的消息 随后五代部下又递给阿浅一张照片 上面正是一只企鹅 他又对阿浅说明了五代现在的近况 五代交代过他 一定要将这张照片交到阿浅手中 看着企鹅的照片 阿浅回忆着五代曾对自己说过 自己像是一只不畏惧 艰难险祖的企鹅 听着五代病危的消息 让阿浅失神的 探索在地上 眼泪翻涌 新次郎扶起阿浅 他也不管什么五代的临终所托 他一定要带着阿浅 去见见五代的最后一面 新次郎将阿浅带到了五代所在的会议所 走廊外已堆满了收拾好的资料 正当阿浅准备和丈夫一起进门时 新次郎却打发阿浅 让他一人去见五代 他说他们之间重要的事 该谈的都已经谈好了 再进去也没有必要 其实新次郎只是想圆五代的一个梦 他又何尝不知五代喜欢着阿浅呢 阿浅轻轻推开房门 房间里也被一大堆资料摆满 阿浅吃力的挤进礼物 就见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五代 那没有一丝血色的憔悴面容 也让阿浅的心为之一振 桌上还摆满了一些叫不上名的药物 开门的一丝声响 似乎吵醒了五代 他吃力地睁开眼 看着面前想念了好久的他 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五代用尽全力起身 对着面前的阿浅说道 让自己无数次魂牵梦绕的人 再见一时永别 五代看着面前的阿浅 心中满事不舍 阿浅是五代为浅放了灯 要是没有五代 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至今他的未曾报答过五代半分 阿浅拼命祈求五代能够活下来 五代摇摇头表示 其实照亮他前路的只是他自己而已 一直以来也都是阿浅在感染着自己 五代回过去与阿浅的第一次见面 那可真是厉厉赛目呢 五代又笑笑说道 没想到第一次去大阪 竟被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给骂了 直到去英国之后 他就一直在想 能在那里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 那大阪到底会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所以他就在新政府当了大阪的法官 还有在嘉义屋那一次 也是被阿浅大骂了一通后 他这才知道 大阪的经济发展 还需要不断去改革创新 这样才能让商人和民众们过好日子 看着大阪如今的繁荣发展 这都离不开五代 但五代却说 这些还远远不够 他还有好多事情 都没来得及去做 五代明白自己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可是他又能如何尽他所能 方不辜负自己 也不辜负相信他的民众呢 听着五代的话 他借以时泪流满面 他拿出五代给自己画的企鹅图案 他一直保留时间 也无时无刻不再激烈着自己前进 阿浅说道 其实他才是 一只不畏惧艰难险阻的领头企鹅 他又兴奋地告诉五代 孩子们的课本上也出现了企鹅 五代则开心地硬扎钱 尽管是匆匆的相逢 匆匆的离别 但短促的生命历程中 我们拥有着永恒 相信今日的友情 也是明日最好的回忆 青色狼在门外听着一切 也是几度哽咽 临晨行别 但愿云彩愿阳 一直陪伴着他 走到远远的天涯 从这次的相逢告别 五代就搬去了东京养兵 一个月后 五代带东京去世 根据五代的遗言 他的葬礼在大阪举行 葬礼有超过4300人参加 在美和的酒馆里 美和与阿浅谈起孤人往事 从美和那里 阿浅这才得知了 五代拼命工作的情形 他不敢相信 五代开了无数家公司 死后竟是欠款无数 原因是他把毕生所赚到的钱 全部支住了那些年轻商人 和那些萨摩出身的政府官员 听过美和所说的话后 也不禁让阿浅开始思考 纪五代说过的话 到底要给后世留下什么东西呢 那天 在一屋里来了一个 名为平侍郎的人 先来求职 他以前是在大藏省检察院 担任过会计一职 那可是监督国家 怎么花钱的地方 阿浅大吃一惊 并问起他为何要选择 在他们这里工作 随后平侍郎便说出了 自己的志向 而且他还曾去德国留学两年 学习过银行知识 如果家业屋想要转型上银行 他一定可以帮得上忙 阿浅听闻此言 决心留下平侍郎 给家业屋工作 因为阿浅明白 现在的家业屋 可急需要这样的人才 阿浅激动地抓住平侍郎的手 并请他以后 一定要多多指教 就这样转过了年 现在的签代算起来 也有十岁 并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乍一看 这不就是小时候的阿浅吗 但签代的性格 似乎根本不像母亲 他喜欢的一切东西 都与阿浅相反 阿浅喜欢爬树 想扑 但签代却喜欢一切漂亮的东西 也许是母女两人的性格差异 他们的关系 一到了一见面就要吵架的地步 另一方面 新次郎可成了女儿奴 要签代坐在一旁时 他就不得不担起父亲的形象 努力工作 于是新次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也就在这一天 家业屋里突然来了一位意外访客 他见着新次郎就直喊爹 这一幕可吓话的众人 那么这个意外访客 到底会是谁呢 这个面生的孩子一生爹 可把众人给吓坏了 阿浅不肯相信地看着丈夫 向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新次郎连忙解释 自己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老婆的事 看着所有人如此紧张 男孩则开心地说道 阿浅感到惊讶的同时 姐姐阿初便带着婆婆阿菊 走进了家一屋 看着姐姐的到来 阿浅是激动不已 她已经好久没见过姐姐了 这也是阿浅和阿初 十年来的首次重逢 蓝支柱来到家野屋 可是异常兴奋 她傲有兴致地 在院子里东张西望 问这问哪 却遭到了阿初的眼里呵斥 十年不见的姐姐 可真是大病痒了 而阿初看见侄女千代 两人更是一见如故 千代面对这么温柔的姨妈 直接害羞地逃走 阿初的婆婆和阿浅的婆婆 也是话多地不行 他们好像很久没坐在一起聊天了 一切看起来格外的和谐 另一方面 新次郎带着蓝支柱 参观嫁一屋的生意 她是非常的感兴趣 面对潜移 能坐在工位上工作 她是十分惊讶和佩服 而且着急赶完工作后 这才能到后听 和想念了好久的姐姐聊天 两人十年未见 当然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阿浅又和姐姐阿初 谈起家族的事 一直聊了好久 他们回忆起 各自走过的道路 都不禁煽然泪下 另一方面 千代和蓝支柱一起玩时 她对蓝支柱 说出了自己对母亲的不满 她觉得母亲喜欢钱 胜过喜欢自己 但蓝支柱却认为 千代是身在府中不知府 她反倒是非常羡慕千代 生在这么好的商人家里 她也非常不理解 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要离开大阪 她倒是喜欢极了这座城市 欢乐的时光 宛如白居过瀉 因为和歌山 还有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阿初一家 并不能在家野屋 长时间逗留 这次他们也是因为 要为山王寺屋的 列祖列宗扫墓 才顺路来到家野屋 离别前 新次郎和阿初约定好 下次他们一定会去 和歌山探望 下次就别等十年时间了 尽量多见几次太好 就这样 阿初一家又起程 回去了和歌山 务病卫还在等着他们回家 而家野屋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家野屋的事业 实现了飞速发展 阿浅为了创办银行 并先创办了家野商店 负责家野屋的商业部分 让新次郎当了社长 阿浅则依旧频繁地奔赴煤矿 将其规模再次扩大 采煤量更是比以往提升了五倍 五代临终前交给阿浅的企鹅作品 也无时无刻不再激励着阿浅 因为记者五代去世前曾说过的话 家野屋为大阪港口的防海工程 捐赠了一笔巨款 终于 家野银行准备在明年开业 他们正在为家野银行准备这一切手续 阿浅兴奋地感叹着 终于走到这一步 但其实他们开办银行的困难 才刚刚开始 暂存开拓贷款客户 为此他们还要挨家挨户去拜访 诸多公司和资本家 还有提前预备投资标的 股票知识储备等等 在平侍郎的帮助下 银行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 交代好一切后 阿浅和新次郎带着千代前往了东京 他们被邀请参加阿浅父亲中心 在东京举办的庆典仪式 而且在这一时 家野屋个个都在传 烟柱大管事要辞职的留言 这让容三郎感到了不安 在野银行要是失去烟柱款时 那造成的损失 可是用算盘都无法计算出 平侍郎忍不住叹息到 几天后 阿浅和新次郎又回到了大阪 一家人谈论起了阿浅父亲 第一次见千代的搞笑场面 阿浅因为在东京 听闻伊藤大人说 银行开业之前 必须要请教一下 有着银行之神之称的 社责荣医 所以阿浅想着写信给他试试 并让他给给建议 也不知道这位大神 到底会不会给阿浅回信呢 当天夜晚 阿浅给社责荣一写信时 新次郎走进房间 与阿浅说起了 大管石烟柱的事 容三郎与烟柱谈过几次 让他留下 但还是没能得到 他的肯定答复 而容三郎还担心一件事 就石烟柱走了 会不会带走其他人 这些话也不禁让阿浅想起 那天阿梅跟烟柱 在一起的幸福场面 阿梅的那种笑容 是阿浅从未见过的 其实烟柱决心要走 他们也无法挽留 想到这里 阿浅顿时就满脸愁容 他担心 从小陪着自己的阿梅 离自己而去 但为了阿梅的幸福 阿浅还是做出了 一个痛苦的决定 嘉野屋正在 向现代银行转型时 归入去的这时 回到了大阪 原来他是回来 参加银行成立的会议的 新次郎无时无刻 不再发挥着自己的优势 唱曲的同时 还不忘打探新的商机 现在国内生产的棉纱 已取代了国外进口棉 而且销量很好 所以趁着现在这个势头 有人提议 在尼奇建一家纺织工厂 所以他也成为了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之一 丈夫说的这些话 让阿浅对丈夫的看法 大为改观 他觉得丈夫 自从担任社长以来的魅力 也是越发的迷人 另一边 龟柱正在快活地跟燕柱 谈起他与阿东 生下女儿的去世 而阿浅呢 他在因为 没有等到色泽荣衣的回信 而烦恼着 这一天 阿浅找到阿梅 并跟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如果燕柱真心要带阿梅离开 而阿梅也愿意的话 那么他就不必在意自己 放心跟着他 过自己的生活就好 而阿梅则表示 能守护在小姐身边 那就感到非常幸福了 他愿意永远陪着阿浅 听着阿梅要为自己留下 阿浅感动地 靠在阿梅怀里 娃娃大哭 而此时 在门外的燕柱 也明白了一切 如果自己真的带走了阿梅 也可能会伤害到了两个人 到了第二天 归助告别了所有人 又回到了九州煤矿 而正在这时 平侍郎兴奋地 拿着一封信 交给了阿浅 那正是色泽荣一的回信 阿浅期盼已久的回信 终于还是来了 信上说 他曾偶然从武淡那里 听说过 家也无阿浅的事 还说 他最近有事回来大阪 当时两人刻意 在商法会议所见上一面 很快就到了 与色泽荣一约好的这一天 阿浅激动地 在商法会议所 等着银行之神的到来 并终于见到了他 色泽荣一与阿浅见面后 便直接了当 跟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他问阿浅 对于银行经营者来说 什么东西是最想拥有 和最重要的 阿浅认为 那东西是钱 但色泽荣一却说 开银行并不需要钱 阿浅听完此言 大吃一惊 不用钱 又如何能开好银行呢 但在色泽的启发下 阿浅突然回忆起 公公和烟柱 对自己说过的话 这才明白 色泽第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是信用 兑换商用信用 是可以换到钱的 而银行也是如此 最后 色泽荣又告诉阿浅 他和已故的 矿山大王五代 最想做的事 其实是教育行业 也就是为国家培育人才 和色泽聊过之后 这才让阿浅毛色顿开 他的话 也同时震撼着阿浅 他以后也要为国家 做出有用的贡献才行 另一方面 容三郎无论如何 都要挽留去意 觉得大管是燕柱 而燕柱却说 他收到了前妻的来信 说他的女儿得了重病 为了救护照顾生病的女儿 他决定在爱园找份工作 二十年前 他就从未为女儿做过什么 所以这一次 他想做一些补偿 听闻燕柱说出此话 容三郎也不好 再过多挽留 但父亲生前 交代过自己的话 他绝对不会忘记 该给他的钱 他一分也不会少给 阿梅在门外听闻燕柱 还是要离开 家一屋的消息 瞬间变得惆怅不已 但他还是感谢燕柱 曾经对自己说过 愿不愿意 跟他一起离开这里的话 虽然是开玩笑 但有这一句话 就足以陪他度过余生 随后阿梅真心祝福燕柱 以后一定要尊重 阿倩明白阿梅心中苦楚 便跟阿梅提出 要和他比赛相扑 让他发现心中郁闷情绪 当阿梅一下 就将阿倩摔了出去 见阿梅依旧憋着一口闷气 他便跟阿梅说出了自己的心电话 此事过后 经过家野物一众人的努力 在1888年 家野银行终于要开业了 家野银行开业 阿倩如愿一场 为了迎接家野银行 开业第一天的重要日子 阿倩还特意换上了洋装 并还兴奋地跟丈夫展示着 穿洋装的舒适性 另一方面 千代和祖母在一起时 说起他很怕母亲阿倩 这些话碰巧别研柱听的 研柱告诉千代 他曾经也很出头 和阿倩打交道 但时间久了 他倒觉得与阿倩相处 其实非常有趣 并让千代用心观察观察 母亲工作式的样子 或许他为了阿倩的看法 有所改观 说完 研柱便提出行李 离开了家野物 阿倩开银行的消息 被报社报道 色泽看着报纸上的消息 大家赞赏阿倩的勇气 还包括何格山的姐姐阿初 也是为之高兴 从银行之神处 得知了开银行 要从信用助手之后 阿倩 荣三郎 还有家野银行的员工们 都做出了各种努力 时光流逝 转眼间 家野银行已经开业三年 而这时的家野银行 已发展成了一家大银行 在大阪排名前十 而商业部门家野商店 再将办公场所 转移到家野银行后面后 经营也非常顺利 荣三郎和阿倩生了一个女儿 并在家野银行附近 买了一套新房子 一家人已搬了新家生活 荣三郎也曾邀请过母亲 与他们一同生活 但鱼也却拒绝了儿子 家野屋里有他和郑吉的美好回忆 他也不舍得和钱袋分开 所以鱼也还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而这时的新次郎 不光担任了家野商店的社长 还成为了板神纺织的初任社长 逐渐成了大板商界的头面任务 当然 新次郎的小屁屁 还需要阿倩来鞭策才行 阿倩不仅参与了银行的管理 还频繁的去往九州煤矿 他工作起来也是越发的锦利旺盛 但他和女儿迁代的母女关系 似乎还有待提高 阿倩的银行梦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后 终于以兑换商为基础 转型成了一家大型银行 家野银行又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顺利成长 并在戒合神户等地增开了支行 不过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真的挺难 从兑换商流行开始 所有人都没有要把钱存起来的习惯 所以要让大家改掉这种习惯 把钱存在银行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阿倩看起来注视顺利 但他也有他的苦恼 根源就是他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迁代 阿倩是实业家的文章 接连在报纸上报道 阿倩作为女性的代表 被广为人知 当全家人都在夸阿倩时 迁代却觉得母亲很是无趣 并常常与阿倩发生口角 这也不禁让辛子郎 为母女两人的关系而担忧 而这时的大板 以辛子郎参与的纺织公司为首 各式各样的产业都快速发展了起来 而穿着洋装的阿倩和穿着和服的辛子郎 亲密走在大板街头的样子 也成为了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 商业城市的奇特一景 阿倩不仅参与了银行管理 还在为尼奇工作的辛子郎 又增加了一项新的生意 就是批发棉花给纺织公司 而在加野银行 阿倩一时以来想要建立的教室 已成功路程 员工们可以在这里学习道德知识 平时郎现在已经是加野银行的经理 受阿倩所托 和他专门负责培训 不想等着从高等小学毕业后 就做自家生意 但千代却直言拒绝 他可不想像母亲那样 变得如此无趣 在一旁的辛子郎又问起千代 那他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千代则回答道 夜晚阿倩对阿倩感叹 小姐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女商人 加野银已着手这么多项目 着实让所有人佩服 但阿倩却怎么也先不够 虽然现在一切都顺风顺水 但不继续努力学习下去 加野屋所有的项目 都有可能会被新的事物排挤出去 也就在两人谈话期间 辛子郎竟将阿出的长子 兰芝柱带到了加野屋 他请求潜移 能让他在加野屋工作 夜里 阿倩就与丈夫谈起了自己的顾虑 他总感觉兰芝柱是离家出走 才跑了加野银行的 如果不答应让兰芝柱留下 他肯定会跑丢 夫妻两人琢磨着一商量 决定暂时将兰芝柱留在加野屋 同时再给姐家阿出 写一封信告知才好 第二天 阿倩便和平侍郎与荣三郎商量 先让兰芝柱以见习员工的身份 在加野银行工作 另一方面 辛子郎和阿倩被千代的班主任 叫到了学校 班主任问两人 以后对千代毕业后的发展 有何考虑 其实千代一直都不太爱学习 但他的国文和珠算 就在班级里排名靠前 所以班主任想让阿倩和辛子郎 好好考虑一下 千代今后的前途问题 回家后 辛子郎便问阿倩 他希望千代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这个突然的问题 让阿倩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果自己真的可以决定 他倒希望千代能像自己一样 在加野银行工作 虽然只是自己一厢情愿 但他的路 还是希望他自己做出选择 迄今为止 阿倩一直认为 女性是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的 即使嫁为人妇操事家务 或是帮家里干活 又或是给人当女佣 女性一直以来 就这么几种生存方式 但对现在的女性来说 这个国家又开辟出了很多新的行业 和以前只能待在家里 操持家务相比 逐渐有了新的变化 比如考进东京新建的国立音乐大学 成为钢琴家和小提琴手 再比如考上师范大学 成为学校老师 如果学习后再通过医学考试 没准就能当一位医生或者是护士 但是为了能让千代以后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方向 他觉得千代还是去上高等女校比较好 千代听见二人的谈话后 坚决反对母亲 把自己的梦想强加给他 新灿郎和兰芝柱来到千代房间开导 戏聊之后 新灿郎才知道女儿千代的愿望 他准备在毕业后就参加婚前培训 然后做一个好媳妇和好母亲 兰芝柱听闻此话 便告诉表妹 当今时代 男人们其实更希望自己的妻子有学问 就像潜仪那样 当然还包括他 现在听闻兰芝柱的开导 嘟囔着嘴说道 兰芝柱是热爱极乐家业银行的工作 不管是见续员工还是打杂 他总是干净世俗 这样阿浅都忍不住的夸奖这个孩子 同时他也感叹 为什么千代就不能像他一样热爱工作呢 而在这时 住在和歌山的姐姐阿初 收到兰芝柱瞒着兰芝柱给他们写的信 另一方面 家业银行来了一位名叫宫藤德佑的上课 他在家业银行存有巨款 他前来的目的是想问问阿浅 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他觉得女儿上学可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空凭一身本领 却毫无用武之地 还不如趁早嫁人 听闻此言 阿浅这才明白 女性就算拥有求学这张船票 但想要依照自己的意愿 航行远方 却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阿浅玉平侍郎 在美河店里讨论着 女性以后的就业问题时 却突然发现 帮他们上查的女性员工 这一幕 刹那间就让阿浅有了新的启发 啥 阿浅打算让家业银行雇佣女性支援 新侍郎等人听闻此消息 大为吃惊 所有人坚决反对阿浅的这个想法 平时郎觉得 让女性处理金融业务风险较大 而如三郎的理由 就是一直以来的 兑换商到现在的银行 都没有让女性 在里面工作的先例 如果家业屋 突然要雇佣女性联工 他们有可能会失去 至今为止客户对他们的信任 但阿浅却认为 正是因为这种做法 史无前例 那他们就更应该 手开心盒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阿浅相信 女性也有不输给男性员工的能力 而且 他还决定家业银行 请来的女性员工 在没获得他们的信任之前 工资由他自己来发 这次尝试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责任都由他来承担 那前请求众人 给他一次尝试的机会 如三郎看着哥哥新次郎 便想问问他的意见 但新次郎却这样回答 果然 青次郎的脑回路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他的话 有人在一旁的平侍郎 惊到了下巴 就这样 家业银行开始 募集女性员工 这则消息 在报纸上刊登 听说女性 能在银行工作的事 被一传十 十传百 到最后 仅有100人前来应聘 就连功腾得幼 都将自己的女儿 送了过来 想要在家业银行工作 他们还必须通过三项考试 第一项 基础学科考试 一些来做热闹的应聘者 只是向往 职业女性 但能力不够的人 都会在这个阶段 被筛选掉 第二项 礼仪测试 阿浅一一筛选那些 积极主动 富有理性的女孩 第三项 再由阿浅亲自面试考核 比起那些有才华 讨人喜欢的女孩 阿浅更加注重那些 认真踏实 心理承受能力强的女孩 最终 阿浅在百名女子中 留下了四名佼佼者 随后 阿浅跟四名女员工 交代好一切后 并跟他们做起了 上岗前的培训 而这时 和这儿子兰芝柱 在家野银行的阿初 来到了大阪 另一边 新次郎看着女儿千代 对阿浅总是 世事反感的样子 他想把千代 送到京都女校上学 而这也是阿浅所期望的 但千代却执意要 学上婚前培训班 新次郎又说道 所谓的女校 不是专门培养 职业女性的地方 如果想做好贤妻良母 那就更应该 接受修身养性 注重礼仪的教育 而不是整人 在家人面前 说母亲坏话 另一方面 阿初来到家野银行 会把离家出走了 兰芝柱 带回合格山 但兰芝柱却坚决 不肯跟母亲回家 他不想在那偏远山区 做一辈子的农民 他也有他自己的梦想 发现和新次郎 因为着急 家野银行的事 便只能留下解架阿初 等兰芝柱 在客厅单独聊聊 今天可是家野银行 女员工上岗的第一天 他们穿着统一工作服 在经过阿浅的 一番培训之后 他们也正式迎来了 新的挑战 有了阿浅的港前培训 女员工们都应付自如 客人们也是 对家野银行的服务 颇为好评 另一方面 因为兰芝柱 一直与母亲僵持不下 于也便上前 却说兰芝柱 人最重要的是信用 陈芝柱知道 她是离家出走 来家野银行的 估计也不会再留下她 但是只要她与母亲回去 好好跟家里的所有人商量 如果他们都同意 她在这里工作 那家野银行的门 也随时被她敞开 有了约约的劝导 男之助这才安心 跟母亲回到了大阪 而且忙完后得知 姐姐已经离开了家野屋 心里顿时一阵失落 自从家野银行 聘用女孩工作的事情 给传开后 他们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还有些人完全是慕名起来 他们享受着家野银行 不一样的待遇和服务 家野银行就像 阿简期盼的那样 店内就像是开满了鲜花一般 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 家野银行的好评不断提升 前来的顾客也是源源不断 另一方面 现在还在为去女校上学的事 而烦恼着 奶奶一夜 便让她先和自己 去京都的女校参观参观 再考虑要不要上 而在这时的家野银行 来了一位难缠的客人 她是家野屋 还是兑换伤食的老顾客 如今穷困潦倒的她 无法提供任何抵押物 却张口就要贷款 正在新次郎兄弟左右为难之时 阿简出面 便直接拒绝了她这一要求 幻骨瞬间大怒 随即拂袖而去 每一天 千代与奶奶去京都女校观光一天后 来到了家中 千代心情大好 并觉得京都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好 所以她愿意去上女校 新次郎听闻此言 大喜 即使不舍 她还是愿意让千代 有学习点知识 走自己喜欢的路 几个月后 又到了千代离家去学校的日子 这也是千代第一次一个人远行 离开亲人 全家人不舍地站在门外 勿送千代离去 夜里 新次郎兵的老婆提议 去何歌山游玩一次 阿简本不想答应 但听闻是去何歌山 就瞬间喜笑言开 两人还兴奋地商量着 要带什么礼物给姐姐 而这也是二人婚后的第一次外出旅行 第二天他们就收拾好行李 准备前往姐姐阿初的所在地 何歌山 而这也是两人婚后的第一次旅行 就这样 父亲俩从大阪坐船 到达何歌山的友田 然后再向阿初和吴宾卫的角林方向 说阿浅是个穿着奇装衣服的怪人 吴宾卫赶来将一众孩子赶走 随后又掐起养殖树的耳朵 就开始教育 最后才由阿浅的一身吴宾卫 才将此局面打断 吴宾卫看着面前如此与众不同的阿浅 也忍不住开始吐槽 随后再由吴宾卫带路 几人一通前往了姐姐阿初的住所 阿浅一行人来到阿初家 再次见到了阿菊和荣达 晚饭时间 大家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阿初做的晚饭 新次郎吃着从没有吃过的饭菜 心里顿时充满了幸福感 印里村里的管事石卦大叔 见着阿初家来的客人 便想着他们肯定没有多余的被褥 就亲自派人送来了几床被子 这个举动让新次郎颇为感动 不停道歉 石卦大叔听说 新次郎是家野银行的少掌柜 激动不已 他早听闻了他的大名 还包括他的老婆白钢钱女士 他又急忙掏出报纸上剪下的一脚 递给新次郎看 有了石卦大叔的到来 家众更是热闹 所有人围坐在火炉边 谈论着一切趣事 随后石卦大叔又收起现在 橘林农业的发展 当时在德川那个年代 还有三大家给他们农民撑腰 但现在他们受到了东京批发商 非常不合理的待遇 就因为里面有一个烂橘子 就借口用极低的价格 想要收购他们辛苦一年种的橘子 而且听闻此事 又忍不住发动了他机灵的脑袋瓜 如果橘子的销路和利润分配 被东京的批发商给控制 那他们可以改变销售方式 派人把橘子拖到各地自己卖了 新次郎在一旁不停暗示妻子 事宜让他少说一些 随后石卦大叔又说起了自己的儿子们 如今他们都去东京上学 他还是希望把橘林交给兰芝柱这样的孩子来管理 并劝兰芝柱以后别再突然消失 不要让家里人担心 这些话让阿初一家陷入了沉思 兰芝柱一直不肯安于现状 这是阿初一直所担心的 阿显和新次郎到河阁山探望阿初一家 正巧赶上橘子收获的季节 只见满山遍野都被橘子染上了橘红色 这让阿显不禁沉浸 集中无法自拔 看着姐姐一家为了采橘而忙碌着 他心里又何尝不知 兰芝柱想去学习经商呢 一想到这儿 他的心里就变得无味杂陈 午饭时间 阿橘来到阿显身边 便想请求他一件事 他想让家业银行正式雇佣兰芝柱 他是山王四家的孩子 对做生意一定不差 如果孩子就这样被埋没在橘山上 就太可惜了 阿初见婆婆如此 并不好多说什么 婆婆一直以来 都把重建山王四屋的希望 全部寄负在了兰芝柱身上 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重回大阪 带婆婆离开后 阿初跟妹妹说出了心里话 一直以来 他就只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在这里度过一生 看着全家骑上阵踩摘橘子 一边干活 一边聊着所发生的各种去世 他就感觉非常幸福 他希望兰芝柱理解父母亲的想法 但他却就是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一想到这儿 他就特别生气 其实阿浅又何尝不是为了这种事情而烦恼呢 这天 正在阿浅和新次郎悠闲地坐在门口吃橘子时 吴宾蔚叫着阿浅想跟他单独聊聊 随后他向阿浅问起了兰芝柱在家业银行工作的情形 阿浅便直言跟吴宾蔚说出了实情 他很喜欢跟这样的孩子工作 虽然他们有亲戚关系 但兰芝柱并没有因为自己给过他任何优待而怨恨自己 反而是非常认真的干活 努力学习 阿浅觉得就算是兰芝柱在合格山 也会成长为一个越来越能干的孩子 但如果将兰芝柱交给他 他一定会好好教育 并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好商人 吴宾蔚听阿浅说完也明白了一切 他的心里似乎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在当天 吴宾蔚召集了家人 想讨论一下兰芝柱今后的问题 兰芝柱跪在母亲面前 请求他让自己去家业银行工作 吴宾蔚为支持儿子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阿树见儿子如此喜欢经商 也不好再过多干扰他的人生 便同意了儿子 想去家业银行的想法 只不过他只给儿子三年时间 如果三年时间内 他还没有任何成就 那他就要留在合格山 好好继承自家居岭 而另一边阿浅与新次郎 在居园里谈起了女儿千代的问题 一个从来都不喜欢母亲的人 看着室友如此敬佩自己的母亲 到底是什么感受 在东京女校宿舍的千代 看着同屋的室友 收集母亲是实业家的报道 并打心底的崇拜母亲 千代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两人还因此争论了一番 千代表示 小姨崇拜的人 根本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并还将母亲在家的一切真实情况 告诉了她 另一边 在合格山的阿浅和新次郎 收拾好一切 准备回往大阪 姐姐还在这几天内 给阿浅做了一个红色的斗篷 作为离别礼物 与上王四家的一大家子告别后 阿浅和新次郎 又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新次郎牵起阿浅的手 对她说着一些甜蜜的话 自从下一屋开了商店 银行 煤矿 仿制以来 现在的他们 都不能像这样牵手 慢悠悠的散步了 听着丈夫说的这些话 让阿浅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既然出门 那就好好地玩一次 随后 阿浅提议 他们可以去德川家的御用温泉 怕我一次早再回去 新次郎听完大喜 兴奋地牵起老婆的手 就前往了温泉中心 夫妻俩在温泉住了一晚后 又回到了大阪 这天 在家野银行 喝得醉醺醺的万古 又来捣乱了 因为酒饮发作 他在家野银行不停大闹 阿浅叫人直接将万古赶了出去 自此惹怒了万古 坦言 要让阿浅这个女人付出代价 为了保证家野银行顺利运营 家野银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 记录危险人物的黑名单 阿浅注意到 除了万古外 那上面还有新次郎的老熟人 山屋宇萍掌柜的名字 原来山屋退去二线后 与儿子一家不合 于是常到家野银行来闲聊 让众人颇感为难 大客户宫腾 则是因为过于担心 在家野银行工作的女儿 频频造访 才上了黑名单 除了这两人外 名单上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 那人衣衫蓝履 总是来银行观察女职员 大家认为他行为怪异 决心不良 因为家野银行的客人越来越多 也有许多奇怪的人跑来造访 所以大家也算是痛病快乐着 而在这时的何隔山 在阿初的目送下 决定到大阪家野银行工作的男支柱 出发了 男支柱接着在白岗家 作为家野银行的介细员工 并开始了他的学习职用 1894年 明治27年的夏天 新浅郎突然告诉阿浅 他已辞掉了纺织公司社长一职 因为他突然想到 自己以后会越来越老 不管自己能活多久 他不能总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即使那边没有自己 他们也可以运营得很好 所以他请阿浅让自己以后 能安安心心的做自家生意 好好地做一个银行顾问就行 阿浅感叹 这不又成了一个甩手掌柜吗 最近家野银行的黑名单是越拉越长 很多厚着脸皮来借钱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 家野银行黑名单上所列的无名男子 真名叫程泽泉 乃是一位刘美贵来的教育家 程泽屡次上门拜访阿浅 但都被经理平时郎打发 但就在这一天 阿浅最终还是被他堵在了门口 他以阿浅雇佣女性为例 兴奋的原阿浅阐述了 女性教育的重要性 说到一半 他竟体力不支地倒在了阿浅身上 阿浅一受到惊吓 便直接将他扔了出去 而这时的阿浅还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次与程泽的书次见面 竟会改变他今后的命运 另一方面 新次郎为了看望千代 来到了京都女校 看着女儿已经成功融入了校园生活后 倍感欣慰 过了两天后 程泽再度来访 他又与阿浅谈起了 建立女子大学的梦想 并觉得 全国能够认可新女性教育的人 除了阿浅就再没有第二个人 随后 他又拿出自己写的厚厚的一笛论文 交给阿浅 并希望他能认真看完 给自己一个答复 夜里 阿浅就读了 为创立女子大学而奔走的程泽 写的关于女性教育的文章 深受感动 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男人都可以为了女性教育事业 而如此奋不顾身 他竟想把国人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思想 给改变过来 在程泽撰写的这份草稿中 描写了女性作为一个人 一个妇女 一个国民 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女性也能通过高等教育 实现人生下旨 在各种工作岗为就职 才有可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女性也应有一技之长 有必要拥有独立谋充的能力 而且 还应在研究女性的能力后 考虑发挥她们的特长 在未来一百年 甚至两百年后 前景的情况下 制定女性的教育方针 文章中揭示的计划是如此具体 一个男性都能为女性考虑的如此周到 那阿浅又怎会认输呢 此后 阿浅为了找程泽商量 办女校的事 到处寻找着程泽的身影 但总是错过 新次郎在家听母亲说 阿浅在找一位年轻帅气 且非常有才华的男人时 不忍在一旁醋意大发 见新次郎如此 阿浅又激动地跟家人们分享了 程泽写的原稿 不禁隐含泪花 看着妻子一谈进女子学校的事 就眼睛放光 她也就此明白了 这是对阿浅的重要性 夜里 新次郎便跟阿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管在哪个时代 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没守成规 根本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俗话说 枪打出头鸟 没有超越时代想法的人 一定会被别人嫉妒或怀疑 所以新次郎觉得 如果他真的想要实现这个梦想 肯定会是困难重重 但阿浅根本不予理会 并还请求新次郎 在自己去煤矿的这段时间里 帮忙寻找成责 另一方面 在京都女校里 小姨和千代谈起了 她对毕业后的道路感到了迷茫 聊天过程中 千代还从小姨那里听说了 她以前从来不知道 关于母亲阿浅的事情 小姨的这些话 让千代感到了心塞 从而原来这对母女俩 本就不好的关系 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阿浅从九州梅矿回来后 经发现 自己一直寻找的成泽 也来到自己家中 原来是新次郎在美和店中 意外碰到成泽后 并直接将她带了回来 随后 成泽向阿浅大谈了 设立女子大学的重要性 阿浅颇感兴趣 并考虑到为成泽融资 她的这一想法 却遭到了平时郎的强烈反对 而成泽也宣称自己是教育家 绝不会因此借钱办大学 还告诉阿浅 在国外大学的运营 都是靠别人捐款才建立的 又过了几天后 成泽穿着阿浅送的高档西装 又来到了家里银行 感谢阿浅的同时 阿浅又掏出一打钱交给成泽 表示 这是自己募捐给她的 也算是她最近的活动经费 并激动地期盼着 他们能快速启动 创办女子大学的这个计划 而在这时的合格山 阿浅收到了儿子兰芝珠的来信 线上说到 兰芝珠的实习期已经结束 现在的她 已成为了家里银行的正式员工 每月都可以拿到工资 并还给阿浅买了礼物 看着儿子寄回来的信和礼物 阿浅难掩心中喜悦 脸上更是乐开了花 身为母亲的她 这下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另一边 阿浅兴奋地 跟承泽规划着 创办女子大学的事情 今后一切和钱有关的问题 全部由自己负责 而承泽是教育家 他只需要专心考虑 教育的问题就行 阿浅已经准备 跟大阪所有的资本家 谈谈此事 让他们募捐 但守护和传承 女性思想 就是有承泽能做 所以两人就此分工 做好各自的事情 为创办女子大学 打好基础 阿浅的安排 让承泽为之振奋 并发誓 一定要让日本的 首座女子大学 创办成功 但这件事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就这样 在阿浅为承泽 提供了活动经费后 他和承泽以前的那些支持者 一起在大阪中之岛 建立了活动的根据地 但阿浅为创办女子大学 进行的筹款活动 进行的却十分艰难 大阪的富商们 对办女子大学 根本不感兴趣 阿浅拜访了若干有名商人 有钱人 以及富豪 却屡次碰壁 就连家业银行的老客户 也拒绝了他 因为女儿想要工作 之前他还不忘劝告阿浅 家业银行好不容易 再把生意做这么大 也希望他们不要再出手 搞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才是明智之选 而这一幕 正好被刚刚回家的行长 容三郎碰见 也因为这件事 容三郎将阿浅 好好批评了一番 这也瞬间让阿浅失落至极 没想到 想要创立女子大学 竟这么困难 还给家业银行惹上了麻烦 但他不会因此放弃 阿浅拿出新次郎 好久以前送给自己的算盘 他也希望每个女孩 都有一个送给他们算盘的人 而他就想当这个人 能让全国的女性 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这就是他今后的梦想 而他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只要这座女子大学能创办成功 他也想和千代一起去上学 即使坐在教室的角落 听听也好 这天 几人在美和店里了解了 为女子大学募捐的问题 承泽见大本的有钱人 不接受创办女子大学 他便亲自去往东京私塾 想去探探他们 到底是如何做到 募集资金这个问题的 但还没有进门 就被赶了出来 想法 既然大阪那有钱人不接受 那他就要去东京试试 他要与在东京开办大学的 大威仲信回面 亲自向他讨教一番 而这就是阿浅 一旦开始行动 他就绝对不会轻易停下 回到家的阿浅 立马就给大威仲信 写出了一封信 因为没有等到仲信的回信 他就立马收拾好东西 准备前往东京亲自拜访 为了向大威仲信 请教创办大学 发现独身一人前往了东京 来到了仲信的府邸 在大威仲信家 有很多客人来来往往 商量着各种问题 大威仲信的妻子 林子 把阿浅带到了仲信面前 仲信看着阿浅的到来 也是非常高兴 并向众人介绍起了 阿浅是事业家的身份 进出人都在这儿 阿浅鼓起勇气 向仲信弹起了 建立一所全外女子大学的必要性 仲信听完 只夸阿浅是个有眼光的人 虽然如此 现在国内的女性教育 确实是比国外落后了许多 但他觉得 对于将女性培养成为贤妻良母来说 就已经完全足够 如果现在将国外女性教育 引进国内 还是有点太操作过急 听闻仲信所说 阿浅急了 他将诚泽写的稿子 一口气全部付出给了众人听 仲信听闻后大惊 这才意识到了 女性教育的重要性 虽然现在的自己 已经辞掉了政府的工作 但他仍然会尽自己所能 帮阿浅完成这一次的伟大事业 而在另一边的大阪 千代利用假期时间 将小姨带回了家义屋 为了开办首座女子大学 阿浅拜访了大卫仲信 并用自己的坦诚说服了他 几天后 如阿浅设想的那样 仲信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在获得他的赞同后 阿浅在东京 募集捐款的这个工作 进展得非常顺利 捐款的人也在一个个增加 阿浅从东京回到大阪后 却引来了所有人的异样目光 就连回家也是异样 所有人都闷闷不乐 气氛异常 询问后再得知 因为阿浅又忠于办女子大学的事情 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 说家业银行要吃巨资办大学 搞得在家业银行存款的顾客 人心惶惶 职业一定要亲户才好 平时呢 还劝说阿浅 让他放弃办女子大学的想法 正在阿浅为这种事情而烦恼时 千代觉得这事找到母亲 想好好跟他谈谈心理话 可阿浅因为心情郁闷 却直接敷衍了千代 当他正准备离开时 千代终于还是忍受不了母亲的各种行为 爆发了 千代说的这些话 让阿浅感到既惊讶又难过 他不懂千代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阿浅拉住想要离开的千代 并正正地告诉他 他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雷着的想法 他反倒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 甚至有些时候 自己遇见困难 都是因为有了他 他才会咬牙坚持下去 但无论阿浅怎么解释 正在气头上的千代 又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结果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时 旺谷再次来到家业银行借钱 并在店内大闹 不停出口成章 大妈阿浅是个没用的废物 还直逼家业银行的女职员 要跟他们好好玩玩 而平时一直不想管他都是的新次郎 终于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他三两下就把万古整服 运开直言 让他滚出家业银行 万古直接被这样的新次郎给吓到 随后 便被众人拖出了家业银行 阿浅经过上次与千代吵架后 还是想找机会跟女儿好好聊聊 但还在气头上的千代 并没有理会母亲 他直接扔下阿浅独自走开 但还没有走多远 千代就听见母亲的一声惨叫 他转过头 却瞬间被吓到 只见母亲捂着肚子 口中还不断喊着自己的名字 万古拿着水果刀 刺中了阿浅腹部后 立即逃走 阿浅渐渐失去意识 倒在了地上 众人迅速将阿浅送往医院抢救 医院里 阿浅虽然已经抢救过来 但因为失血过多 他还处于危险之中 保险起见 医生建议新次郎 还是通知一下家人 和关系密切的人比较好 很快 阿浅被狂吐刺伤的消息 瞬间就传避了整个城市 而在和歌山的姐姐阿初 也受到了阿浅病危的电报 很多人都在担心着阿浅的安危 全都为在家野银行 想要打探关于阿浅的更多消息 为了避免发生乱子 平次郎不断安慰众人 只能说阿浅夫人并无大碍 听闻消息的程泽 也冲进了家野屋 本想问个明白 却遭遇到了平次郎的一顿骂 因为着急 他将阿浅出世的因果关系 全部归咎在了程泽身上 千代和新次郎 自阿浅出世以来 没日没夜地守护在阿浅身边 但阿浅却依旧 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听闻消息的阿浅弟弟九太郎 也来到了医院探望 又过了几天后 阿浅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夜里 千代都会守在阿浅窗前寸步不离 每每都会给昏迷不醒的母亲 按摩全身 他只希望母亲能快点醒来 新次郎借女儿千代 无休止地守在阿浅床前 甚是心疼 便想着让千代回去好好休息一晚 千代听闻大哭 本以为像母亲这样的人 一辈子都不会死掉 要是他真的就这样死去 那他又该怎么办呢 在千代睡去 新次郎独自守在妻子床前 流着泪 想昏迷中的阿浅 诉说中吵 随后 阿浅似乎听见了 新次郎说话的声音 他突然呼吸急促 口中还不断念叨着 他不想死 阿浅似乎奇迹般地生还了 在医院昏迷了一个星期后 终于醒来 新次郎激动地叫醒千代 并兴奋地告诉他 母亲醒了 千代听到这个好消息 已说不出任何话 长久以来紧绷的神经 终于放松了下来 生命纯微的阿浅 在梦中见到了 已去的故人五代 还有那个一直支持 自己做事业的公共政绩 以及宠爱着自己的爷爷 爷爷亲切地 喊着阿浅的名字 并让他一定要开心起来 千万不要为了工作 而放弃自己原有的纯真 凡事一定要看开点 随后 阿浅在和姨爷的唱歌声中醒来 阿浅能醒来 可谓是医学界的奇迹 虽然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考虑到他伤势严重 还需要留在医院观察休养 医生刚刚说完 在一旁的护士 也忍不住发话了 他与众人谈起了 这位与众不同的少夫人 说他刚刚醒来 就要闹着出院 恢复自己的工作 他希望家属能好好劝劝 让他留在医院养病才好 而且为了尽快恢复 他忍着伤口的疼痛 拿起一旁的点心 准备补充体力 而这一幕 恰巧被刚刚进门的众人所撞见 千万看见母亲这个样子 气不打一出来 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醒来就要工作 他警告母亲 做事不要太过分了 说完便跑了出去 看着母亲恢复了王儿的生机 千万的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而正在这时 容三郎听闻嫂子已经醒来 便跑来医院探望 他还告诉了新次郎一件事 刺伤阿浅的万古还没有抓到 听见这个消息 也不禁让新次郎等人担心不已 突然 现在在母亲病房前 看到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中年男人 急忙大喊 新次郎听闻急忙冲了过去 直接将那个中年男人死死扣住 但还好 这个奇怪的中年男人 正是刚从九州煤矿回来的二管式闺住 闺住来到病房 看着少奶奶醒来 是异常开心 他们两人也已经很久没见过面了 归处看完阿浅后 又回到了家野屋 她和留守的家野银行的强妻等人 报告了阿浅夫人现在的状况 众人听完 都为阿浅夫人恢复意识而高兴 并期待着夫人能早日出院 另一边 阿浅非常感谢女儿千代 这段时间以来的陪护 但在得知千代是为了自己而起驾时 母女二人又因为话不投机 吵了起来 千代从病房里出来后 竟意外碰到了 从东京来探望老师的青年起介 千代看着起介拿刀切苹果的样子 瞬间就想到了 母亲被万古捅伤的那一天 因为害怕 千代不小心将手中的花瓶 摔碎在了地上 正在她着急 想要清理地上的碎瓶子时 却不小心将手指割破 起介看着千代苍白的脸 连忙问起她现在的情况 奶奶雨也闻声赶来 急忙将桌子上的水果刀 用手帕盖了下来 而这就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而后 两人又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情愿呢 另一方面 新次郎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阿浅 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难过 所以她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 以后她要留在家野屋 守在阿浅身边 护她周全 新次郎听完归宿所说的话 更是感动不已 而在这时的家野屋里 自听为妹妹阿浅病危的消息后 阿渍和丈夫吴兵卫 连夜从和格山赶了过来 在得知阿浅已经中过了危险期后 这才松下了一口气 医院里 阿浅一家聚在了一起 这样的时间 对于三人来说是少有的 新次郎最先打破僵局 并提议 今晚三人就睡在一起 以为让阿浅和现代母女关系得到缓解 就这样 新次郎为母女两人准备好一切后 自己则搬起板凳 睡在了一旁 并开始了自己的装睡之路 见丈夫睡着 阿浅必向现代说起 自己与新次郎的相遇 以及新婚当天的趣事 还有现代出生时的情景 母女两人就这样一直聊 一直聊 聊了好久好久 而这也是自现代出生以来 母女俩第一次这么和谐的互诉中长 两人的关系也渐渐变得和谐温馨了不少 而就在这天夜里 万古被寻警发现 带进了警局 另一边 阿浅和务兵卫 在家也误过了一夜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一家就前往了阿浅所在的医院 前去探望 看着妹妹阿浅已度过危机 她也就此放下心来 新次郎在得知万古被抓的消息后 便立即告诉了女儿千代 听完这个好消息 也让千代松下了一口气 以后他们就再也不用担心被突然报复 因为过于担心妹妹的阿浅 与阿浅谈起了一些关于女性教育的问题 如果因为教育事业 就要让她减受 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而前代也在一旁 说起了老师给他们说过的话 男人天生就希望女性畏惧其下 这是本性 虽然最近都流行 娶个聪明女人当妻子 但他们又绝对不允许 女人比男人们还出风头 所以女人在家 还是当个贤妻良母比较好 阿浅也在一旁赞同这样的话 但阿浅却接受不了 学校怎么可以教女学生这样的东西呢 阿浅始终相信 教育是能够改变现在女性的这种现状的 即便女性的高等教育 如何被认为荒谬绝伦 被外界的压力强迫不许实现银行 但她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另一方面 在医院的热水房里 千代又意外地与企节重逢 看着企节削苹果的样子 不禁让在一旁的千代有些好笑 千代拿起企节地上的水果刀 便在水池旁熟练地笑了起来 而且她还大胆地和企节攀谈起 那天不小心划上手的原因 几句过后 两人之间的气氛并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尴尬 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少男少女情感上的微妙 另一边 阿祝还告诉阿浅 养之助现在吵着要讨老婆的事情 据说是一个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 等着养之助过了二十岁就去她进门 至少这比她说 等到二十岁就去当兵要好得多 她就只想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平平安安在菊山上生活下去 阿祝陪着妹妹待了一天后 也到了离开的日子 阿祝以菊树作比喻 向阿浅谈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并希望她能好好觅及 就这样 阿祝和吴兵卫准备在这一天 启程回往和歌山 离开前 蓝之助还请求父亲吴兵卫一件事 他想让父亲能帮自己 转告给奶奶一个消息 而另一方面 阿浅的身体渐渐恢复 千代也准备回京都女校了 但在离开前 他还想去见见那个让自己心动的男孩 他忐忑不安的在热水房等着 可没想到 却真的让他等到了 现在与启节告别 表示自己周末就会回来 但是启节却说道 他可能就在这两天内会回去东京 但他相信 如果有缘分的话 他们肯定会再次相遇 这时 在嘉远银行里 回到大阪的龟住 被容三郎为引了新的任务 担任社长秘书一职 自此之后 龟住就开始了懂秘的工作 和阿浅这边 每日都有大量的访客 蜂拥而至 与阿浅谈了这一些 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这天 大为重信的妻子 亲自跑了探望 并还告诉了阿浅一个好消息 东京有很多达官贵人 和他们的妻子 都愿意出资新办女子大学 这个消息 让阿浅感到的同时 也更是加重了他 想要出院 努力工作的心 另一方面 在何戈山 穆宾位正在告诉母亲阿菊 儿子交代给自己的事情 无论是他还是兰支柱 都不打算重振 伤亡私物的家业 以前的兑换商 和如今的银行 到现在 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了 想要兰支柱在大阪 打出伤亡私家的招牌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阿菊听完气愤不已 但不管阿出做何解释 阿菊还是难掩心中郁闷 夺门而去 另一方面 现在放假把朋友小姨 带到了阿浅的病房 能见到仰慕已久的大神阿浅 让小姨激动不已 趁此机会 阿浅还拜托了小姨一件事 她希望小姨能帮自己 把成泽请来医院 小姨也不负所托 将成泽带到了阿浅的病房 成泽在听完阿浅被刺之后 就一直沉浸在自责之中 无法自拔 她觉得自己没脸再见阿浅 她跟阿浅道歉 但阿浅却这样说道 阿浅的年也是在医院里过的 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后 终于在开春之前 阿浅出院了 家业银行的所有员工 全部在门外等着 引进阿浅回家 在阿浅休养的这段时间里 日本继东海道县开通之后 还接连开通了神户和广岛之间的山羊铁路 去东京和往来与福岗的煤矿 并以前方便了许多 回住带着一家决定定居于大阪 做好自己的职务 家业银行随着时代的发展 银行累计存款数额 已高达67万日元 是越发的引人注目 容三郎与阿信 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几人又开始帮千代考虑婚事 并决定让千代毕业后 就帮他招个上门女婿 这本该是一件喜事 新三郎听完 却立即拉长了脸 而在这时的和歌山 阿菊自倒在地上后 就开始一病不起 阿树心急 让在一旁的养植柱 迅速去网游局 给哥哥发一封电报 但婆婆却坚决不让 他表示 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让兰植柱回来 婆婆阿菊的病倒 让养植柱变得更加成熟懂事 也让物病卫变得无比自责 家业银行内 他显收到的大管 是燕柱报平安的书信 信上说 燕柱女儿的病已经被治好 全家人都搬到了神户 正在经营着一家火柴工厂 而且生意不错 而在这时的京都 千代正在做着 回家的准备 同时小姨 满脸愁容地 对千代说了一件事 她的母亲让她一毕业就嫁人 但她根本不想嫁给一个 连面都没进口的男人 便趴在千代腿上 嗷嗷大哭 她为自己不能决定 今后的道路而难过 千代回家后 一家人就在一起 商量起了千代 从女校毕业后的婚姻问题 发现在一旁对千代说道 如果她还没有打定主意 可以不用非要这么着急嫁人 现在的学校还有很多专科 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 而千代也说 等毕业后 自己想过一段时间嫁人 不必这么着急 新测浪在一旁听闻大喜 并非常支持女儿的想法 夜晚 千代主动找母亲 商量一些事情 她想让母亲帮帮小姨 能让她继续学习下去 这件事让阿琴感到了为难 毕竟这是人家的家事 但看着这是千代 第一次有求于自己 便答应了此事 她一定会帮小姨想想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另一边的合格山 阿琴整日看护着 卧床不起的婆婆阿菊 阿菊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 突然惊醒 醒来的她 看着阿菊 就在自己床前 竟安心了许多 最后 阿菊对阿菊说起了自己的噩梦 她刚刚梦到了小时候 曾被关过的库房 之前自己也曾将务病卫 和阿菊关在里面过 对他们感到抱歉的同时 阿菊还回忆起 当时她母亲对自己做过的事 那些可真是噩梦呢 但当自己做了母亲后 竟也会跟自己的母亲 不如温柔的阿菊培养的孩子 阿菊一边帮婆婆翻身 一边感谢她对吴冰卫的养育之恩 阿菊明白 婆婆当初对自己和丈夫的严厉 是为了守护好山王四家 但她从来没有怨恨过婆婆 而且她还觉得现在的屋子 虽然没有当年山王四家的华丽 但她更喜欢现在这个 比之前充满了更多温情的家 而这全部都是脱婆婆的风 而此时 阿菊为了给女子大学寻求支持 又动身前往了东京 在续往东京之前 她还顺路来到了京都 准备到女子学校的宿舍 看望前代的朋友小姨 刚刚进屋 里面却没有两个孩子的身影 屋内竟是一个陌生女人 询问后才得知 这人这是小姨的母亲 两人说起来关于女儿的话题 聊得热火朝天 随后阿菊又利用自己新女性的思想 与小姨母亲谈论起了读书的用处 从而也让小姨母亲为之震撼 改变了自己的传统思想 聊完之后 阿菊必须迅速赶往东京 继续为了女性的教育事业而奔波 引走之时 先带叫住了母亲 并对她说出了自己长大以来 对母亲说的第一声谢谢 另一边的和歌山 阿菊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众人都陪在她身旁 与她一起回忆着山王寺屋 作为兑换商荣光时刻的过去 男之助在得知奶奶 卧病在床后 并迅速赶回了和歌山 但她还没见着奶奶的最后一年 奶奶阿菊就与时长辞 阿菊还是没能等到 翻回大阪的那一天 她的丧礼 是请了一些关系非常亲近的人 就这样肃穆地给办完了 男之助因为祖母去世时 自己没能陪在她的身边 而非常难过 看着哥哥如此 养之助便告诉哥哥 奶奶去世时 其实走得非常安详幸福 并让她不要再为了这件事而伤心 奶奶她一点也不后悔 也并未责怪过她半分 随后 养之助还让哥哥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在山王寺屋 由自己来守护九号 她一定会种出非常好吃的橘子 并对着天空大海 让奶奶放心 隔天 阿贊也紧跟着 赶来为阿菊上香 为众人感到遗憾的同时 阿贊还对姐姐说起了 在东京父母的情况 他们必须要赶去东京一趟 现在的父亲不仅握冰在床 就连母亲的身体也不容乐观 就这样 阿贊 阿梅 阿初 养之助四人 连夜赶往了东京金井家 胡适见到了久违的两个女儿后 母亲黎江仿佛放心了一半 想见殷蓉空有泪 玉玲教训 鸟无声 自山王寺家的阿菊去世后 没过多久 阿贊的母亲也是蛇 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得到消息 也迅速赶来东京奔丧 而他们的父亲忠兴 因为卧病在床 连妻子的葬礼都不能参加 两姐妹拿出出嫁时 母亲给自己的护身符 回忆着母亲对自己说过的话 都忍不住山人泪下 到了第二天 忠兴将辛子郎和阿初 叫到了床前 他告诉两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 他有两件事 判断失误 至今仍然感到后悔 第一是明治维新时期 没有借钱给山王四家 第二就是 埋没了阿浅幼年时 想要经商的种子 最后忠兴跟阿初道歉 就因为当初没有帮到女儿 让阿初嫁人后 倍感艰辛 作为父亲 他感到十分对不住女儿 另外忠兴还觉得 阿浅给新次郎家添了很多麻烦 如果当时 按照阿浅的意愿 让他多学习点东西 阿浅是不是就会成为 一个更加伟大的女性呢 可自己却把她当年 拼命想要发出的芽 给打掉了 但好在 他们剥下后 就放任不管的种子 竟被新次郎 经常的浇水灌溉 从而让阿浅这个孩子 开花结果 是忠兴没有想到的 这时的阿浅 正在拜望大卫林子 两人商谈着 开办女子大学的事 与大卫夫人谈完后 阿浅不要立即 赶到父亲房间探望 忠兴询问阿浅 女子大学的事进展的如何 并提出 如果他们把大学 建在东京的话 他可以把金井家的土地捐出 而这也是他母亲 离江生下的心愿 在母亲离江的丧礼办完后 阿初与所有人告别 带着儿子养之助先回了合格山 新次郎等人也回到了大阪 回到家的阿浅 又开始为自己 毕生事业而奋斗起来 由于把女子大学 扮成父亲所期盼的那样 他也要奋勇前行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千代顺利从女校毕业后 就开始进行婚间培训 他的好朋友小姨 也来到家业银行 做阿浅的见习秘书 阿浅为了目击捐款 和参加各种会议 又开始频繁地往来 与大阪和东京之间 另一方面 小姨在闲下来时 与归宿等人 谈起了千代初恋的事情 门外的新次郎听完 直接大手伤害 而在这时的合格山 阿浅一家 正在为养殖树的婚钱 准备而忙碌着 务病为贴心地 送给阿浅一件 华丽的和服 那是他和儿子们 一起凑钱给阿浅买的 阿浅看着 丈夫和孩子们的礼物 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幸福 这在大家为了 各自的梦想而努力时 下眼银行 似乎又发生了 一件不好的事 容三郎 着急地拿出一封信 给众人道出原委 信上说 烟柱在工作的时候 脑部被东西砸中 昏迷不行 这可谓是一件 突如其来的坏消息 曾担任 家业无大管事的烟柱 在神户 与妻子女儿夫妇 经营了一家火柴工厂 因为工厂发生事故 烟柱头部受伤 昏迷不行 阿浅因为事情较多 他只能派阿梅 新次郎等人 去往神户看望 另一方面 阿浅成立女子大学的工作 再遇困难 因为他总是到处 发起筹款 从而 也引起了大阪 富商人们的反感 但阿浅依旧不去不挠 继续把他的活动范围 从大阪 扩大到了京都 和神户等地 但仍没有取得 特别显著的效果 这时 新次郎等人 一到达神户 烟柱的女婿 希望家业银行 能够借些钱 给他们度过危机 原来是因为 烟柱的突然倒下 那些负责出货 以及负责工厂原料的批发商 在得知 烟柱昏迷不醒的消息后 便立即让他们 把欠下的钱全部还上 所以他们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了 而在另一边的 家业银行 平时郎给阿浅 看了一组 银行的存款数据 银行的存款数额 已经开始变慢 而且取款金额 正在逐步增加 家业屋的事业 大部分都靠银行 所支撑着 如果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出现问题 另一边 众人守在烟柱床前 回忆着他为 家业屋所做的事情 都忍不住的眼泪婆娑 第二天 金次郎等人 就要回到大阪 阿梅自受众人请托 留在神户 与烟柱的妻子 一起照顾烟柱 几天后 烟柱还是没有 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每晚阿梅都会 守在烟柱床前 对他说着一些 鼓励他的话 就在这一天 阿浅抽时间 拿到了神户 看望烟柱 刚一进病房 他就拉起烟柱的手 开始按摩 原来阿浅 是想以这种方式 让烟柱清醒过来 因为之前 他在医院躺着的时候 前代就一直帮自己按摩 跟自己说话 医生都说了 这样对病人是有好处的 阿梅听闻阿浅所说 也在另一边 帮烟柱按了起来 他们一边按 一边谈论起了一些事情 东一在阿浅和阿梅的呼唤下 一度丧失意识的烟柱 病情似乎有了起色 他竟奇迹般的睁开了眼睛 下野银行的容三郎 在此时也收到了 阿梅报平安的书信 烟柱的醒来 也意味着 他们工厂已度过危机 全家人都围在 烟柱的病床前高兴不已 但只有阿梅 却站在角落不知所措 烟柱一家跟阿梅道谢 但阿梅这时的心情 不知是开心还是难过 与烟柱一家人告别后 阿梅就跟阿浅等人回到了大阪 在家野银行 通过烟柱的事故后 让荣散浪深感 保险事业的重要性 刚和我家受险公司经营困难 想请家野银行帮忙 所以他想趁此机会 收购那家受险公司 而在另一边的和歌山 两只注意到了成婚的年龄 双方家长已经见面 为两人订好了结婚日期 另一方面 阿显在听完 荣散浪所说的 受险事业之后 是非常的支持 在经过所有人的赞同后 荣散浪和平侍郎 为了取得那家受险公司的 经营权 便开始行动了起来 在野银行外 千代正带着侄女玩耍时 意外将球扔了出去 而球正好被一个 青年男孩捡到 当千代看清楚时 那人正是千代 朝思暮想的人起见 在齐杰简单的几句介绍之后 因为没有得到回应 让尴尬的齐杰准备离开 千代着急想要挽留 可没想到 千代一直朝思暮想的青年齐杰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让千代倍感激动 但作为父亲的新次郎 却是非常的失措 便开始担心齐杰 是不是个值得托付的好青年 客厅内 两人相互做起了自我介绍 认识这么久 千代才得知了他的真实名字 正在千代想要介绍自己时 额外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而这也成功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原来 诚泽为女子大学 依旧得不到足够宣款而焦虑 甚至扬言要放弃时 阿浅严厉地批评了他 阿浅说的一些话 让在一旁的齐杰看得目瞪口呆 齐杰与千代的谈话 也就这样草草结束 另一方面 阿浅向诚泽 进行女子大学的承办人提议 把校职改在东京 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他父亲中心 捐给他们的地皮 办女子大学 费用也可以大大减少 阿浅的这个提议 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夜里 新次郎见到千代新的男孩之后 就开始变得异常忧郁 阿浅在听闻千代的初恋对象 来家里之后 是相当兴奋 他高兴地问起丈夫 那个男孩的模样 季节流转 转眼间 就到了养蜘蛛 娶媳妇进门的时候 阿浅也收到了新次郎 寄来的大红包 但正在这举家欢庆之时 他们却收到了养蜘蛛的征兵同志 又过了几天 阿浅和阿淑的父亲忠心 也在医院逝世 在父亲忠心去世的几天后 阿浅收到了父亲捐赠给自己 建设女子大学的土地让读书 而在这时 承泽也给阿浅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受阿浅的影响 他不过面子 次数拜访各地名人 慢慢就集合了许多赞同者 这类银行之神色泽大人 也愿意支持他们 开办女子大学 在说服色泽之后 承泽准备乘胜追击 继续为创立守所女子大学而努力 阿浅因为多次拜访大阪和神户的权威人士 也因为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们的名单上又多出了不少捐款人士 龚腾德佑 在看到阿浅本子上的捐款名单后 不得不开始感叹起阿浅的能力 既然这么多知名人士捐款 那他再不插上一脚 恐怕就成了时代落伍的人 而在这时 大阪的支持者也在一个个增加 阿浅在得知 金策狼私底下 为女子大学设立的事 而做了不少工作后 他是由衷地感谢丈夫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这一天阿浅的公公荣达突然来到家义银行 荣达对阿浅和新次郎提出 要带兰芝珠回家 因为养殖珠即将入伍 居员的事 仅靠乌兵卫和阿浅根本忙不过来 而自己也已经老了 没办法再为家里做出有用的劳动力 听见这话 兰芝珠即使再不舍得现在的工作 但为了家里着想 他还是一声不吭的 跟着爷爷回去了和格山 正在大家为兰芝珠离开而难过时 兰芝珠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也是自燕珠离开大阪之后 第一次回到家业屋 燕珠回来后 和他聊天的人是一波接着一波 燕珠感谢众人在自己昏迷时 对他的照顾 就在这时 阿梅端着茶水走进了屋 新次郎和阿浅见阿梅进屋 都拾去的躲开 好让两人单独相处 随后 燕珠开始跟阿梅解释 自己虽然与他的夫人有夫妻之名 但他们并未恢复原来的感情 他们只是为了开工厂 而不得不这么做 阿梅听完后 燕珠说了一句话 他还是希望 他们能做永远的朋友 阿梅向燕珠伸出手 想以此作为留念 现在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 众人聚在一起 商量着亲戴的婚事 于也与新次郎阿浅夫妇 谈起了亲戴的结婚对象 在经过各种打探之后 于也非常看好那个 名叫琪姐的青年 而且他们家 正好与家业屋 门当户对 于也想着 快点把他招为上门女婿 这也算是他留在世上的 最后一个心愿 阿贤听完婆婆所说 便立即调查了这个男孩 在得知他是 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 以及他是宦官世家的次子之后 也不禁让他开始担心 这个名为奇迹的男孩 到底愿不愿意 入坠到他们家野家呢 但他这个做母亲的 愿意替女儿一世 而在这时的和格山 杨之柱最终还是离家 去参加新兵训练 兰之柱自弟弟离开后 就开始一声不吭地 帮家里干活 而这也让阿初等人担心不已 另一边 阿贤如五代所愿 开始学习了自行车 云烟想在有生之年 能看到千代出驾驶的样子 阿贤为了完成婆婆的心愿 便开始为千代和企介 操办相亲一事 几天后 阿贤与新次郎 来到东京拜会林子 并提出要举办 女子大学的发起人集会 获得了大卫夫人的支持后 阿贤还请求了大卫夫人一件事 他想让大卫夫人 帮自己写一封信给企介家 看他们是否同意这门心事 另一边 沐冰维看着儿子兰之柱 放弃事业回家中菊 心有不忍 便愿阿贤谈起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要不要把菊山卖掉一半 毕竟现在的自己年事已高 总有心力不从心 而在这些家有屋里 余烟的身体是越发的不行 这也让千代为之担忧 就在这一时 阿贤给众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是大卫夫人的来信 信上说 起街一家要商量 与千代的相亲日子 第二天一大早 阿贤等人就在头帮火车 去往东京 女子大学的发起大会 终于召开了 很快 阿贤与承泽 召开了女子大学 设立发起人集会议室 迅速成为了社交界的热门话题 阿贤成为了大学 创办委员会的议员 而在第二天 他们又在饭店盛大 召开了创办发表会 一个大学的创办 以如此豪华的方式发表 而大会中 又聚集了这么多政界 经济界的知名人士 从而引得了很多报社的争相报道 也在社会上 引起了极大的反应 但是 对于社会上 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反对 这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烈 橙子和阿贤 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橙子也因此被受打击 把自己关在房间 不愿意出门半步 人意销售的不成样子 另一方面 为了千代和齐介的婚事 阿贤请林子作为媒人 向东柳家提琴 事情进展顺利 阿贤很是放心 但那几天后 阿贤突然接到了林子 从东京寄来的信件 信上是东柳家 婉言回续了这门情事 原因是齐介 在读完大学之后 要接收父亲的安排 也大失所望 为了安慰祖母 千代强装无视装 并请父亲新次郎 马上为自己 物色新的相信对象 阿贤明白女儿心里难受 便拉起千代 准备开刀开刀 终于 千代还是压制不住 内心情绪 怕在母亲肩上哭了起来 另一方面 阿贤带着食物探望了成泽 并鼓励受到世人责难的她 在经过一番戏聊之后 二人还是决定 为了早日实现目标 继续为创立女子大学而奔走 自此之后 他们又在东京 设立了一个半校事务所 为了再次扩大母亲范围 他们又向各省大臣贵族 以及权威人士的夫人们 寻求帮助 请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云野自千代的婚事 被拒之后 更甘伤心 千代可是自己 一手带大的孙女 他绝对不能让千代 受如此委屈 夜里 千代就与小姨 谈起了起戒的事 为什么自己会为了一个 只见过几四面的男孩 哭得如此伤心 而感到不值 随后 小姨翻出了一张 凌云阁的照片 声称要把起戒 吊在上面 为千代出气 两人聊着聊着 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能为了阿浅 听闻千代的笑声 也放下心来 回到房间的阿浅 始终对这门心事 感到惋惜 便与新次郎谈起 他要不要亲自去往东京 好好与起戒谈谈 而新次郎则劝阿浅 起戒有自己的目标 他们又如何能干扰别人 可阿浅不愿意就此放弃 实际上新次郎 也与阿浅一样 而现在的奶奶 与也就更是如此 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 阿浅决定 将运转良好的煤矿卖掉 以确保资金充裕 从银行的数据来看 这次的风浪 有可能是明治危险以来最大的 他们不得不先预防起来 另一边的新次郎 给起戒写信 相约到美和店里一去 两人说起了 关于他拒绝亲事的原因 新次郎问起那一天 起戒在家有屋 是不是被千代的母亲所吓到 才想着拒绝这门亲事 还没等着起戒的回答 坐在一边的雨也开始说话了 随后起戒写道出了 拒绝亲事的原委 其实他并不认为 女性有自己的主见是一件坏事 给戴威夫人答复的 其实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都认为 这是一门非常好的情事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而他也并不是不喜欢千代小姐 只是他无法想象 自己将来在商户 或者银行工作 会是什么样子 从商大学开始 起戒就打算去政府工作 从政改变国家这个梦想 他一直以来都无法放弃 所以起戒跟新次郎道歉 新次郎听闻起戒的话 并未责怪 但是在一旁的雨也 却不淡定了 雨也请求起戒 再给千代一次机会 即使让千代嫁过去都行 看着千代结婚 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唯一心愿 看着雨也如此真诚的祈求 让起戒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送走母亲雨也后 新次郎跟起戒道歉 阿贤听说后 也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在看到起戒真诚道歉的样子后 阿贤实在没有办法批评 随后新次郎和阿贤与起戒 谈起了故人五代的往事 以及参加加野银行这样的企业 对国家的贡献 说完后 两人还是支持起戒的选择 并祝福他 能在政府当个好官 时光飞逝 转眼间就已经过去半年 加野银行的三位女性员工 辞掉了工作 他们已经到了成婚的年纪 所以不得不这么做 另一方面 经过阿贤与成泽 以及所有人的努力下 他们的大学终于开始运作了 丽丝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刘成泽担任 给吴冰卫介绍了自己研究的 神进橘子种植技术 他希望家里能继续种植橘子 不要卖掉橘山 自己会担起家里的一切责任 另一方面 虽然荣三郎和阿信 在为千代寻找相亲对象 可却一直没有得到 他满意的答复 随后 阿信还对阿贤和新次郎说起了 关于千代初恋对象的事情 这天夜里 成泽等人打算 让小姨作为尼死大学的 第一批学生入学 听着这个消息 差点让小姨摔倒 小姨激动地抱起一旁的千代 感动得哇哇大哭 于也自上次见过企介之后 躺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就连平时喜欢吃的点心都吃不下 只能稍微吃一些苹果泥 一旁的家也说道 千代看着奶奶心疼不已 并想着为奶奶多买些苹果 亲自给奶奶做苹果泥食 千代抱着一袋苹果往家里走 门外与母亲打去 可没想到 一个苹果滑落 滚了出去 阿贤看着企介的出现 惊喜不已 并兴奋地与新次郎分享喜悦 随后千代和企介 双双来到于也的并踏前 看着两人的出现 于也激动不已 他抱起千代表示 自己终于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心愿 并诚心请求企介 一定要给千代幸福 于也自建设千代与企介在一起后 似乎放心了一半 不久之后 于也在亲人们的围绕下 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另一方面 阿贤因为发现银行的数据变化 便想着卖掉煤矿 为家业银行储备足够的资金 来面对这次的经济问题 阿贤花了慢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将煤矿发展成了优质产业 现在终于还是要将其出售了 自于也去世后 一直陪在老太太身边的家业 也离开了家业务 准备投靠自家亲戚 这边 阿贤和承泽 正在为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做着准备 申请入学的学员 竟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这让阿贤等人更是惊讶不已 另一方面 期间与现在约定好 等她研究生毕业后再结婚 然后终于 在所有人期盼下的日出女子大学 迎来了创办成功的这一天 入学的学生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家政学专业80人 国语专业90人 英语专业10人 而且北至北海道 南至鹿尔岛 入学中既有已婚的妇女 还有当了妈妈 以及拥有工作经验的人 学生里聚集了各式各样出身 和各个年龄阶段的人 是所有人意想不到的 从现在开始 将举行认出女子大学的入学仪式 阿浅穿着华丽的洋装 在台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另一方面 在和歌山里 应召入伍的养殖柱 提前回到了家中 终于卸下重担的蓝支柱 又可以重新回到大阪 再加盐银行工作 而在这时的大阪 如阿浅所预料的一样 大阪的各个银行都停止了兑付 这肯定会引起巨大的挤兑风潮 大阪出现了经济危机 明治维新以来的最大危机 就要降临大阪 大阪出现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挤兑风潮 所有人聚集在加盐银行门外 炒着要兑换现金 大阪发生金融恐慌 大量客户要求提取存款 让平时郎和荣三郎 不知如何应付 而且在这时 阿浅出现了 阿浅毫不慌张地看了看怀表 面对聚集在加盐银行的 大量顾客 阿浅沉重应对 他对众人表示 加盐银行最注重的 就是传统和信用 除非天塌下来 否则加盐银行 是不会让顾客的钱 出现丝毫问题的 他答应所有客人 一定会让所有人兑换现金 就这样 加盐银行在大多数银行 停止兑付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为存款者 办理取款业务 几天后 加盐银行的取款客户 依旧没有减少 如果再这样下去 卖煤矿的钱 恐怕也会支撑不了多久 这也不禁让阿浅开始担心 所以他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阿浅想对加盐家 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改革 阿浅决定扩大 加盐银行的人寿保险事业 因金融风暴 影响了很多小保险公司倒闭 阿浅提议 将加盐银行的人寿保险公司 与其他保险公司 合并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公司 千代与几姐的婚期将近 阿浅和秦次郎 与小两口谈起了 他们婚礼服装 以及住房问题 齐姐也开始考虑 成为白刚家的议员后 自己该做些什么 齐姐想要为加盐银行的心 也让众人颇为感动 正在这时 平时郎又给众人 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据说日盈 为应对大阪的经济危机 要进行救济性贷款了 第二天一大早 就像平时郎所说的那样 报纸上真的报道了日盈 为了应对大阪的经济危机 决定进行救济性贷款一事 所以这次的金融危机 加盐银行也算是平安度过 与此同时 阿浅一有空 就会到女子大学听课 他为学到新的知识 而感到高兴 新次郎看着如今 依旧热爱学习的阿浅 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他 阿浅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他和众人的努力下 与其他受险公司合并的计划 终于要实现了 在合并仪式上 他与古田 富永等保险业巨头 握手言欢 而家业务最大的事业 也即将诞生 这年的夏天 政府的批文下来了 电川受险公司诞生 总公司位于大阪市东区 第一任社长 由家业受险的荣三郎担任 阿浅一创办有工 被认为特别懂事 相当于顾问 而新次郎 成了电川受险的第二大股东 吃骨术仅次于荣三郎 电川受险的注册资本 变成了30万人员 成了至今为止 家业创办事业中 规模最大的一块 又过了一段时间 新次郎来到何阁山 探望阿初一家 再仍保留着日本传统风暴的何阁山 让新次郎感到神清气爽 养知住和他的妻子 也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晚饭时间 乌宾和新次郎 喝着酒回忆往昔 都不忍哈哈大笑 两人就这样一直喝 一直聊 聊了好久好久 季节交替 眼看着千代和企节的婚礼 越来越近 在千代选的嫁衣时 阿浅还特意为他准备了 漂亮的洋装 这是千代一直想穿 却不敢穿的衣服 而在这时的何阁山 乌宾渭的身体 似乎不容乐观 很快 东流企节和白刚千代的婚礼 在所有人的戏盼下 给宿木的取办后 企节正式成为了 加野家的上门女婿 夜晚 千代又穿着母亲送的洋装 在美和店里 与所有人庆祝 千代的婚礼隆重举行 许多人都请来道贺 两人的婚礼结束后 他们在加野屋附近 租了一间房子 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 看着女儿千代 要离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阿浅和新次郎的心里 都很不识滋味 一路走来 虽然没有陪伴千代多少 但千代的离开 还是让阿浅心中 像掉了一块肉般的头 当天夜晚 阿浅和新次郎 聊起了他们在一起 经历的风风雨雨 阿浅看着丈夫新次郎 这半年来的种种力不从心 甚感呆忧 他劝丈夫去医院看看 但新次郎 就让阿浅不要操心 毕竟现在的他 年事已高 如今千代已经成家 他便再没有顾虑 新次郎想让阿浅退休 两人再去买一栋别墅 可以看见富士山的那种 然后在那边安度晚年 但阿浅就这样说道 另一边 乌冰卫的咳嗽是越发的严重 已到了吃不下任何东西的地步 虽然医生说他只是感冒 但阿浅却担心得不行 每天他都会给乌冰卫弄一些橘子吃 并希望丈夫能快点好起来 转过了年 千代也有生命 转眼间 阿浅和新次郎都成了当爷爷奶奶的人 每逢寒假和春假 两屋阿浅的女大学生们 都会来到大阪旅游 到百冈家拜访阿浅 而阿浅也非常欢迎女学生们的到来 并教他们珠蒜 记账 以及经商等技能 还会让他们做针线活 以及帮厨 尽量把一些实用的技能 交给他们 而且在这一天 家野屋突然收到了来自何格山的电报 说乌冰卫定威了 乌冰卫已冰入膏肓 阿浅守在一旁 哭得气不声声 看着妻子如此 乌冰卫心勇不忍 连想着 竟然阿浅 再在自己笑笑 但阿浅却哭着对丈夫说 如果他就这样走了 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从伤亡私家破产以来 阿浅一直陪着乌冰卫 走到现在 不论多么辛苦 他都从来没有哭过 一直到现在 他终于还是破房了 乌冰卫回忆往昔 是啊 一直以来都是阿浅 在帮自己而已 我帮你来的 你父亲 站住 乌冰卫让阿浅 扶自己起身 随后又叫了两个儿子 他说 这辈子他过得很好 不用向任何人 点头哈腰 其间掐笑 立足土地 自己耕种 种橘子 盖房子 再把他们带大 就没有比这更骄傲的事了 而且他还有了自己的孙子 他这一生 得到了太多 是赚到了 所以他让在一旁的阿浅笑笑 他想再看一次 夜里 阿浅拿出尘封好久的骨针 为乌冰卫弹弹起了曲子 听着阿浅的琴声 乌冰卫 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这天凌晨 得了重病的乌冰卫 在妻子阿浅和儿子们的围绕下 安然去世 得知消息后的阿浅和新次郎 迅速赶往和歌山调研 阿浅和阿浅谈起往事 阿浅告诉姐姐 站在新次郎来和歌山时 吴冰卫跟他说了心里话 原来当年 吴冰卫在第一次见阿浅的时候 就对他一见钟情 他只想阿浅能高兴地活下去 就别无所求 阿浅听后不禁煽然泪下 吴冰卫的离开时 阿浅沉浸在悲伤之中 无法自拔 或许 这段时间的悲伤 还需要一段日子来冲淡吧 家业银行和电川兽保险的事业 进行得非常顺利 阿浅依旧为了家与家的事业忙碌着 从未停歇 但有件事是阿浅特别在意的 那就是丈夫新次郎的身体状况 他发现丈夫最近的食欲是越发的不行 他紧求丈夫去医院看看 但都被他借口忙而打发 这让阿浅的不安是一天比一天强烈 1903年 家业银行在度过金融危机的两年后 银行存款余额呈不断上升趋势 而电川兽险 签约数也在不断增长 在和歌山的阿初家 全家人在一起 谈起了物病未去世后的家业问题 男支柱担心弟弟忙不过来 并想回家帮忙 但阿初和养支柱 却就能安心在大阪工作 即使卖到一半局山都行 千代产期提前 即将临盆 而阿浅 却在东京女子大学做演讲 品种中有一个叫品种名的学生 她对阿浅的演说不以为然 只觉得她是个傲慢气讨厌的大妈 在阿浅得知千代要生产的消息后 赶回家时 千代已经顺利诞下一名女婴 全家人看着孤孤之地的小婴儿 高兴不已 但阿浅还没开心多久 一个噩耗即将来临 就在这一天 阿浅突然看见 重大医疗保险保单上的银行字 瞬间让她跌入谷底 这上面描述的所有病症 不都和新次郎一样吗 随后 阿浅立马找到 正在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新次郎 并郑重地请求她 一定要和自己去医院看看 两人坐在医院的长影上 等待结果 看着妻子阿浅担忧的表情 新次郎则不断地在一旁 大学安慰 医生出来后 并让两人回家等待几天 有结果会立即通知 这天 阿浅和养之柱 来到大阪家野屋 准备探望弹之柱 探觉姐妹妹阿浅 情绪低落 原来小姨写信告诉阿浅 说女子大学的新生中 有人到处说她坏话 阿浅生气时的好笑模样 不禁热得众人 哈哈大笑 随后 阿浅和新次郎谈起 世人称赞阿浅是事业家的事 新次郎则说 阿浅拼命工作时的辛苦样子 只有她看得见 为此她深感骄傲 不久后 医院的医生给两人 带了一个坏消息 新次郎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情况不容乐观 阿浅追出门 请求医生救救自己的丈夫 不管花多少钱 还是让自己捐献器官都可以 只要能救活她 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新次郎身患重病 将不久于认识 为了纪念千代和企姐的女儿诞生 全家人一起拍了合影 新次郎将护主之位传给了企姐 从此之后 企姐不仅在家野银行任职 也参与了家野商店 和便穿人售保险事物 这天新次郎送给阿浅一棵树 用意纪念他们结婚四十周年 两人一起在院子里种下 寒冬将至 新次郎基本待在家中 再没有出去过半步 新次郎生命的消息 很快就被传开 在九州煤矿工作的工部 和智狼座也来到大阪探望 几人坐在一起 回忆起了在九州煤矿的趣事 所有人不禁感叹 年轻时真好 转过了年 日俄战争爆发 阿浅提议 应该快速控制 保险公司新清合同的数量 以保守姿态应对 阿浅的这一提议 也让家野屋的保险事业 得到了缓解 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 再给家野屋提意见 随后阿浅宣布退休 他决心不再管理家野屋的生意 在家里好好陪伴新次郎 阿浅就这样退居二线 在家陪伴着新次郎 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 阿浅退休后 离新次郎一起看着 心中的煤树成长 新次郎问起阿浅 为什么会选中煤树 阿浅回答 因为小时候 他送给自己的算盘 就是用煤之做的 那个算盘对自己 有着特殊意义 随后新次郎又说道 如果阿浅退休 是为了自喜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比任何人都喜欢做生意 难道阿浅是觉得 自己比生意还要重要吗 阿浅则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从丈夫离开后 阿浅一个人看着 与丈夫种植的煤树 哭得泣不成声 从嫁过来起 他就从未做过一次好妻子 他如今想做补偿时 而他却时日无多 这也是阿浅最为难受的地方 这天 女子大学的学生 品种名来拜望阿浅 品种针对阿浅过去 在女子大学发表的演讲内容 批评他炫耀金钱 地位 以恩人自去 阿浅听闻此话并没有生气 反倒大家赞赏 品种的勇气和脑袋 与阿浅聊完后的品种 不自在心中暗下决心 自己一定会超越阿浅 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新世代女性 这个女生 就是未来的品种雷鸟 在这以后 创刊了杂志 轻踏 并高调宣称 女性之本本为太阳 还进行了很多女性解放运动 被新学生这么一骂 阿浅心中自然是失落的 他觉得自己为女性地位提高而努力 就被别人看成讨厌的老太婆 看到这情形的千代 不忍觉得好笑 在此之后 阿浅便再也没有插上过生意上的事 安心地陪伴在新四郎身边 与他共度最后的时光 这天 燕柱在得知消息后 也来到家里无探望 燕柱的妻子已经去世 她也已经退休 工厂交由女儿夫妇打理 在相互寒暄了一番后 她又和阿梅聊起了天 两人还约定好 今后一定要互相通信 林子与成泽也从东京来到大阪 向阿浅报告女子大学的情况 女子大学终于走上了正轨 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 小姨将去海外留学 大卫林子还与阿浅谈起了 各地女性的现状 此时的日本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出门工作 阿浅的理想正在遍地开花结果 夜里 阿浅便跟新四郎分享了喜悦 新四郎夸奖阿浅的同时 还让她一定要为了梦想 继续坚持下去 可还没来得及说完 新四郎就倒在了地上 新四郎的生命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阿浅 千代 起见 龟柱 容三郎 全部聚集在新四郎床前 阿浅轻轻地抬起新四郎 将她的身体 靠在自己腿上 新四郎向众人交代后世 她叫着弟弟容三郎的名字 跟她说着对不起 一直以来 都是自己不太靠谱 容三郎则说道 让她不要操心 以后的家一屋 由自己守护就好 随后 新四郎又牵起女儿千代的手 让她一定要当个好妈妈 多亏了有千代 自己的人生 才会如此丰富多彩 她拜托起见 千代以后的路 就由她来守护 终人离开后 新四郎对阿浅说出了 她一直以来对她的看法 她还让阿浅别忘了 即使自己离开 她也会永远陪在她身边 新四郎一生生患着阿浅 最终在爱人怀里病逝 院子里的梅花 已开了好些坏骨朵 可惜新四郎 却再也看不见了 新四郎的葬礼上 有许多人过来吊咽 众人聚在一起 谈起了新四郎生前 吊儿郎当 聊钱袋的样子 都不禁笑出了声 但唯独阿浅 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她独自来到院子 躲来独去 最终还是憋不住哭出了声 正在阿浅悲伤之际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雨水一滴滴打在阿浅的脸颊上 仿佛是新四郎在与阿浅说话 让她不要伤心 阿浅永远记得丈夫对自己说过 下雨天就是她开心的日子 阿浅伸出双臂 拥抱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雨 仿佛在与丈夫新四郎告别一般 新四郎去世后 阿浅和姐姐阿初 回顾了姐妹二人走过的人生道路 两人相互鼓励对方 其实以后的生活中 没有了那个她 他们也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继续守护好各自的家 参加完新四郎的葬礼后 阿初又回到了合格山 山下的养殖住一家 正在迎接着母亲的回家 这一幕让阿初感觉到别样的幸福 她相信 山王四家在今后的暴露上 还刚刚开始而已 转眼间 就已过去六年 九位谋面的小姨 学生归来 到家业银行拜访 而前代已有三个孩子 还加上肚子里的一个 两人都已如愿 正在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 努力前进着 另一边的阿浅 即使上了年纪 都没有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 她就如丈夫所说 为了自己的梦想 她必须继续努力下去 阿浅还准备在今后的每年时间里 在自家别墅办一个培训班 让所有热爱学习的女孩们 集中在一起 然后与她们一起探讨 到了来年的春天 如阿浅所愿 她的学习班成功开办了 阿浅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小姨 千代等人一起交游 百感交集的阿浅 像聚集在一起的众人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阿浅说完 刚准备主持管杖离开 欢呼间 她似乎在远处的花海中 看见了那个 一直让自己朝思暮想的人 阿浅不顾女儿千代的挽留 扔下管杖 便朝着丈夫所在的方向 一直跑 一直跑 当阿浅来到新次郎面前时 她也变得如此年轻 就如两人刚结婚一般 而这也似乎预示着某种东西吧 或许是新次郎真的来接阿浅了 看不见你的时候 思念像座山压在胸口 看得见你的时候 快乐像条河 勇进心头 让山河水来见证 我的你的思念 而我也来见你了 新次郎温柔地牵着阿浅的手 对她说着 辛苦了 好久保住 解写 liebe 可疗 剧遗畏 这上坡 任德 visitor 会航而 Pok 诈音乐 評判 云